面对严守依这赤裸裸的威胁 沈纯气得心里直骂娘 怎么这小子看着年纪轻轻 肚子里却全都是坏水 明着没说半句威胁的话 实际上却字字都在体现着威胁之意 但沈纯毕竟活了几百年 又是前堂本地的鬼王 不仅实力在身 也有一定的人脉 所以沈纯不会轻易低头 只听沈纯冷声说道 你所说的这些 只能让我不动你吧 但我若是不肯出手 你又能奈我何 我想你江湖上的伙伴 也未必全都听你好令 如果沈纯对严守依出手 那么严守依的朋友们 自然有理由上门来找麻烦 可如果沈纯不呢 他不要求沈家平步青云 只求沈家不被卷入麻烦当中 这并没有错 没有错 那些名门正派的人 也没理由对沈家出手 沈丰也说道 于家未家与火葬场相争 我们沈家只要不出力 不损失人手 就算赢了 严守依冷笑一声 鄙夷地看了沈丰一眼 我以为沈家家主有多么了不起 看来也不过是个鱼目脑袋 我一个到前堂才一周的人 都把前堂局势看清楚了 沈家主还没看清呢 臭小子 你嘴巴放干净点 沈丰大怒 他好歹也四十好几了 还从未被一个 二十岁锄头的年轻人 如此羞辱过 严守依浑然不惧沈丰 在场的人当中 也就沈纯能入得了严守依的眼 只听严守依说道 于家的鬼王是什么样的角色 沈前辈不会不知道 我只是稍微挑拨挑拨 他们就要灭了周家 这次火葬场反抗 你们沈家自以为两不相帮就是赢 可你们认为 事后于家不会找你们算账 还是沈家主认为 于家的人都和沈家的人一样蠢 不会想到这一点 你 沈丰本想还口 可奈何严守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于家老祖宗于金波与于金红 还有现任的于家家主 全都生性多疑 现在这个局面 沈家想要保持中立 是绝对不可能的 柳英眯着眼睛 十分欣赏严守依 她发现自己 虽然是能言善变的说书人 在此时 却远不如严守依 巧舌如簧 三言两语 就把前堂的局面 说得清清楚楚 不留痕迹的逼沈家战队 而且 沈家不会觉得 是严守依在逼沈家 反而觉得 是于家在逼沈家 原来挑拨于州 两家关系的人是你小子 沈纯眉头紧锁 才发现严守依年纪轻轻 却城府极深 不费一兵一卒 就灭了 前堂一个鬼王世家 这样的操作 平常人可做不出来 沈丰也理清楚了现状 不知不觉 陷入两难之底 是选择继续跟着于家 始终排在卫家之后 平稳度日 还是选择出手帮助严守依 打败于家和卫家 再靠着严守依的风水术 平步青云 前者稳健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憋屈 后者虽然风险大 可一旦赌对了 就是沈家未来数百年的基业 沈纯和沈丰沉默了片刻 最终沈丰低声问道 如果我们拒绝帮你 你会如何对付我们沈家 沈纯有些赞赏似的 看了沈丰一眼 按道这个家主也不是白当的 好歹问出了一些有用的问题 不帮于家 后果很可怕 不帮严守依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吗 只见严守依笑了笑 说道 我有办法灭了周家 自然也有办法灭了沈家 你 沈丰指着严守依 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 这小子说话也太直白了 得不到就毁掉 心真狠啊 就连柳英都忍不住说道 严守依 你难不成也是这么对待你 追不着的女孩的吗 严守依答道 我这辈子只追过一个女人 她现在是我老婆 切 柳英满脸不幸 严守依反而纳闷了 你们说书人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 我只谈过一次恋爱 严守依和柳英 毫无压力地打着去 压力则来到了 沈纯和沈丰这边 事到如今沈丰已经拿不定主意了 这种决定只能让沈纯来做 沈纯想了想 谨慎地对严守依说道 想要我出手 也不是不行 但你必须证明你的本事 证明你真的能助我们沈家平步清云 前辈想我怎么做 严守依正色问 沈纯道 你这就改改我沈府的风水 若有成效 我便带人上山 严守依摇了摇头 时间太短 不如先上山 事成之后 必对现承诺 可沈纯也有她的立场 先改风水 否则免谈 柳英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 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天 就会完全暗下来 天黑之后 瑜伽鬼王随时会杀上火葬场 他着急到 时间会来不及的 严守依深吸一口气 心中斟酌了一番 最后露出坚定的眼神 我方才近来之时 与你们沈家的家丁过招 从他们的身上 都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药香 寻常人没事 是不会把药当饭吃的 所以我猜测 你们沈家人 应该都有病 柳英弱弱地说道 都这个时候了 就别再骂人了 我没骂人 沈家的人真的有病 严守依哭笑不得 不信让沈家主自己来说 沈丰脸色一阵殷勤 是 我们沈家人是有病 虽然承认了 可总觉得心里不太爽 好像真被这小子给骂了似的 你看吧 我说沈家人都有病 你还不信 严守依笑道 说够了没有 沈丰瞪了严守依一眼 没错 我们沈家人都有一种遗传病 病症类似哮喘 病发时不仅呼吸困难 还感到浑身发凉 家中老人多半活不过七十 大多是因为这个病而死 这就对了 严守依说道 但如果我告诉你们 这并不是遗传病 是风水所至 二位会有何感想 你说什么 沈丰和沈丰惊讶万分 随后沈丰恍然大悟 原来不是遗传病 难怪我们请了那么多的名医 却是什么都看不出来 原来是风水所至 沈丰也若有所思 似乎是被严守依一句话给点拨 一瞬间想通了许多 紧接着 严守依抛出了自己的筹码 今日时间太短 我来不及动沈丰的大风水 但却可以替你们改掉 这幼病的风水问题 倘若这事办成了 就算是我严守依 给你们沈家的一个见面礼 还请沈前辈出手助阵 事成之后 我保证给沈府一个平步青云 屹立不倒的家宅风水 前辈意下如何 沈前辈 该做出您的决定了 是继续跟着瑜伽 始终低人一等 还是放手一搏 赌一个平步青云 严守依的时间不多了 他必须让沈丰赶紧做出决定 沈丰思考了将近一盏茶的时间 最后浑浊的老眼 难得露出一丝生气 他感慨道 瑜伽的两个老王八蛋 要是知道他们在与你斗 恐怕就不只是今日这个阵争了 所以 您打算出手了 也罢 我沈家与瑜伽 本就有不共戴天之仇 这次出手 既帮了你们 又报了仇 怎么算都不至于愧 沈丰最终狠下心 做出了决定 沈丰盲道 老祖宗 闭嘴 我意已决 沈丰冷声道 把家里能用的人手 全都召集起来吧 沈丰无可奈何 只能照做 其实在沈书珍 送回沈家那些女鬼之时 沈丰有那么一瞬间 想要直接杀去瑜伽 但理智让他冷静了 他甚至还要安慰那些女鬼 告诉他们 事情都过去了 现在沈家和瑜伽交好 不宜再算旧账 当时那些女鬼 一个个神色黯然 表情比死之前还要绝望 他们当年承受了那样的痛苦 之后又几十年不见天日 这笔账 这个仇 怎么能说算就算了 沈丰心里也愧疚 所以如今做出决定以后 反而是那样的义无反顾了 沈丰一 我的人手已经在集结了 只等你改了那治病的风水问题 我便带人杀上火葬场 沈纯淡淡地说道 前提是 你真有改风水的本事 沈丰一自信一笑 您老放心 我鲁班传人的名声 不是吹出来的 这沈家背靠金行大运河 与瑜伽不一样 瑜伽吃的是昆龙脉 吃的是灵龟石珠的风水格局 而沈家则是享受了一部分 华夏主龙脉的龙气 光是靠着从燕金泄露出来的这点龙气 就让沈家有了这般家底 严守医带着柳英 爬到了沈家最高建筑的屋顶 俯瞰着整个神府的格局 柳英疑惑道 这风水格局英是好的 还想了龙气 怎么沈家人还会生那怪病 有好的风水格局 也要有命想才是 龙气是谁都能承受得住的吗 严守医自问自答 沈家祖上没有什么达官贵人 只是单纯的商人而已 这龙气显贵 寻常人承受不起 再加上大运河河水污浊 水流湍急 导致一些污秽湿气 吹进神府当中 才让沈家人都得了这样的怪病 那也就是说 只要沈家人搬出去住 就不会得那怪病了 柳英问 此长笔萧 他们搬出去住 也就享受不到龙气带来的好处了 柳英无奈地摊开双手 照你这么说 风水不改 这神府反而成为了沈家的困局了 所以 沈纯才能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 因为他心里也清楚 我这次出手 对沈家影响重大 严守医盯着沈家的格局 眼中似有光芒闪烁 那些大大小小的房子 映入严守医的双眼 在他的脑海中 模拟成一个个小方块 每一个小方块之间 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移动一个小方块 其他的方块也跟着做出改变 这强大的模拟思维能力 就是鲁班传人的本领 他们可以轻易地透过现象看本质 看到其他人看不到 看不透的地方 这也是为何其他人穷极一生 只能学会一家的本领 而鲁班传人 却能学习百家所长的原因 见沈守医眉头紧皱 柳英担心地问 时间紧迫 你来得及吗 沈守医的额头上 留下了一滴汗珠 他沉声答道 我只能尽我所能 争分夺秒 建筑的下方 沈纯远远地打量着颜首医 沈风召集了人手 回到沈纯身边 扫了一眼 站在房顶上的颜首医 小声说道 老祖宗 您真信那小子 能改咱们沈家的风水 沈纯叹了口气 答道 金行大运河 可是连接了华夏主龙脉 寻常风水师避之不及 唯恐被龙器反噬 甚至全都看破不说破 否则我们沈家 也不至于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法破了这顽疾 你问这小子有没有本事 我并不太信 毕竟颜首医还是太年轻了 沈风问 那咱们还需要召集人手吗 要 沈纯南南道 万一他成功了呢 火葬场 颜先生那边有消息了吗 天马上就要黑了 暂时还没有 不过柳英说 有机会 让我们继续等消息 哎 没时间了 现在要是不走 天黑了就走不了了 我相信颜先生 他一定能行的 太阳马上落山了 颜首医却迟迟没有传来消息 山上火葬场的人们开始焦急起来 天黑以后 瑜伽的鬼王现身 几家的手下的小鬼 就可以将火葬场团团围住 到那个时候 大家在想跑 可就没机会了 许前将自己架在火葬场的大门口 身边放着铜锣与斩马刀 眼神坚定地望着大门的方向 他大声喝道 颜首医一定不会抛弃咱们 如果下不了山 咱们就坚持到底 能等一秒钟算一秒钟 等到他带着援兵过来 龙飞城也拔出了采薇剑 大声喊道 我严格是绝对不会放任我不管的 所以 他一定会回来 一定会回来 听到外面的动静 崔羽忍不住看了一眼 还卧病在床的沈书贞 沈书贞的状态很不好 脸色十分难看 额头上满是汗珠 仿佛在做一场恐怖的噩梦 太奶奶 您一定要挺住 颜大哥请的古衣 今晚就回来了 沈书贞似乎听到了崔羽的声音 脸色稍微有所缓解 却在此时有人高声回报 于家和魏家的人手已经开始上山 颜先生和中研部下的困尸阵也被激活 大家做好准备 这声音如同死亡的桑中 大家心里也明白 逃不了了 上山的太阳才此时才落山 而山下早已经一片漆黑 既然逃不了 那就杀到最后一刻吧 我们生在前堂 长在前堂 如今为前堂而战 为前堂而死 这一辈子 不愧 天黑之后 火葬场山下 村落里的村主任谢桂兰 坐在村口 感受着久违的宁静 清明过后 天气逐渐转热 村子里的老人都喜欢在太阳落山后 聚在村口乘凉闲聊 只是之前那些怪事发生后 村子就没人敢在晚上出门了 后来严守医他们出现 将事情解决了 村子才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 大家也敢走出门了 今晚天上飘着淡淡的云 月亮只有一个小月牙 天空暗得很 谢桂兰惬意地伸了个懒腰 忽然感觉一道阴森森的风吹来 怎么回事 难不成天气又要转凉了 谢桂兰感觉到不对劲 刚才那阵风太阴森了 仿佛村子又回到了 前段时间的恐怖笼罩之下 她看向远处 虽然什么也看不见 但心里已经有不祥的预感 连忙跑出去通知大家 天黑了 别出门 今晚有大事发生 谢桂兰看不到 村外的那条小路上 此时密密麻麻全都是鬼 小鬼们开路 排起长龙 队伍前后长数百米 队伍的中断 正是瑜伽鬼王 与卫家鬼王的轿子 像谢桂兰这样的普通人 是看不到这些鬼物的 只是普通人 也有一定的感应能力 例如你们去一些 人际罕至的地方 如果感觉到阴森 那么不用怀疑 一定有鬼在你身边 说不定 他就跟在你的身后 垫着脚尖 把下巴放在你的肩膀上 对你的耳根吹着冷气 队伍浩浩荡荡 如同古时候出征的军队 所有小鬼手上都拿着兵器 除了小鬼以外 瑜伽和卫家还带来了不少奇人异事 这些奇人异事 多是两家人这些年 从江湖上寝入府中的能人 有民间教派传人 也有各大门派的叛逃弟子 总之都不是普通人 鬼王的轿子上 于金红皱着眉头说道 姚家鬼王不出现也就罢了 沈纯那个老东西是怎么回事 竟然还不现身 是不是瞧不起我们瑜伽 卫家的鬼王卫经说道 沈家本就不喜欢掺和这些事情 但我料想 那沈纯也不敢忤逆咱们 听说沈纯今日一直在闭关 迟些过来也可以理解 于金红冷笑一声 他闭关做什么 难不成也想不周玉虎的后尘 魏卿文言闭口不谈 他不想再帮沈纯说话 免得于家连他也怀疑上了 于家兄弟 声信多疑 手段很辣 今日大家和和气气 以朋友相称 明日于家兄弟 就有可能刀剑相向 这一点魏卿也看清楚了 尤其是在得知周玉虎 魂飞魄散的消息之后 不过魏卿也没得选 现在前堂是瑜伽的前堂 瑜伽要灭沈书贞 魏卿不可能不出手 否则下一个被灭的 就是魏家 在这一点上 魏家的处境 和沈家十分类似 于金波淡淡地说道 沈书贞手下 根本没几个能拍的上用场的 沈纯来不来不重要 哈哈 说的也是 我上次见沈书贞之时 看他脸上黑气缠绕 怕是没几天活命的日子了 至于剩下的人 全都是一帮软骨头 待会儿咱们上了扇 恐怕他们看到咱们这个阵仗 会直接吓得投降 哈哈哈哈 于金红打心底里 瞧不起火葬场的人 所以根本没将他们放在眼里 其实于金波也是这么想的 攻下火葬场 顶多损失一些小兵小卒 就在他们得意之时 队伍的前方忽然一阵骚乱 魏卿忍不住站了起来 盯着前方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不一会儿 便有小鬼跌跌撞撞地跑来 对三个鬼王汇报 老祖宗 前方忽然钻出了几只僵尸 僵尸 赶尸人 魏卿眉头一皱 我记得沈树珍手下 有个叫忠言的 正是赶尸人 看来这是他的手笔 于金红不屑一笑 忠言那几只僵尸 还不如几条野狗凶猛 不值一提 之前 于家与火葬场打交道之时 于金红就对忠言有所了解 可那小鬼却说道 这次不一样 前方埋伏的僵尸十分凶猛 好几名先生 都已经折在他们手里了 小鬼口中的先生 乃是两家人手下的奇人异士 僵尸没法攻击鬼魂 所以那些活人 就成了攻击对象 但三只鬼王怎么也没想到 这次的僵尸 居然这么凶猛 杀了好几个他们手下的奇人异士 于金波眉头一皱 魏卿 你去前面看看 好 魏卿二话不说 化作一团鬼气 从队伍的头顶飞过 来到最前头 只见那崎岖狭窄的山路 竟被几只僵尸给拦住了去路 地上捣着好几具血淋淋的尸体 死状十分凄惨 魏卿在定睛一看 这些僵尸 竟全都是身长长矛 只生利爪 獠牙看着四野猪一般 那中眼手下的僵尸 不都是红眼僵尸吗 什么时候练成毛僵了 魏卿大惊失色 毛匠可比红眼僵尸厉害得多 红眼僵尸 也就比普通人厉害一些罢了 但毛僵可是力大无穷 杀人饮血的存在 眨眼的功夫 几只毛僵又杀几人 没想到队伍还没杀上山 就已经在山下折了这么多人手 魏卿忍不住了 直接冲到下方 将毛僵全部卷到天上 然后狠狠地丢了下去 毛僵从几十米的高空坠下 摔得粉身碎骨 可依旧挣扎着要爬起来 奈何他们的骨头 已经无法支撑他们的行动 哪怕没有痛绝 也不可能再站起来了 这山里有古怪 看着地上不停挣扎的几只毛僵 魏卿心里 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在几分钟前 大家还没把火葬场荡一回事 对赶世人忠言更是打心底里瞧不起 可谁想到 只是在山下就碰到了硬茬 难道火葬场的那些民间教派传人 全都隐藏了实力 走在队伍最前方的奇人异士与小鬼们 开始有些害怕忌惮了 他们全都止步不前 抬头看着魏卿 魏卿冷声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继续前进 说吧魏卿就飞回轿子里 急着与鱼金波鱼金红商量此事 队伍稍作修整 便继续上山 只是走在最前头的人和鬼 明显要慢了许多 生怕这山里 突然就钻出什么厉害的东西出来 那些奇人异士 害怕是应该的 而那些小鬼 自打死了以后 还是头一回感到害怕 以前都是活人怕鬼 今天总算也遇到了鬼怕的东西了 而在山中的角落 中岩露出了畅快之色 多亏了严先生的困尸阵 把我的红眼僵尸 全都强行提升成了毛匠 给敌人来了个下马威 只可惜未轻出手了 我的僵尸一个都没保住 接下来只能看其他人的本事了 严先生 你快先回来吧 除掉了那凶悍的僵尸 队伍继续前进 鬼王魏清回到了轿子上 他刚刚坐下 于金红就忍不住问 前头什么情况 出现了几只毛匠 魏清答道 于金红一惊 毛匠 你确定 我亲手解决的 魏清也感到疑惑 不是说那中岩没什么实力 养得狮最厉害 也只不过红眼吗 中岩胆小怕事 实力一般 这我可以肯定 于金红摸了摸下巴 难不成沈书珍找了帮手 一直沉默着的于金波发话了 别忘了 火葬场里 可是有一名毛山弟子的 就算是毛山弟子又如何 他只不过一人 在路上设置点障碍 咱们出手便解决了 于金红 依然没把火葬场放在眼里 于金波再次陷入沉默 其实他已经感觉到了 沈书珍似乎已经料到 他们会杀上火葬场 所以在沿途布置了陷阱 但于金波的态度 和于金红一样 有三名鬼王坐镇 对付火葬场的那群小角色 还不是所向屁拟 路上遇到这些麻烦 恰巧说明 沈书珍底气不足 今日 就是沈书珍的死期 我已经等不及了 于金红冷冷一笑 随后招招手 轿子两旁便飘进来 两只婀娜多姿的女鬼 静心服侍着她 可还没等她开始享受 轿子竟然又停下来了 又怎么了 于金红怒道 爆 小鬼再次跑来 跪在地上说道 老祖宗 前方忽然飘起了大雾 还有许多纸人在山中游荡 咱们族中小辈 竟被那些纸人给掳走了 砸纸人 于金红脸色一沉 怒火中烧 之前的毛江 是对付那些奇人异事的 如今的纸人 就是对付他们 带来的恶鬼怨灵的 从来就只有鬼抓人 什么时候轮到人抓鬼了 于金波冷声道 看来沈书珍早做了准备 就等着咱们上山 大哥 现在怎么办 于金红咬牙道 要不咱们三人直接杀上山 咬下沈书珍的人头 魏清却说道 不行 火葬场里头难保还有陷阱 咱们贸然闯入 正式落入他们的圈套啊 魏清没说出的实话是 如果没有前头的那些人和鬼 替他们踩雷 之后所有的雷 就需要他们自己去踩了 于金波没思考太久 直接采纳了魏清的想法 队伍继续前进 我倒要看看 这沈书珍 还有多少手段 老祖宗 那前方那些纸人 魏清 金红 你们去处理一下 好 两只鬼王领命 直接杀出 但前方大物浓浓 指人又神出鬼没 他们还是花了不少时间 才将之解决 而队伍里的恶鬼怨灵 竟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 这样的结果 让于金红和魏清 都十分不满 毕竟这些恶鬼怨灵当中 还有他们两家的后代 攻打区区一个火葬场而已 这本是信手拈来之事 竟损耗如此之大 于金波也沉下脸来 喃喃自语 这沈书珍到底找了什么帮手 通过了大物和指人的陷阱之后 于家和魏家的队伍 又遇到了好几次麻烦 每次麻烦都杀得他们措手不及 损失惨重 三名鬼王也一次比一次愤怒 最让他们感到羞耻的是 在快要接近火葬场之时 他们的队伍竟然开始原地兜拳 这是鬼打墙啊 鬼打墙是鬼馋人最惯用的手段 蒙住活人的眼睛让他在原地打转 走几个小时都走不出去 最后等到活人类的筋疲力尽 鬼魂便可以趁虚而入鬼上身了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已经是鬼了 竟然还能遇到鬼打墙这种事 简直离谱 队伍在原地转了 恐怕有半个小时 于金波才发现问题 破除了鬼打墙的阵法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啊 好不容破除了阵法 魏清气的浑身发抖 他死后这数百年 何时受过这种气 于金红更是气得跳脚 这肯定是毛山的手段 等我抓住毛山的那个道士 一定要狠狠地折磨他 于金波虽然也愤怒 却没有表现出来 他冷声说道 前头就是火葬场了 前方在拐个弯 便是火葬场的正门 于金波心中的怒意 打算在进入火葬场之后再发现 今天 他要让火葬场血流成河 来到火葬场外头 原本浩浩荡荡的队伍 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手 出发之时 他们士气高涨 而如今却溃不成军 一路上来的各种陷阱 让他们心惊胆战 如今越是接近火葬场 他们反而越是害怕 终于 队伍来到火葬场大门口 于金波一眼望去 只见火葬场大门内的广场上 站着密密麻麻几十号人 全都是沈书真的手下 许钱 段牧 英九 中眼 他们如同一堵墙 拦在队伍的前方 所有人眼中都透露着坚定和决绝 于金波站了起来 他巨大的身体 居高临下地看着许钱等人 这就是你们最后的把戏了吗 沈书真呢 火葬场的所有人都在 唯独沈书真不见了 许钱朗生答道 沈奶奶病了 今日有我们迎战 沈书真病了 于金红冷笑一声 又说道 那个帮你们的毛山弟子人呢 把他喊出来 我可以给你们留一句全尸 在于金红的眼中 今晚有几个人必须要碎尸万段 沈书真 还有那个毛山弟子 若不是那个毛山弟子 他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更不会像现在这样损失惨重 三个鬼王坐镇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然而在这样的威胁之下 火葬场的人竟然还没有表现出绝望的恐惧 沈奶奶说了 就算他不在 咱们也要有待客之道 还是先请我给诸位洗洗尘吧 许钱突然领起铜锣 狠狠地敲了一下 那铜锣发出的声响 让众鬼头疼欲裂 就连鱼金波也忍不住皱着眉头 身体晃了晃 而就在这一刻 焚尸宫段木忽然张开嘴 喷出了一团烈火 他喷出的烈火如同火龙 直直飞出二十几米远 落在众鬼的脚下 下一秒 他们脚下大地崩溃 喷出无数热油 热油被烈火点燃 变成熊熊大火 一瞬间将鬼王的队伍吞噬 段木哈哈笑道 这是颜先生的烈火焚尸阵 是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最后的大理 烈火焚尸阵 原本并非是这样的 只是颜首意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加以焚尸宫段木的火焰进行改良 他将焚尸用的密油 用罐子埋在火葬场的入口 再用鲁班书中的机关做好陷阱 一旦鬼王的队伍到来 机关启动 喷出密油 再由段木点燃 最后在烈火焚尸阵的加持之下 火焰生生不息 以燎原之态 把鬼王的队伍全部吞噬 这一瞬间 大镇中瑜伽和魏家小辈的哀嚎声 此起彼伏 不管是奇人异事 还是恶鬼怨灵 都抗不住段木的火焰 毕竟这火焰是焚尸用的 能把人在这世界上 最后所剩下的东西 都烧得一干二净 包括魂魄 看到敌人在烈火中 哀嚎挣扎的模样 火葬场的人们 都陷入了沉默 他们倒不是因为 眼前的惨状而感到同情 他们想到的 是自己曾经在 鬼王世家的压迫之下 犯下的种种罪孽 这把大火 烧掉的不仅仅是敌人 更是众人的曾经 从这一刻起 大家就没有回头路走了 要么打败鬼王世家 重振前堂 要么只有死路一条 火光映在许钱的脸上 从他的眼珠子里 也能看到火焰的形状 尽管他身上的伤势还没好 却如是重负般地松了口气 他仰头说道 师父 我们做到了 不知您现在在哪里 如果您知道我所做的一切 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吧 英九笑道 真是多亏了严先生 于 魏两家的人手全部杀来 光凭我们肯定无法抵抗 可如今 他们已经被烈火包围 说不定 咱们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赢了 众人都对严守医赞不绝口 毕竟这次的确是严守医帮了大忙 他们甚至忘记了 严守医至今还没有回来 却在大家高兴之时 火葬场外的烈火 忽然被强行分割成两半 宛如一片真空地带 只有于金波 于金红 与魏青三人 这三个鬼王没死 众人瞬间收住笑容 露出凝重之色 段木沉声说道 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他们三人毕竟是鬼王 没有那么容易对付 烈火被隔绝在外 三名鬼王从火中飘出 终于是穿过了火葬场的大门 他们无不是脸色难看至极 回头一看 自己族中小辈 早已连哀嚎声都发不出来 在那烈火焚烧之下 魂飞魄散了 我的后代 我的族人们 全都魂飞魄散了 魏青怒吼道 今日我要让你们火葬场 血染青天 血债血偿 从一开始 三名鬼王就没把火葬场的人 放在眼中 认为 这不过是一场轻松的剿灭行动罢了 可上了山以后 队伍接连遭到埋伏 开始有了损失 但在那个时候 魏青心里毫无波动 毕竟他活了数百年 后代多不胜数 死了一些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到如今 魏青带来的后代 已经全部折损 其中更是有魏青 抚养了数百年的 亲儿子的魂魄 别人他可以不在乎 但那可是亲儿子啊 魏青气得浑身发抖 如果他还是活人之躯的话 只怕现在已经急火攻心 气得吐血了 魏青尚且如此 于晶波和于晶红 更是气得几乎要丧失理智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火葬场而已 他们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火葬场 竟然让他们付出了 如此惨痛的代价 不可饶朔 不可饶朔 于晶红飘在半空中 周身鬼气凛然 眉宇间闪过一道杀意 随后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杀入人群当中 魏青紧随其后 唯有于晶波没有动手 可他的脸色也十分难看 似乎在努力克制自己 但于晶红和魏青 却完全不需要克制 他们冲入人群 张牙舞爪 鬼爪 当场就让几个民间教派 传人人手分离 魏青更是强行抓住了几人 一口咬掉了半个身体 比起之前的烈火焚尸镇 此时的火葬场里头 鲜血横流 到处都是断枝残骸 反而更像是人间地狱 许钱坐在椅子上 因为受了伤而无法动弹 他看着凶狠的鬼王 眼里竟然流露出了一丝恐惧 这就是鬼王吗 杀人不眨眼 如同恶魔降临人间 他们虽然有着和人类一样的外表 可心里早就不把人当人了吧 如此强大的对手 真的是人能对付得了的吗 不 严守一曾经斩杀过周家的鬼王 许钱难以想象 在萧山之时 严守一被众人抛弃 独自面对周家鬼王 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 多强的实力 大家冷静 冷静啊 段木鹤道 鬼王并非是不可战胜的 大家团结在一起 不要走散了 火葬场的成员们 也不全都是菜鸟 在短暂的混乱之后 很快就重聚在一起 在段木和英九的带领之下 各显神通 虽然还无法与两名鬼王抗衡 却好歹能保证 不再有人再落入鬼王的手中 只是事到如今 已经有好几个伙伴 丧生在于金红与魏青的手下 其中甚至包括了赶尸人钟言 钟言死了 龙非诚与其他人不算熟 但对钟言 好歹是说过几字话 这几天也有相处 他亲眼目睹钟言 被于金红抓住 然后一口咬掉了上半身 下半身就好像垃圾一样 被于金红随意地丢在角落 混账 混账啊 龙非诚愤怒万分 掏出了掩手衣 留给他的几张掌心雷符 召唤出掌心雷 狠狠地劈在于金红身上 于金红没料到 人群当中还有这么一手 被掌心雷劈中后 受了点小伤 但这点小伤 他根本没放在眼里 反而是那几道掌心雷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掌心雷 是茅山派的看家本领 于金红瞬间锁定龙非诚 伸手抓向他 同时嘴里喊道 大哥 我找到那茅山道士了 于金波文言 直接化作一团鬼气 席卷而来 他之前之所以没出手 正是为了保存实力 对付神秘的茅山道士 与沈书贞 龙非诚挥舞着彩卫剑 勉强逼退于金红 下一秒 却被于金波的鬼气 卷上天空 龙兄 许前大惊失色 半空中 于金波现出真身 将龙非诚 牢牢地抓在手心 龙非诚不停地挣扎 却无济于事 他甚至往于金波的脸上 吐口水 快快把小幼放了 你知道我是谁的兄弟吗 龙非诚叫骂道 于金波面无表情地 审问龙非诚 你就是那个 搅混水的茅山道士寒三 至今为止 于金波都不知道 严手艺的存在 只知道有个茅山道士寒三 并且认为他 就是一切的始作俑者 龙非诚笑道 老子就是 你能奈我何 然而于金波 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只是 打量了龙非诚一眼 就摇了摇头 你不是 龙非诚急了 他可不能让于金波 顺心如意 慢着 小爷我哪点看着 不像茅山道士了 你哪都不像 你只是一个街头小混混 会一点三角猫功夫罢了 于金波 金波根本不把龙非诚放在眼里 甚至出言讥讽 龙非诚一听 顿时怒了 自己拿点不如寒天狗了 轮得到你这老不死的东西 平头论足 于是他威胁道 是可杀不可辱 信不信我 于金波不屑一笑 你已经被我抓在手中 手脚束缚 你还能对我如何 龙非诚咬了咬牙 随后眼珠子一转 表情竟然变得有些放松舒爽 最后更是打了个哆嗦 你 你在干什么 于金波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下一秒 一股骚味从于金波的手中飘出 他巨大的指缝之间 滴下了一堆古怪的液体 龙非诚抖了抖身体 笑道 刚才知道 你们要上山 小爷我吓得不敢上厕所 现在舒服了 释放了 哈哈 众人全都傻眼了 龙非诚居然在于金波的手里妙了 古有齐天大圣 在如来佛祖的手掌心 到此一游 今有龙非诚临微不惧 直接在鬼王的手里撒尿 牛皮啊 龙非诚的这个操作 就连许钱都不得不佩服 龙非诚笑道 只可惜我不是童子 否则我这童子尿 还能伤你几分 于金波抓着龙非诚 脸色肉眼可见的阴沉 臭小子 你找死 于金波狠狠地把龙非诚扔了出去 以他这个力道 龙非诚落在地上 只怕会摔个半死 就在龙非诚即将落地之时 魏长青忽然现身 稳稳地将他接住 抗金龙 龙非诚本来都快吓死了 却见魏长青居然出手救自己 一时间感动不已 紧紧地抱住魏长青 然而魏长青落地之后 一脚就将龙非诚踹到一边 满脸嫌弃地说道 别蹭到我身上了 龙非诚提了提自己 湿答答的裤子 嘿嘿笑道 没想到你居然会出手救我 魏长青冷冷地说道 我还欠你钱 在我还清债务之前 你最好别死 龙非诚笑了笑 如今他也看出来了 魏长青并不如之前 大家认为的那样 冷血无情 恰恰相反 此人心地善良 之前愿意为李根苗办事 必定有他的苦衷 狗活下来后 龙非诚也见识到了 于金波的本事 不敢再随意上前挑衅了 而于金波扔掉龙非诚之后 根本没有再多看他一眼 他根本不关心 龙非诚的死活 你们都给本王听着 于金波飘到半空中 下半身化作鬼气 直接将火葬场包围 只有一个巨大的脑袋 居高临下地盯着众人 把沈淑珍和韩三交出来 本王可饶你们不死 于金波的要求很简单 杀掉那些带头闹事的家伙 剩下的人自然会继续为他卖命 以往这一招很有用 可今日不知怎么的 火葬场的这群软骨头 竟然全都咬着牙不吭声 作为最经常与火葬场的人 打交道的于金红 也发现了问题所在 他眯着眼睛 在人群中寻找一番 然后突然出手 从人群当中抓住了催雨青梅竹马的女孩倩倩 倩倩 众人大惊失色 于金红抓住这名美丽的少女 把她拿到面前 猥琐地嗅着她身上的味道 又伸出舌头 在倩倩的脸上甜了甜 阿活人的味道 少女的香气 于金红露出笑容 嘴里全都是可怕的碎牙 许贤怒吼道 快把她放了 放 凭什么 于金红冷笑道 除非你们把沈淑珍和韩三交出来 众人闻言 竟有些动有 如今三名鬼王压阵 严守意还没有回来 沈淑珍也病倒在床 众人毫无胜算 如果交出沈淑珍 能免于一死的话 说不定以后还有翻盘的机会 交 还是不交 正在众人愁愁之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的后方 于金红 那人扯着嗓子 直呼于金红大名 众人心里一惊 忙回头看去 于金红也是眯着眼睛打量此人 看清楚此人是谁后 于金红笑了 崔宇啊 沈淑珍那个耸了八计的曾孙子 这小子还在 那事情就简单多了 只要抓住这个倩倩作为要挟 他一定会服软 于金红笑道 崔宇 现在选择拳可就在你的手里了 你要选择奶奶 还是选择小美人啊 崔宇双拳紧握 目自欲裂 这一瞬间 他回想起了几天前 严守意他们第一次来到火葬场 于金红和周玉虎上门后 太奶奶说过的话 面对于金红和周玉虎 小语只知道一味地忍让 鬼王的威逼利诱 在他眼里是理所当然 出卖同僚被他当作是聪明 是实实物 今天周玉虎要的是倩倩 小语可以毫无条件地 交出眼手依他们 可明天 他们要的是倩倩 是我 是你们大家的性命吗 到那个时候 小语恐怕也没有胆识和魄力反抗 只会对他们低头 成为鬼王世家的傀儡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崔宇看着倩倩 脑子里浮现的是 沈淑珍过去教育他时的模样 他咬了咬牙 自言自语道 这一天真的来了 于金红要让我在太奶奶 和倩倩之间做选择 太奶奶不希望我这样 她老人家想看到的是 我们不再受鬼王世家的压迫 能够永远不要面对 这样的抉择 倩倩 于金红不耐烦地说道 崔宇 本王的时间很宝贵 你若是再不做出决定 本王会把今日在场的 所有人全部杀光 而你就会成为 害死所有人的凶手 你闭嘴 突然 崔宇愤怒的大吼 别把一切罪责 都怪在我的头上 造成这一切的人 分明是你 是你们鬼王世家 自以为掌握力量 就能凌驾终生 实际上 也不过是欺软趴硬的废物 我颜大哥说得不错 太奶奶更没错 我们不能永远活在 你们的阴影之下 我们要奋起反抗 把属于我们的前堂夺回来 于金红 我草你妈的 出乎意料的 崔宇这次竟然如此硬气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 穿越数百年的时光 问候了于金红的老母 于金红整个鬼都呆住了 以往他到火葬场来 沈淑珍还有几分骨气可言 这个崔宇 则是最好揉捏的软柿子 自己稍微露出一点不爽之色 崔宇恨不得上来舔脚丫子 这一次 于金红也以为 只要抓住了倩倩 就能逼崔宇低头 可没想到 这一招不管用了 不仅不管用 崔宇还说出了这番豪言壮语 此番言论出来之后 原本已经毫无士气 可言的火葬场众人 仿佛是被打了鸡血似的 拳头高举着拳头 眼中露出必死的决心 是与敌人决一死战 而倩倩虽然身陷危机当中 但她却浑然不惧 反而因为崔宇这一番话 万分感动 甚至愿意在下一秒 就慷慨赴死 看着大家重新燃起斗志 许倩也是万分热血 她开始有节奏地敲击着铜锣 硬生生将铜锣敲成了战鼓 众人的士气不断攀升 魏青甚至都有些受到影响 后退了几步问于金波 我们该怎么办 于金波居高临下 将这一幕幕尽收眼底 她的脸色十分难看 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原本如同丧家之犬的 火葬场众人变得如此拼命 但她已经看到了结果 这无疑是打了于金波的脸 挑战他们于家在前堂的威严 于是于金波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冷冷地宣判众人的死刑 既然如此 前堂就不再需要你们了 老二 从你手里的那个女孩开始 今晚在场的所有人 一个活口都不留 于金波已经铁了心要赶进杀绝 因为她绝对不允许 前堂有反抗她的人存在 于金红收到命令 一只手握着倩倩的身体 另一只手则是高高举起 鬼气凝聚成一把利剑 打算一剑砍掉倩倩的脑袋 倩倩 崔宇面色大变直接朝着于金红冲来 而倩倩则是早已经做好觉悟 昂首挺胸 坦然将自己的脖子露出来 如果她的死 能够换来更美好的明天 她愿意 为了火葬场的明天 更为了崔宇 倩倩 崔宇目自欲猎 只恨自己的能力不够 此时根本来不及阻止于金红 去死吧 于金红冷笑一声 手起刀落 准备开始这场血腥的屠杀 可就在这一刻 一道影子从于金红的面前闪过 她巨大的手臂竟然当场被斩断 断口处更是有火焰在燃烧 等于金红回过神来之时 倩倩早就消失了 谁 于金红勃然大怒 今日收拾这小小的火葬场 竟然几经波折 连一个女孩都杀不了 呼啦 半空中 木头雕刻而成的羽翼震动 严手一手持斩破刀 怀里抱着刚刚救下的倩倩 冷声说道 乳班传人 严手一 严大哥 众人看到严手一现身 全都面露狂喜之色 他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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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前等人如释重负 他们一直苦战煎熬 正是在等待这个男人的归来 好在他不负众望 其实回来了 崔宇更是激动的 严大哥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回来的 严手一笑了笑 让身下的三元降落 将倩倩安全地送到崔宇的手中 倩倩毫发无损 崔宇抱着倩倩 对严手一无比感激 甚至眼角都蓄满了泪水 严手一拍了拍 崔宇的肩膀 笑道 刚才你的那番话 我都听到了 你做得很好 沈奶奶一定会以你为傲的 崔宇却咬了咬牙 说道 下一次 我不会让任何人 有威胁我的机会 这一次 崔宇虽然有了骨气 但要是没有严手一出手 他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心爱的女人死去 在那一瞬间 崔宇似乎成长了许多 他不仅明白了身上的责任 更明白了实力有多重要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眼下我先处理掉眼下的麻烦 严手一说完 重新回到三元的背上 一人一鸟冲上云霄 与三名鬼王正面对峙 于晶波阴沉着脸 打亮着严手一 鲁般传人 于晶红甩了甩手 那断掉的手臂 很快就长回来了 但他的脸色却很不好看 没听过这号人物 哪来的野小子 手段倒是挺狠 魏清冷笑一声 这小子实力虽然不错 但在我们鬼王 数百年的道行面前 还是不够看 魏清所说 正是于晶波所想 只听于晶波冷哼一声 声音洪亮地说道 就这小子 沈书甄呢 茅山倒是呢 这就是你们的底牌吗 如果只是这样 今日 你们依旧难逃一死 事到如今 于晶波还是瞧不起眼前这帮人 毕竟 鬼王的实力摆在那儿 他们若是不够强大的话 是不可能统治前堂这么多年的 面对于晶波的蔑视 闫首一露出笑容 他轻声说道 你们与周家的关系 是我挑拨的 周家隐藏的那个鬼王 是我宰的 今日山下沿途的陷阱 也是我设置的 我瞧着你们的现在 也不像是轻松的样子 在我手里吃了这么多亏 你们是如此瞧不上我吗 罢了罢了 也正因为你们于家和魏家如此愚蠢 才逃不过今日被灭的结局 听了阎首一的一席话 三名鬼王皆是露出错愕之色 这小子说什么 之前所有的一切 不是沈淑珍和毛山弟子搞的鬼 而是眼前这个鲁班传人 感情我们堂堂鬼王 闹了半天 连幕后黑手是谁都没搞懂 还白白损失了那么多人手 于晶波瞪大了双眼 不敢相信地看着阎首一 即性子于晶红更是怒不可遏 挥舞着巨大的巴掌向阎首一拍去 混账东西 本王要叫你血债血偿 五雷正法 哄 阎首一毫不惧怕于晶红 当场召唤龙虎山的雷法来迎击于晶红 于晶红没料到阎首一还有这一招 并且威力着实不俗 当场被五雷正法打得连连后退 连魂都散了几分 魏清和于晶波 见到阎首一竟然如此生猛 都不由得大吃一惊 阎首一骑着三圆 手持斩破刀 如同王者傲力长空 以一人之力仿佛要守住整个火葬场 他孤傲地说道 今日有我阎首一在此 而等皆会沦为我刀下亡魂 这话我说的 三亲祖师爷来了都拦不住 阎首一这霸气发言 直接将三名鬼王给震住了 然而在短暂的失神之后 于晶波率先回过神来 他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 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 就凭你一个人 真是不自量力 你当鬼王是什么 路边的大白菜吗 于晶波看穿了阎首一的实力 这小子远没有达到 能凭一己之力战三名鬼王的地步 之前的一切 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不过是临死前的挣扎罢了 于晶红和魏青也回过神来 都有些恼羞成怒 后悔自己刚才 竟然真被这臭小子给震住了 臭小子 你废话真多 去死吧 愤怒的于晶红直接杀向阎首一 可还没等于晶红杀到阎首一面前 一道狂风吹过 瞬间化作巨大的鬼影 将于晶红拦截到一旁 于晶红受到阻挠 愤怒之余又感到惊讶万分 谁人有如此本事 竟能直接正面阻挡 等他看清楚来者面貌 不由得大吃一惊 姚玉明 来者正是姚家的老祖宗 姚玉明 姚玉明的体型 比于晶红还要高大几分 这证明着他的实力 其实是在于晶红之上 只听姚玉明冷声说道 于晶红 我忍你们于家兄弟很久了 于晶红怒道 就因为这个 沈淑珍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一个外来家族 竟敢对我们出手 我们给姚家的 恰恰是你们最想要 却得不到的 韩三的声音响起 于晶红这才注意到 地面上不知 又从哪儿冒出来一人 他很快就认出来了 此人才是他们之前 心心念念的毛山道士 韩三对着严守一摆了摆手 严兄 我这支援及时不 及时 严守依哈哈大笑 而后对姚玉明抱拳 姚前辈 今晚辛苦您了 不辛苦 咱们可说好了 今晚帮你们收拾了 于家和卫家之后 我们姚家就受到 毛山的庇护了 姚玉明笑道 于晶红震惊万分 毛山可是名门大派 怎么可能庇护一个 鬼王世家 双方一向是井水 不犯河水的 实际上 姚家有弟子败入毛山 而韩三又是毛山派 掌门的清传弟子 所以 毛山明着无法庇护姚家 但暗中庇护 自然没问题 韩三这几天 正是靠着这一层关系 拉拢了姚玉明 这让于晶波都眼红不已 他们于家家大业大 若不是担心 被名门正派盯上 这些年早就胡作非为了 不至于像之前一样 需要通过火葬场和沈书珍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而姚家竟然得到了 他们求之不得的东西 笼罩着火葬场的于晶波怒道 姚玉明 你可想清楚了 这前堂是谁的前堂 难道你忘了吗 姚玉明抬起头来 直视着于晶波的眼睛 淡淡地说道 前堂是前堂百姓的前堂 这一点 我一个外来人 看得都比你清楚 你 你可知道战错队的后果 只要把你们于家灭了 我就不算战错队 姚玉明冷笑道 于晶红早已经怒不可遏 直接对姚玉明出手 姚玉明也不是擅长 和于晶红在半空中交手 丝毫不落于下风 于晶波见状 当下喝道 魏青 给我杀那个鲁班传人 和毛山道士 严守一一手造就如今场面 于晶波对他恨之入骨 而他们只要杀了韩三 就算是切断姚家与毛山的来往 所以韩三也必死无疑 魏青得令 化作鬼气席卷而来 卷起了地下的飞杀走时 气势比于晶红还要恐怖几分 然而 这次还没等魏青杀到严守一根前 又是一道鬼影出现 将魏青撞到一边 又是谁 于晶波几乎要抓狂了 鬼影现身 不是别人 正是沈家的老祖宗沈纯 魏青瞪大了双眼 沈纯 你疯了吗 你难道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 沈纯冷声说道 当年瑜伽勾结周家 杀了我沈家数十口人 嫁祸给刘家 这些年那些冤魂 更是被周一虎囚禁虐待 这口气 我如何忍得下 闻言 于晶波几乎要把牙咬碎了 这件事 自己分明 做得滴水不漏 是谁泄露了消息 难道是周一虎 该死的东西 沈纯道 当年我们错信了瑜伽 导致了刘家的惨案 如今我有悔改的机会 势必要将瑜伽推翻 魏青 你也好好考虑考虑 倘若此时 你愿意袖手旁观 咱们也不必刀剑相向 魏青文言 竟然真的有那么一丝迟疑 他对瑜伽这些年的 所作所为 也有些不满 只是想到 要与瑜伽对立 魏青心里依然没有底气 即便如今 沈家和姚家联手 那又如何 瑜伽兄弟实力强大 光凭这些人 都未必能杀得了他们 眼下的选择 可是关乎到 魏家所有人的性命 魏青不想为此而冒险 心里一番权衡之后 魏青终于做出了决定 他冷冷地说道 沈纯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人要往前看 你是想劝我忘记那血海深仇 沈纯问 忘不了 你我二人唯有一战 我明白了 沈纯缓缓握紧拳头 朝着魏青举起 那就站吧 二人巨大的身影 瞬间消失 化作两团鬼气 卷起地上的尘土 在半空中 不停碰撞交手 火葬场内 四名鬼王交手 场面无比混乱 段木看着这一切 眼中露出奇迹之光 严先生真的办到了 他请来了两位鬼王 那又如何 于金波看着眼前的情景 眼中依然是那样的淡漠 他承认 能做到眼前这一步 实属不易 他心里也佩服 严守一的本事 可即便是这样 也无法改变最后的结局 前堂的鬼王 就只有这么多 严守一已经用尽了一切力量 也只是拦住于金红与未卿 而他于金波 却是前堂最强鬼王 他面前还没有任何对手 谁又能拦得住他 就在于金波 准备横扫全场之时 一道身影 缓缓飘到了他的面前 是眼首一 眼首一抚摸着斩破刀 嘴角微微上扬 然后抬起手 对于金波勾了勾手指头 来 姓于的 下来给我打一场 于金红被姚玉明拦着 魏青又被沈纯拦着 这最后一名鬼王于金波 本以为可以大肆虐杀 却没想到眼首一来到他的面前 还如此挑衅地对着他勾了勾手指头 于金波实力强大 化作的鬼气 直接将整个火葬场笼罩 使得周围死气沉沉 月光都照不进来 只有火葬场内昏暗的灯光 勉强提供一点光亮 而这一点光亮 恰好照亮了于金波 那挂在天上的巨大鬼脸 显得更加阴森诡异 压迫感十足 就平面 于金波不屑一笑 即便是到如今 于金波依旧没把眼首一放在眼里 因为他是鬼王 因为他是于金波 呵呵 眼首一微微一笑 但笑中却暗藏杀鸡 他直接舞动斩破刀 在三元的帮助之下 朝着于金波的鬼脸砍去 这 于金波忽然面色一变 他发现眼首一这一刀并不简单 不论是从握刀的手法 还是从出刀的姿势来看 眼首一手中的似乎都不是一把刀 而是一柄剑 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刀 实则蕴含着六十年的剑意 如此诡异的情况 让于金波不得不防 鬼气当中探出了两只巨大的鬼手 抓向半空中正在飞速移动的眼首一和三元 于金波冷笑道 凡人就是凡人 即便你是什么鲁般传人 借助一只木鸟翱翔天界 也不可能像本王一样随心所欲 选择在天空上对本王出手 你小子还是太年轻了些 于金波认为 眼首一驾驭着木鸟飞行 动作肯定十分笨重 然而 他再一次被打脸 三元可不是普通的木鸟 他出自鲁般传人之手 身体更是用鹰木雕刻 体内还有一道真人魂魄控制 灵敏程度远超于金波的想象 更加让于金波吃惊的是 三元与眼首一配合密切 二人在半空中都能坐到如履平地 只见眼首一手持斩破刀 直接从三元的背上跳起 闪过于金波的大手 紧接着三元不知又从哪儿冒了出来 稳稳当当地接住眼首一 等到于金波回过神来之时 眼首一竟已经杀到他的面前 眼首一手握刀刃 以自己的鲜血激活斩破刀里的煞气 一瞬间斩破刀的刀刃上 燃烧起了黑色的火焰 真煞 离火赤刃咒 他一刀直劈 黑色的刀气纵横十米之长 狠狠地落在于金波的脸上 啊 于金波闪躲不及 背着一刀正中 巨大的鬼脸之上 赫然出现了一道长达十米的裂痕 如同一张木头面具 被斧头劈中 裂缝里 燃烧着黑色的煞气离火 让伤口无法复原 两只鬼手捂住于金波的鬼脸 在天空中一阵哀嚎 待他松开手之时 鬼脸变得更加争鸣恐怖 煞气 好浓郁的煞气 于金波震惊到 眼首一 你到底杀过多少人 如此浓郁的煞气 不可能凭空得到 即便是于金波自己 煞气也不足眼前眼首一的百分之一 根据他的推测 眼首一杀的人 恐怕是上万 不 可能有十万 地面上的许钱也万分震惊 作为打羹人 他更能感应到眼首一身上的煞气 让他觉得更加震惊的是 眼首一是如何在如此浓郁的煞气之中 还可以保持理智的 煞气 代表着嗜血 暴力 混乱 无序 疯狂 普通的小鬼 哪怕是沾染上一点 也会堕落成为杀人的厉鬼 可眼首一却能在这煞气当中 保持理智 甚至利用煞气 与淤金波过招 他到底是如何办到的 天空中 眼首一看着自己左手手掌心的伤口 伤口没有流出鲜血 却是一只黑色的煞气 在以往 这样的伤口早就恢复了 但因为煞气的原因 伤口却迟迟没有恢复 眼首一自言自语道 没想到煞气竟然和天煞失魁的身体相互制衡 一旦我使用煞气战斗 身体的恢复能力就会减弱 看来获得强大力量的同时 终究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 不过他心里并不遗憾 这世界上不会有平白得到的好处 既然煞气会阻止身体恢复 之后的战斗就要小心一些了 眼首一轻笑一声 眼中忽然闪过一道金光 下一秒 自他的胸口开始 似乎翻起了一道浅浅的波纹 仔细看去 波纹如同细细的蛇灵 这些灵片覆盖在眼首一的周身 好像一件软甲 保护着他的身体 却丝毫不影响他的动作 有着细灵凯的保护 眼首一便可放心出手 即便失手遭到攻击 应该也不至于直接断手断脚 当细灵凯成功被激活后 鱼金波终于忍不住了 仰天咆哮着 巨大的鬼脸急速收缩 汇聚成一团人形鬼气 如同陨石般向眼首一撞去 眼首一面色一变 直接与三元分开 本以为就此闪过 却没想到 竟还有第二团人形黑气 从刁钻的角度袭来 三元还在远处 眼首一身处半空中 没办法移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鬼气 朝自己撞来 碰 天空中传来一阵巨响 鬼气带着眼首一狠狠地 撞向火葬场前方的广场 烟尘四起 众人担忧不已 却见那烟尘当中 两团鬼气汇聚在一起 变成了鱼金波的真身 一个身高 足足有四层楼高的巨人 笼罩着火葬场上空的鬼气 也开始化作肉眼可见的气流 与鱼金波的身体融合在一起 渐渐地 那些鬼气在鱼金波的身上 形成一件血红色的甲咒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柄长毛 他的背上出现了一张弓箭 看到鱼金波这副全副武装的模样 众人知道鱼金波认真了 龙非诚着急到 热了狗了 这鱼金波装备怎么这么齐全 英九沉生说道 鱼金波已经有四百多岁了 他生前是明朝的一名统帅 竟然是统帅 难怪装备如此齐全 身披甲咒 手持长矛的鱼金波 冷冷地走向烟尘当中 他要杀那个搅局的鲁班传人 烟尘当中 严守一周身被戏林凯保护 却还是感觉身体十分难受 他按照自己太不小心 忘了鬼王的形态千变万化 刚才掉以轻心中了鱼金波的招数 好在有戏林凯的保护 让他不至于当场粉身碎骨 否则 就算他不再使用煞气 一时半会儿也恢复不了身体 只能沦为鱼金波的鱼肉 任他再割了 还没等他从深坑里爬起来 脑袋上方的烟尘忽然被划开 一根长矛直刺而下 严守一面色大变 急忙向一旁翻滚 长矛刺进土地里 毛尖没入 周围的泥土被强行翻起 什么鬼东西 严守一心头一惊 很快就猜到是鱼金波的武器 他连忙爬起身来 快步冲出 顺着长矛冲了出去 踩着长矛冲过那浓浓的烟尘 下一秒就看到鱼金波的真身 他毫不犹豫地朝鱼金波的眉心砍去 可这一次鱼金波早有防备 轻易闪躲 严守一只能落空 趁势跳到前来帮忙的三元的背上 与鱼金波拉开距离 众人看到严守一不仅没死 还能与鱼金波有一战之力 不由地松了口气 严金波可是前堂最强的鬼王 而严守一却能与之正面对抗 大家对严守一的实力又有了新的认识 鱼金波太强了 严守一齐在三元的背上 脸色不太好看 揪 三元的回应与严守一的观点一致 他们想要打败鱼金波 肯定不能硬碰硬 只能找弱点智取 鬼王也是鬼 他们的弱点就在眉心 一旦眉心受到重创 三魂七魄就会不稳 实力也大打折扣 但鬼王也不是傻子 他们必然会保护好自己的眉心 就如同龙会藏好自己的逆龄一般 除非 攻击一个让鱼金波更加在乎的东西 让他分心 就在鱼金波打算继续对严守一出手之时 严守一居然被三元带着与鱼金波 拉开了距离 下一秒便听到严守一喝道 段木前辈 英九前辈 韩三 你们三人帮我拖住鱼金波 只需要三分钟就好 我去宰了鱼金红 韩三等人闻言 毫不犹豫地出手 之前他们不出手 是因为严守一没开口 如果他们贸然加入战斗 反而有可能打断严守一的节奏 如今不一样了 严守一开口 他们必然全力以赴 鱼金波则是大怒 这小子不是自己的对手 竟干脆利落地放弃 直接转向对付鱼金红 更别提 他用了在这个字 说明在这小子的眼里 鬼王不是鬼王 而是和畜生一样卑劣地存在 鱼金波岂能放任严守一 他立刻要追上去 然而 段木却拦住了他的去路 只见段木手持一面三角火旗 火旗挥舞之间 鱼金波的脚下 瞬间燃起了熊熊烈火 要知道段木地火焰 可不是普通的火焰 那是焚化尸体的炉火 温度近千度 鱼金波被段木地火焰所困 眼看着严守一 已经杀向鱼金红 他心急如焚 直接化作鬼器冲天起 想走 韩三及时杀到 他从盗袍当中 丢出一大把盗符 那些盗符飞到半空中 竟结成了一张大网 直接网住鱼金波 将鱼金波拖向地面 可鱼金波也不是好惹的 落地之后的鱼金波 立刻挥舞长矛 将韩三召唤出来的大网割破 紧接着张开血盆大口 猛吸了一口气 吸到肚子 胀得如同一个热气球般大小 最后狠狠地吐出 段木的火焰 顿时被这飓风吹出了一条路径 火焰向着两旁移动 险些烧到了火葬场的建筑 眼看鱼金波要逃 鱼金波总算出手了 只见鱼金波咬破舌尖 与双手的食指 将全身上下致羊之血 混合在一起 凌空化浮 符禄刚刚完成 五道巨大的锁链 便从符禄中钻出 如同五条百米巨蟒 锁住了鱼金波的四肢和脖梗 日 浩强 韩三不仅感慨 这鱼金波乃是沈树珍的传人 是一名脸容师 修指甲化化妆 没想到一出手竟然如此厉害 鱼金波被这锁链锁困 怒不可遏 他眼看严手一 已经加入鱼金红与姚玉明的战斗 知道自己想要脱困 没那么简单 于是干脆放下长矛 取出了身后的长弓 长弓拉满 鬼气在弓弦上形成一支箭矢 这箭矢足足有六米之长 比镖枪还要长上几倍 背弃射中 恐怕胸口上 都要多出一个手臂粗的血窟窿 眼看鱼金波要在背后放冷箭 韩三也不能闲着 手中掌心雷频发 在干扰鱼金波的同时 又使出了一招撒斗成兵 无数英兵被韩三所召唤 朝着鱼金波发起冲锋 鱼金波无可奈何 只能见箭矢瞄准韩三的方向 待我杀了 你这个茅山弟子 再灭了眼手艺 今日你们一个人都逃不掉 鱼金波沉声吼道 韩三面色一变 赶紧闪躲 鱼金波的箭矢飞出 如同长了眼睛似的 紧紧地跟着韩三 韩兄往我这跑 许钱大喊道 韩三咬咬牙 朝着许钱跑去 虽不知道许钱有什么办法 但只能一试 许钱之前断了几根肋骨 这几天一直躺着休息 此时他呲牙咧嘴 挣扎着站了起来 拔出了腰间的斩马刀 他的眼睛 锁定了韩三身后的巨大箭矢 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战役 师父 今日一战 您期待已久 只可惜徒儿受伤 不能参战 这一刀就算是徒儿替您出手了 斩马刀 超长的斩马刀 正好对上巨大的箭矢 许钱忍痛跃起 从天而降 一刀将箭矢斩断 韩三惊得满头大汗 回头看到 箭矢已经被许钱给挡下了 顿时松了口气 谢谢啊 许钱捂着胸口说道 我的肋骨 好像又断了几根 你真是 韩三无奈 连忙搀扶着许钱到一旁坐下 一箭落空 之前韩三召唤出来的英兵 已经杀到于晶波的面前 他们在于晶波的面前 如同小孩 被于晶波一脚 就能踩得粉身碎骨 却还是前赴后继 三人的合力之下 竟然真的拖住于晶波了 另一边的于晶红也遭了殃 本来他与姚玉明之间的战斗 就处于下风 严守一突然杀来之后 于晶红直接无法还手 只能一边后退 一边骂娘 混账东西 两个打一个 简直不讲武德 这么多年来 于晶红一直受到于晶波的庇护 性格上一点都不像是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 反而像是几百年 还没活明白的二世祖少爷 而他的本事更是没见长 当年于晶波为了让于晶红 快速成长为鬼王 不知抓了多少厉鬼恶鬼 给于晶红吞噬 可以说是硬生生喂出了一个鬼王 这也导致于晶红看着强大 实则并没有什么真本事 空有一身鬼气 却不知怎么使 姚玉明就不一样了 他一看就是身经百战 从一开始就压着于晶红打 等到严守一加入 于晶红当场招架不住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掌心雷 金光咒 五雷正法 严守一使用各种法术 往于晶红身上招呼 打得于晶红节节败退 姚玉明更是趁机对于晶红 发起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于晶红再也扛不住两人的合力攻击 被姚玉明抓住机会 一口咬住的脖子 鬼王交手便是如此 原始 残暴 血腥 拳拳到肉 姚玉明咬住于晶红的脖子 于晶红的魂魄顿时暗淡了几分 似乎被姚玉明给吸收了去 于晶波见状大怒 姚玉明而赶 姚玉明冷哼一声 他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 这一次出手只能赢不能输 怎么可能不对于晶红下死手 于晶红也是真的怕了 伸手想要抓住几十米外的于晶波 眼神无助地喊道 大哥 救我 老二 于晶波目自欲裂 拼尽全力 竟然真的挣脱了 英九召唤出来的铁链束缚 英九受到反噬 喷出一口鲜血 倒在地上 我拦不住他了 刚刚安顿好许钱的韩三 又着急忙慌过来搀扶英九 他安慰道 没关系 我们尽力就好 严兄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虽然于家这两名鬼王 都不是什么好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 于晶波于晶红的兄弟之情极深 于晶波看到于晶红身陷危机 直接丧失理智 拼尽全力地要去救于晶波 但这也让严守一找到了破绽 只见于晶波化作狂风 冲到姚玉明的面前 打算解救于晶波 而就在这一刻 折服已久的严守一语三缘 从天而降 手中的斩破刀反握 直刺于晶波的眉心 于晶波面色大变 终于意识到自己踏入了陷阱 严守一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要先杀于晶红 只不过是故意与姚玉明演戏 让于晶波乱了分寸 而此时 严守一直冲着于晶波眉心来的这一刀 于晶波完全来不及闪躲格挡 于晶波 去死吧 严守一大喝一声 手中的斩破刀 狠狠地插进于晶波的眉心 刀身完全没入 只剩下刀柄 还握在严守一手中 大哥 于晶红发出一阵悲痛的呼喊 也奋力挣脱姚玉明 一掌拍向严守一 严守一尝试着拔出斩破刀 但几次却都拔不出来 无奈之下 只能暂时放弃斩破刀 抓着飞过的三缘的爪子离开 于晶红见状 也及时收住力道 没能误伤于晶波 大哥 你怎么样 于晶红一把拉住于晶波 正要查看情况 姚玉明却不给机会 无奈之下 于晶红只能松开手 继续与姚玉明周旋 严守一落地之后 与众人会合 回头之时 于晶波的身体轰然倒下 如同一座大楼坍塌 看到于晶波倒下 龙飞成忍不住问 于晶波完独子了吗 严守一脸色凝重 并没有妄下定论 只见于晶波二目无神 身体僵硬 浓浓的鬼气 从于晶波的眉心散出 真有那么一丝 要魂飞魄散的迹象 应该成了吧 段木的脸上 已经露出一丝喜意 要是杀了于晶波 剩下的于晶红与未清 就完全不足为惧了 按道理说 攻破了眉心 即便是鬼王 也难以让三魂七魄 继续凝聚 可得手了的严守一 却总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正当大家准备欢呼雀跃之时 本来已经倒下的于晶波 忽然动弹起来 他抬起了巨大的手掌 狠狠地拍向人群 颜守一面色一变 急忙带着身边的人逃跑 同时口中大喊 于晶波没死 大家快躲开 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于晶波死灰复燃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有一些人没来得及逃跑 当场被于晶波拍成肉泥 看到这一幕 颜守一眼里尽是愧疚 终究还是有人牺牲 颜哥 刚才钟颜也死了 侥幸活下来的龙飞成 脸色煞白地说道 颜守一叹了口气 虽然他已经尽力做到最好 但鬼王终究是鬼王 想让火葬场的人全都活下来 这本来就是天方夜谭 未经之际 只能再与于晶波一战 争取接下来 不要再有人死去 只是颜守一不明白 为何没心首创的于晶波 还能起死回生 哈哈哈哈 倒下的于晶波 在狂笑声中 重新站了起来 那些散掉的鬼气惊破 也全都被于晶波吸了回去 我于晶波纵横前堂数百年 今日一幕 我岂能不防 于晶波冷笑道 我的魂魄 早已用秘法与西湖勾连 西湖龙脉不断 我于晶波就不死不灭 听到于晶波的话 所有人心头一沉 皆是面如死灰 西湖龙脉不断 于晶波不死不灭 如果大家早知道这个秘密 去尝试掐断西湖龙脉 或许与于晶波 还有一战之力 可是到如今 大家自顾不暇 哪还有余力 去西湖断龙脉 难道于晶波 真就不可打败了吗 饶恕严守一 此时面对着于晶波 也想不出对付他的法子了 严大哥 催语投来求助的目光 唉 严守一重重地叹了口气 他不能告诉大家 自己拿于晶波 没有办法了 就算他是神仙 也算不到这一步 他能做的 就是与火葬场的朋友们 一起血战到最后 众人似乎也从严守一的眼中 读懂了他的决心 催语轻叹一口气 转过头对倩倩说道 倩倩 如果还有来生 我希望我们还能相见 倩倩咬了咬猪唇 脸上也露出复死之意 其他人也纷纷握拳 拿出武器 准备死战到底 此时此刻 没有人再有怨言 没有人再想退缩 大家只想在自己的家园上 打着最后一场 然后光荣地死去 看来 你们已经有所觉悟了 于晶波冷笑着拔出霉心的斩破刀 随手丢在严守一的面前 严守一 你处心积虑 最后也不过如此 如今你得知真相 是否感到绝望 严守一默默地捡起斩破刀 仰头盯着于晶波 淡淡地说道 我能杀你一次 就能杀你第二次 第三次 我不信 你是还真就不死不灭 就算是西湖的龙脉 也有耗尽的那一天 而我就杀到那一天 见严守一还不死心 于晶波怒火中烧 只怕你们这些蝼蚁 根本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了 于晶波一抬手 那长矛就被他吸到手中 他体内喷涌出的鬼气 甚至形成了一件鬼气披缝 正当他准备出手赶尽杀绝之时 意便突起 于晶波眉心的伤口 竟然开始溢出鬼气 他也在这一瞬间 从之前的杀意生疼 变得唯米不振 甚至连长矛都直接丢在地上 用双手捂着眉心 于晶波惊恐万分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之前被严守一次穿的眉心 不是已经恢复了吗 为何突然又开始外溢了 严守一也不能理解 发生了什么 怎么好端端的 号称不死不灭的于晶波 突然就尾了呢 就在这时 严守一的手机响起 他掏出一看 来电显示的名字是 柳英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于晶波没心处 那个被斩破刀戳穿的位置 不停地外泄着力量 原本自信满满的于晶波 竟然感受到了魂飞魄散的威胁 不由地不停弥谈 而严守一此时正巧接到柳英的电话 喂 喂 严守一 我们 你 电话那头传来柳英的声音 奈何于晶波不停地自言自语 严守一根本听不清柳英在说什么 于是他侧过头 用手捂着手机 道 柳小姐 你再说一遍 我这边有点吵 柳英 我们 你 西湖 怎么回事 我的力量为何会这样 我靠了 严守一气地放下手机 对着于晶波吼道 你他妈小声点 没看到我接电话呢吗 于晶波 你小子 这是什么意思 本王魂魄外泻 快要死了 还不让说话了 而且现在是什么场合 是你接电话的时候吗 但是被严守一这么一骂 于晶波直接呆滞住了 甚至忘了发怒 喂 你再说一遍 严守一怒气冲冲地说道 于晶波安静下来 柳英的话终于让严守一给听清楚了 怎么样 于晶波现在是不是很难受 严守一一愣 瞬间猜到了什么 从沈家出来以后 你说 你有要紧的事情要办 难不成是你 我和我师父 现在正在西湖呢 为了今晚一战 我师父提前一年布局 正是要掐断西湖的风水 断了于晶波的退路 柳英高兴道 严守一忍不住择舌 虽说眼前的这一幕 是因为自己的到来才出现的 但论布局的能力 这位素未蒙面的说书人银汤 才是最厉害的 银汤竟然早就在为这一天做准备了 他名里不帮任何一方 实则从一开始就选好了队伍 难怪最近出现的一只都是柳英 而银汤却迟迟没有现身 看来银汤这段时间 正是在为此时之事做筹划 柳姑娘 这次真是多亏你们了 本来已经束手无策的严守一 忽然间又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西湖风水被断 于晶波没有了力量来源 便不再是不死不灭 再加上 他如今眉心首创 魂魄外泻 被打败是迟早的事 严守一正要挂断电话 柳英又急着说道 等等 慢着 其实断西湖风水之事 不光是我和我师父的功劳 还有另一位前辈 不过这位前辈 在断了西湖风水之后 就已经在往火葬场赶了 想必你们 很快就会见到他 前辈 严守一诧意不已 这前堂 还有什么隐藏的高手吗 不过如今 柳英要卖关子 严守一也没空追问了 他挂断电话后 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众人 众人听后 顿时重振旗鼓 断目大笑道 天助我也 那我们就赶紧合力 先将于晶波给灭了 好 众人重新燃起斗志 开始对于晶波发起进攻 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哪怕是受伤的于晶波 也不是轻易能够对付的 几番交手下来 于晶波挡住了所有的攻击 甚至还有余力还手 重创了几名民间教派传人 严守一咬咬牙 火葬场的人 还是有些疏于练习了 如果今日在场的是 罗宁阿公他们 必定不是这个场面 但此时可不是抱怨的时候 虽然之前没有尝试过 但想必这一招的效果 不会太差 严守一低声自言自语 然后换来了三元 三元收起巨大的羽翼 落在严守一的面前 严守一伸手摸了摸三元的脑袋 对他说道 三元 咱们兄弟俩玩点刺激的 三元的眼中 露出了兴奋之色 看来他一向喜欢刺激 见三元同意 严守一直接咬破手指 用鲜血在三元的脸上 画出了一道对称的俘虏 北帝之宫 急来云情 历世使者 素质谈中 令寇急速 雷吼雷奔 天阴地黑 日月昏蒙 万魔拱手 扶到吉从 吞魔使鬼 减恶出凶 赶为黑绿 压至桑童 收送黑玉 永结无穷 沉沉长夜 剑刃刀锋 金无解印 万鬼臣服 黑色的煞气 自严守一体内涌出 疯狂地钻进三元的体内 他这是要用煞气驱动 鲁般传人的绝技 木魁法天 被煞气包裹的三元 身体关节处开始抽搐 他的双眼变得漆黑 体型竟然又增大了几分 三元 坚持住 严守一见状 急忙对三元使用控煞之术 很快便稳住了三元的意识 获得了强大力量的三元 突然张开羽翼 对着天空 发出嘹亮的鸣叫声 他的木头羽翼张开 一道道煞气扩散而出 此时的三元 不像是木鸟 更像是地狱的使者 很好 严守一直接跳到了三元的背上 兴奋地喊道 杀吧 揪 三元答应一声 奋力振齿 一人一鸟 瞬间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漫天的烟尘 速度好快 严守一心中大吃一惊 他也没料到 用煞气驱动的木魁法天 竟然如此变态 三元冲破云霄 而后看准了于金波 飞速俯冲而下 于金波也注意到了 严守一和三元 立即取下背后的长弓 拉满了弓弦怒道 你以为断了西护龙卖风水 我就会死吗 之前不过试上了你的套 之后可没那么容易 一根箭矢飞出 直直地袭向三元 三元健壮 竟收起羽翼 身体旋转起来 他的周身 被金光咒所覆盖 剑矢飞来 落在三元的羽翼之上 竟被直接弹开 没有伤到三元半分 你欧逼呀 三元 紧紧抓着三元身体的 严守一 忍不住说了粗话 因为三元身上的金光咒 并非是他使用的 而是他留在三元身上的 金光咒道符释放的 三元的身体里 有严守一放进的各种道符 可让三元自行使用 之前三元便经常用掌心雷符 帮助严守一 对付妖魔鬼怪 而这一次 他使用的金光咒 同时也是煞气驱动的金光咒 竟然连于金波拉满弓的 箭矢都弹开了 挡住了这一招 严守一和三元 便能直接杀到于金波的面前 而于金波 甚至连放下长弓的时间 都没有 杀 严守一紧咬牙关 手握斩破刀 准备给于金波 再来一记重创 混账混账混账 眼看严守一和三元 越来越近 于金波也急眼了 他直接抡起长弓 狠狠地打向三元 三元竟也不惯着于金波 不躲不闪 竟然要硬抗于金波这一招 长弓狠狠地打在三元的身上 三元一声不吭 扇动着翅膀 用后背扛住了长弓 于金波怒了 自己堂堂鬼王 何时连一只木鸟都对付不了 他低吼一声 身上的鬼气顺着长弓 朝三元爬去 如同一条条毒蛇 伺机要咬上三元 可三元依旧不躲不闪 此时 于金波忽然意识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 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眼手一呢 那小子 不在这木鸟的背上 于金波想到了什么 立刻抬起头 却见眼手一从天而降 手中的斩破刀 燃烧着黑色的火焰 再次刺向他的眉心 啊 于金波怒不可遏 可已经来不及阻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手一刺来 相同的位置 斩破刀再次齐根没入 本就眉心首创的于金波 再一次受到致命打击 他甚至丢掉了长弓 直接单膝跪在地上 表情扭曲 显然在忍受巨大的痛苦 眼手一紧抓着斩破刀的刀柄 挂在于金波的眉心处 他并没有满足于此 一拳又一拳地轰击在于金波的脸上 眼大哥又站上风了 崔宇万分激动 其他人也再次看到胜利的曙光 然而眼手一却不敢拖大 这于金波不可能只是如此 他必定还有底牌 果不其然 于金波在忍受住第一波的痛苦之后 直接一掌拍飞三元 又伸手去抓眼手一 眼手一这回学聪明了 一脚狠狠地踹在于金波的脑门上 借力拔出斩破刀 闪过了于金波的攻击 只是三元就没那么好运了 他直直落在火葬场的房屋之上 巨大的身体撞毁了好几座房屋 英九回头一看 顿时露出紧张之色 而三元缓过神之后 才发现自己竟然撞毁了 沈书珍所在的屋子 只见屋子已经塌了半边 沈书珍躺着的床 虽然没有被屋子碎片所压到 却直接暴露在外头 于金波瞬间注意到了昏迷中的沈书珍 沈书珍 一瞬间仇恨涌上心头 于金波嘀吼一声 化作鬼气冲向沈书珍 不好 快拦住他 眼手一面色大变 如今沈书珍陷入昏迷 毫无反抗之力 要是被于金波近身 必定是死无全尸的下场 所有人都紧张万分 使劲浑身解数去阻拦 可于金波化作的鬼气千变万化 大家根本拦不住他 三元 眼手一喝道 三元立即张开羽翼 将沈书珍保护在身下 他即便拼着自己的身体受创 也绝对不会让沈书珍受到半点伤害 然而 就在于金波即将杀到三元面前之时 他却忽然调转了方向 冲向了不远处 正在和卫青过招的沈唇 眼手一瞳孔咒缩 一瞬间明白 于金波想要做什么 杀一个沈书珍 对眼下的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变 于金波真正的目的是趁机杀了沈唇 让卫青能够腾出手来帮忙 这一招 刚才眼手一也用过 没想到于金波竟也学会了 沈唇与卫青过招 根本没注意到身后发生了什么 那于金波现身之后 手中的长矛直接刺穿了沈唇的胸膛 沈唇看着从胸口刺出的长矛 忍不住瞪大双眼 于金波站在沈唇的身后 冷声说道 沈唇 你选错了队伍 沈唇忍着痛 化作鬼气逃离 可谓青却追了上去 一掌将鬼气拍得四分五裂 你往哪逃 四分五裂的鬼气在远处重聚 聚成人形 刚刚现身的沈唇 直接就跪在了地上 老祖宗 地面上的沈家家主沈丰 忍不住大喊 沈唇剧烈地喘着粗气 每次喘气魂魄 都比之前要淡上几分 眼手一见撞 知道沈唇的情况不容乐观 恐怕已经没有在战之里了 他的脸色顿时无比难看 原本大家各自挑选对手 沈唇和姚玉明 都比魏青和于金红 要略胜一筹 只要耗下去 必定能获胜 可如今出现这么一个变故 让魏青藤出手来 火葬场的优势 瞬间荡然无存 沈唇捂着胸口 陈生说道 严首一 这个局势 不容乐观啊 严首一咽了口唾沫 说道 您老还有一战之力吗 沈唇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 再战也无非是若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但您现在收手 于金波也不会放过您 沈唇咬了咬牙 他也明白自己和沈家 都已经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了 哈哈哈哈 于金波发出狂妄的笑声 他与魏青并肩 如同两座大山 挡住了所有的月光 就凭你们 也想挑战鬼王世家的权威 躺避当车 不自量力 龙飞城不爽道 你有什么资格笑话我们 别人家小孩说话缺牙漏风 你说话脑门上的窟窿漏气 丢不丢人啊 于金波顿时噎住了 气得想直接灭了龙飞城 但此时更要紧的是 杀了掩首一或者沈唇 他没必要在一个无足轻重的龙飞城身上 浪费力气 等杀了这帮混账之后 于金波有的是时间慢慢折磨龙飞城 我不与你这只蝼蚁做口舌之证 于金波将目光转移向沈书贞 随后下令道 魏青 我来拖住他们二人 我去杀了沈书贞 杀沈书贞 就等于诛了火葬场众人的心 沈书贞一死 他们必然方寸大乱 魏青之前也被沈唇打得一肚子火 如今总算有机会报复了 别提有多开心了 二人化作鬼气 分头行动 严守一按道不好 正要去帮忙 魏青已经拦住了他的去路 小子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个鲁班传人 有什么本事 魏青冷笑道 沈唇眉头一皱 我们帮不了书贞了 众人距离沈书贞太远 此时根本没人能拦住余青波 余青波狂笑着 化作鬼气 飞向沈书贞 在那一片废墟当中 沈书贞依旧在昏迷当中 三元已经做好了拼命的准备 无论如何 一定要拦住余青波 太奶奶 余青波袭击沈书贞之时 一道身影 忽然冲到三元前头 是崔宇 谁都没有料到 一直以来胆小怕失的崔宇 今日竟然有勇气拦在 前堂鬼王霸主余青波的面前 他小小的身躯 在三元面前都不值一提 更别提在十几米高的余青波面前了 余青波 我不会让你伤我太奶奶半个毫毛 崔宇吼道 余青波化作鬼气 只有脑袋还在外头 他瞧见崔宇 便冷哼一声 压根没把这个小角色放在眼里 黑压压的鬼气当中 余青波的长毛 突然刺了出来 任谁拦在前头 余青波都不在乎 因为他的这柄长毛可以刺穿一切 不管是崔宇 还是三元 又或者是被他们保护在身后的沈书贞 三元急了 张开羽翼 将崔宇保护在身下 然而 地上突然钻出许多锁链 再次将余青波束缚 余青波愕然地看着四周 这不是脸绒师独有的勾地因锁吗 方才英九已经用过了 如今还有谁 难不成是沈书贞 可余青波定睛一看 沈书贞分明还在昏迷当中 三元缓缓地张开翅膀 只见被他所保护的崔宇 双手保持招法应的姿势 正是脸绒师召唤勾地因锁的法应 是崔宇 英九无比惊讶 他知道崔宇的本事 凭崔宇不可能召唤出如此粗壮的锁链 更不可能锁住余青波呀 崔宇咬着牙 脸色胀红 看着很是吃力 然而他却大喊道 颜大哥 我扛不住了 余青波回头一看 顿时震惊万分 只见远在魏青那头的颜首衣 竟然也保持着相同的姿势 这 这勾地因锁 不是崔宇召唤的 而是颜首衣召唤的 颜首衣的面前 足足有三道凌空画出的符路 他竟然也会脸容湿的勾地因锁 还是不对 余青波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他总算弄明白了 锁住自己的勾地因锁 是崔宇召唤出来的不错 但却经过了颜首衣的加持 二人合力 这才勉强困住 他于金波 赶上了 颜首衣抹了把汗 其实鲁班书中也有 记载着勾地因锁 正如鲁班书 也记载了扎指人的 金蝉脱鞘一样 只不过颜首衣 很少使用这一招 尤其是在前堂的时候 他不想贸然使用 冒犯到沈书珍和英九他们 但此时他也没办法了 必须使出这一招 于金波冷哼一声 说道 颜首衣 你确实大大出乎本王的意料 但你认为 这样就能拦住本王了 只见于金波的鬼气当中 伸出了两只大手 抓住束缚着长矛的锁链 呵 一阵抱贺以后 锁链应声而断 颜首衣忍不住后退两步 那魏青找到机会 顿时缠上颜首衣 让颜首衣无暇顾及 催雨这边 失去了颜首衣的帮助 催雨的锁链 变得又短又细 根本困不住于金波 于金波冷笑道 催雨 现在就剩下你与本王了 你觉得你能缠住 本王多久 催雨咬咬牙 再次召唤勾地阴锁 只是这一次的勾地阴锁 远不如之前 刚刚锁住于金波 就被于金波浑身一阵给震碎了 太奶奶 太奶奶您快醒醒啊 催雨疯了似的 不停地召唤勾地阴锁 前去阻挠于金波 于金波则是五动长矛 轻松破解那些阴锁 可就在于金波 以为杀审书贞之事 十拿九稳之时 催雨召唤出来的那些阴锁 竟然猛地胀大 猝不及防的于金波 顿时被无数条锁链锁住 他那如同乌云一般巨大的鬼气身躯 竟被阴锁锁成了粽子 不仅如此 地面上还有更多的锁链 源源不断地飞出来 捆住于金波的双手 长矛 甚至连脖子上都套了好几圈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于金波大惊失色 慌乱之下 没心处又一处不少鬼气 催雨也傻眼了 他也没反应过来 难道是颜大哥又出手帮忙了 可就算是颜大哥 也不可能召唤出这么多阴锁吧 难道是 催雨回头看去 只见躺在病床上的沈书贞 不知何时已经坐起 他穿着单薄的衣服 脸色苍白 虚弱地锁在那 单手举起 直指天空中的鱼金波 太奶奶 催雨喜出望外 没想到关键时刻 太奶奶竟然醒过来了 看到沈书贞醒来 颜首衣也松了口气 同时他也震惊于沈书贞的道行 那么多阴锁 得是何等道行才能达到 至少此时的颜首衣还办不到 也许自己的父亲颜仇出手 勉强能有这个水平吧 被沈书贞所困 鱼金波恼怒无比 发出咆哮 沈书贞 你已经是垂死之人 怎么还如此难缠 沈书贞剧烈地咳嗽 而后捂着胸口低声说道 你要动我的家人 我只能与你拼命 你就不怕魂飞魄散吗 若是我魂飞魄散 能换得前堂迎来黎明 老身死而无憾 你疯了 鱼金波疯狂地挣扎 奈何柳英和银汤 断了西湖龙脉 颜首衣又两次重创他的眉心 如今沈书贞殊死一搏 他竟然都已经没有反抗之力了 沈书贞见状 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随后他从贴身的口袋中 拿出了一道金色的道符 去 沈书贞丢出金色道符 道符迅速飞至鱼金波的脚下 下一秒 金色道符碎裂 化作无数金色的星光 星光又勾勒出一道巨大的法阵 五 众人的耳边 响起了奇怪的声音 只见巨大的法阵驱动 原本的水泥地 顷刻间变成无底深渊 里头的黑气 仿佛惊涛骇浪般涌动 光是站在一旁看一眼 就觉得心里骇然 双腿忍不住发抖 那 那是什么 龙飞城已经看傻了眼 即便是 跟着颜首一 经历了那么多的他 此时也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 这是 颜首一难难道 通往地狱的大门 脸容师 作为民间教派当中 来往于阴阳两界的百度人 拥有着开启通往地狱大门的本领 这一招 颜首一虽然不会 却曾听爷爷提起过 此招 名为碧落黄泉 沈书贞突然苏醒 使出脸容师的绝技 碧落黄泉 在那恐怖的场景之下 就连鬼王也黯然失色 之前气焰嚣张的于金波 此时在沈书贞的手笔面前 竟然也如同婴儿般无法反抗 但这其中 也有颜首一等人的功劳 于金波被无数粗壮的 勾地阴所束缚 根本无法动弹 满身的力量无处发现 他也注意到 下方那通往地狱的深渊 一时间慌了神 在阳间只要有关系 能留下来 阴曹地府也拿他没办法 可到了地狱 哪怕他是鬼王也要乖乖受刑 而根据他这些年 在阳间所做的一切 怕是刑罚 要从千年起步 于金波怕了 他疯狂地挣扎 可没了西湖龙脉 眉心又遭到重创的他 根本翻不起半点水化 尝试挣扎失败之后 于金波又换了一副面孔 丝毫没有之前嚣张的模样 低声下气地对沈书贞求饶 沈书贞 咱们好歹和平共处了这么多年 不看僧面看佛面 你高抬贵手吧 沈书贞却冷笑道 和平共处 如果我与你之间的关系 叫做和平共处的话 还会有今日一幕发生吗 于金波 你们心自问 这些年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陷害刘家 屠杀我沈家 一手培养的周家和魏家 在前堂横行霸道 多少无辜的百姓 和民间教派传人 死在你们的手里 不提我沈家被周玉虎囚禁多年的那些可怜女子 光是多年前的那一战 你知道我失去了多少只爱亲朋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 每当我闭上眼睛 他们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质问我为何委屈求全 为何不替天行道 于金波 今日你走到这一步 全是你自取灭亡 我若是不杀你 死后有什么颜面 去面对那些死在你手下的冤魂 又有什么颜面 去面对我死去多年的老伴 说到情深处 沈书贞浑浊的眼中 留下了两行热泪 多年前与于家一战 沈书贞痛失至爱 自己也开始走下坡路 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痛苦当中 为了保护火葬场剩下的民间教派传人 他不得不对鬼王世家低头 可他心中 那些仇 那些恨 何时忘记过 何曾敢忘 啊 沈书贞一生悲鸣 双手抓住锁链 开始将于金波往地狱里拖拽 于金波惊慌失措 万分恐惧 不禁喊起了自己弟弟的名字 金红 快救我 大哥 于金红怎么会不知道于金波这里的情况 可姚玉明着实难缠 他根本抽不开身 魏清想去帮忙 却被严手一和沈纯拦住了去路 估计于金波也没想到 原本他派去拖延严手一和沈纯的魏清 如今反倒被严手一和沈纯拖延 他给敌人下的镣铐 终究成为自己的枷锁 巨大的鬼气 正在一点一点的下沉 不论于金波怎么挣扎 始终逃不过堕入地狱的宿命 他过去怎么都想不到沈淑珍竟然有如此本事 如此强大的沈淑珍 怎么能忍气吞声这么多年 于金波当然不知道 沈淑珍之所以忍气吞声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保全火葬场的家人 但这一战 他已经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 甚至因为病入膏肓 沈淑珍拼尽了全力 眼看身体一点一点的没入深渊 于金波越发的恐惧 从开始的威胁变成了讨好 甚至变成了求饶 可沈淑珍没有半点手软 就在于金波的身体已经没入大半的时候 沈淑珍却身体一晃 喷出一口老血 倒在床下 奶奶 崔宇面色大变 连忙前去搀扶 他发现沈淑珍的手脚无比冰凉 好像死人一般 他顿时想到了什么 脸色煞白 声音颤抖 太奶奶 您 沈淑珍擦去嘴角的鲜血 笑着摸了摸崔宇的头 小宇 人总会有老趣的那一天 你在火葬场长大 生离死别 应该早就看开了才是 崔宇抿着嘴 眼泪却不争气地从眼角滑落 火葬场平日里 一天要烧掉七八具尸体 冬天更多 那些被送来的尸体 男女老少都有 前来送行的亲人们 哪一个不是哭得撕心裂肺 崔宇从小就看惯了这些生离死别 看着一具具尸体 送进焚化炉 烧成灰烬后 用小小的骨灰盒装出 人就这么没了 他以为自己早应该习惯 可当生离死别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之时 他才明白 这有多么痛苦 太奶奶 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您 您要是走了 这世界上 我就再没有亲人了 我就要孤身一人了 崔宇哽咽着说道 傻孩子 沈淑珍笑道 火葬场的这些人 都是你的家人 你好好待他们 他们也会代替太奶奶来爱你的 可是我舍不得 我真的舍不得 沈淑珍无奈 只能说道 太奶奶我 也想要去见你太爷爷 你不会不让我去吧 崔宇一愣 太爷爷多年前已经死了 可太奶奶却孤独地 在这个世界上活了这么久 唯一支撑着她 活下来的信念 也就是保护大家吧 如果有一天 大家已经不需要太奶奶的保护 为何不让太奶奶拂袖而去 去与太爷爷团聚呢 这一刻 崔宇忽然释怀了 她忍着泪水 松开了沈淑珍的手 沈淑珍深吸一口气 重新站了起来 她紧紧地抓着锁链 奋力向下拉扯 不 不要 在于金波惊恐的怒吼声中 沈淑珍用尽最后的力气 将她拽入地狱 大哥 于金红目自欲裂 不顾一切地甩开姚玉明 冲向地狱深渊 可还没等她冲到地狱的入口 入口便已经关闭了 那些粗壮的勾地因索 也化作星光消散 大哥 于金红双眼圆瞪 不敢相信地 看着恢复如初的地面 她突然发了风势的袍地 绝地三尺 认为这样就能把于金波挖出来 可于金波被送进了地狱 而不是这黄土之下 于金红终究是徒劳一场空 一代搅储于金波 在不甘的怒吼声中 被脸容师沈淑珍拖入地狱 她的弟弟于金红 仿若癫狂 不停地掘地 可阳间与地狱的距离 又启示着区区机密之身 就算于金红挖到太阳出山 也不可能再找回于金波了 哥 于金红终于接受现实 满身污泥的仰天怒吼 于金波庇护了她数百年 于金红从未想过 没有于金波的日子 会是如何的 而今 她要一个人面对一切了 收拾了于金波 沈淑珍也扛不住了 迎头倒向废墟 好在崔宇一直陪在沈淑珍的身边 连忙出手 将她搀扶着回到床上 尽管床上已经满是灰尘和碎石 沈奶奶 得控出来的段木与英九 还有少女倩倩 全都跑向沈淑珍 紧张又担心地围在她的床边 她们可都是沈淑珍一手栽培出来的 虽然与沈淑珍没有血缘关系 但那份亲情却是一样的 看到沈淑珍如今惨白的脸色 众人心里早有准备 却还是万分不舍 沈奶奶 您再坚持一下 严先生请来的古一很快就会到了 段木声音颤抖地说道 沈淑珍摇了摇头 说不出话来 严守一远远地看着 只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 当年在荣城西湖旁 邹叔叔的情况与沈奶奶一模一样 他们活到这个岁数 似乎能够预料到自己何时会死 尤其是沈淑珍如今心愿已了 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心里了无牵挂 不如一走了之 所以严守一没有上前去与沈淑珍说话 他只是在心中感慨 像于金波这样的鬼王 修炼了数百年才有如此实力 而如沈淑珍这样的普通人 再怎么保养身体 最多也不过活一百来岁 在这有限的时间里 沈奶奶 老天师 邹叔叔他们都拼尽全力 将自己最后一点余热散发 只为给这人世间留下一点清静 当年爷爷死的时候 却是那样的翘无声息 严守一轻轻叹气 老一代的人都在死去 这意味着他们的时代终将过去 新一代的人正在接受这个事件 不变的是 民间教派与正道人士的意志 将永世流传 人再变 可那份心不变 严守一握紧拳头 远远地对着沈淑珍弯腰行礼 这是他做一名民间教派后辈 对前辈最高的敬意 他也很想悲伤 但眼下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于金波虽然死了 但于金红和魏青还在肆虐 魏青那头还好 姚玉明战力不俗 根本不拘魏青 倒是这个于金红有些棘手 沈前辈 您还可以再战吗 严守一问道 沈淳魂魄魄已经有些透明 他摇了摇头 之前于金波偷袭 打得我措手不及 现在魂魄受到重创 恐怕无力再战了 才折损于金波这一名敌人 己方的沈淳 竟然也没有在战之力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但严守一不会去抱怨什么 而是召来三元 直接骑着他朝于金红孤身冲去 此时于金红心态不稳 正是偷袭的最好时机 大哥 于金红还沉浸在悲痛当中 他捂着头吼道 我一定杀了这帮人 给你陪葬 然而狠话才说完 严守一就已经杀到于金红的面前 燃烧着黑色火焰的斩破刀 直接向着于金红挥舞 于金红猝不及防 脸上被砍出了两道深深的刀痕 其中一道甚至险些 伤到他的眉心 于金红回过神来 眼神怨毒地看了一眼严守一 随后忽然张开双臂 身体爆炸成一团巨大的鬼气 鬼气上升到天空 遮天蔽日 于金红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严守一 本王记住你的名字了 杀兄之仇不共戴天 本王今日拼着魂飞魄散 也要让你体会一次这种刻骨铭心之痛 眼守一抬头看去 不由地皱起眉头 于金红 这是要同归于尽 只见被鬼气笼罩的天空 忽然下起了小雨 雨点滴落在火葬场院子里种的花草之上 花草竟然迅速枯萎 在一瞬间被抽取掉了所有生命力 是死雨 眼守一面色一变 提醒众人 大家快找地方躲起来 一旦被这死雨淋上 身体和魂魄都会受损 死雨乃是鬼王燃烧自身魂魄后 才可召唤出来的东西 死雨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大家听到眼守一的提醒 纷纷找地方躲避 可还是有人动作慢了几分 身上被死雨烧出了好几个窟窿 更可怕的是 他们的魂魄也相应受损 痛苦成倍增加 于金红在天空中狂笑道 享受死亡吧 死雨不仅能够吸食活物的生命力 更是能够腐蚀死物 如果任由于金红这么做下去 早晚大家头上的遮蔽物 也会被腐蚀 到时候 火葬场的人可就真的被赶紧杀绝了 眼守一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忽然间她想到了什么 直接收了身上的煞气 我是天煞狮魁 本就没有魂魄 身体更是能够快速恢复伤势 这死雨对我根本不起作用 可即便我能抗住死雨 那于金红如今真身不明 我孤身上天 恐怕也拿她没办法 难道就没有破解之法了吗 眼守一咬了咬牙 她不信 连鱼金波都死了 区区一个鱼金红 还能把大家逼上绝路不成 就在她思考之际 天地之间忽然响起一阵 亮亮的铜锣声 答案 和众人待在一块 身受重伤的许前 第一时间忍不住去抓自己 腰间挂着的铜锣 可她的铜锣分明还在身上 刚才那声铜锣 又是谁敲响的 许前脑海里 忽然出现了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让她欣喜若狂 师父 是我师父回来了 她忍不住大喊 却又因此而牵动伤口 把脸都咳子了 答案 又一声铜锣响起 宛若天地之间闪过的惊雷 让那躲在鬼气当中的鱼金红 痛苦万分 隐隐露出了真身所在 严守依惊讶地回头看去 随后露出笑容 原来柳姑娘所说的那位前辈 就是失踪许久的许前师父 打更人徐志平 在火葬场的入口 有一道脚踩水靴 穿着缩衣 戴着斗笠的中年男子 男子腰间别着马灯和铜锣 另一只手提着长长的斩马刀 答案 天干物燥 小心火灼 答案 死人自省 生人回避 一口嗓子喊破天 驱除邪魅 诸鬼必知 徐志平的声音洪亮 如同一口千年古中发出的声音 要比许前喊得更令人心安 仿佛恐怖的夜里 只要有他在 便不再需要害怕 师父 许前面露狂喜之色 只可惜 如今 他受伤严重 没办法下地迎接 虽然不知道徐志平这些年去了哪 为何又在这个时候现身 但徐志平的出现 无疑是加重了严守医这边的筹码 他每敲响一次铜锣 天上的鬼气 就要颤抖几分 严守医从鬼气当中 隐约看到有一道鬼影 正在捂着脑袋 忍受着痛苦 于晶红 我找到你了 严守医眼神一宁 当下下令 让三元带自己冲进鬼气当中 三元毫不犹豫 一人一鸟冲进鬼气 四周顿时一片漆黑 万籁俱静 仿佛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当中 严守医手持斩破刀 环顾四周 想要寻找于晶红的真身所在 奈何周围的鬼气 遮蔽了他的双眼 伸手不见五指 根本找不到于晶红 就在严守医茫然之时 铜锣声再次响起 鬼气似乎被一盏明灯照亮 在那一瞬间 严守医找到了捂着耳朵的于晶红 严守医与徐志平 就这么无声地隔空配合 于晶红 严守医低喝一声 从三元的背上一跃而起 手中的斩破刀高举 狠狠地砍向于晶红 于晶红大惊失色 用双手隔挡 巨大的力道 直接让严守医带着于晶红 冲出鬼气 重重地跌落在地 于晶红跪在地上 严守医手持斩破刀 强烈的气势 稳稳地压住了他 臭小子 你 五雷正法 严守医根本不想听于晶红废话 一瞬间发动五雷正法 他的周身闪耀起银白色的电蛇 沿着他的双臂 传导到斩破刀之上 啊 于晶红忍不住惨叫 铜锣声与五雷正法两相叠加 狠狠地鞭挞于晶红的魂魄 让他甚至没法摆脱斩破刀 徐志平见状 直接拔出了手里的斩马刀 严守医会议 用尽全力压制着于晶红 而身后的徐志平快步冲上前 长长的斩马刀 直接贯穿了于晶红的胸口 于晶红面色一变 松开了抵挡斩破刀的手 忍不住抓住了 从自己胸口穿出的斩马刀 去死吧 于晶红 严守医面露杀意 一个转身 手中的斩破刀 爆发出恐怖的力量 瞬间将于晶红的脑袋 站落在地 于晶红 死 死在严守医手下的鬼王 再添一个 严守医与于晶红的脑袋 同时落地 那颗圆滚滚的脑袋 在地上滚了几圈 终于停了下来 正好面对着身后的徐志平 于晶红二目无神 虚弱地问 没想到你还活着 徐志平默默地拔出了斩马刀 收回刀鞘 他冷声说道 我一直在前堂 那你为何从不现身 我就在你们瑜伽 徐志平转过身 说道 我生在前堂 长在前堂 却深知当年的我们 无力对抗你们鬼王世家 所以我抛下弟子 隐姓埋名 进入你瑜伽办事 折服了整整两年 终于让我等到了机会 于晶红瞪大了双眼 所以我大哥的龙脉 是你斩断的 自然是我 徐志平大方承认 没人知道 徐志平这两年吃了多少苦 他为了不暴露自己 甚至丢下许钱不管 他和沈树珍一样 在以不一样的方式 保护着前堂的百姓 而今日 终于是徐志平出山之日 徐志平打量着严守医 夸赞道 银汤和柳丫头 在我面前对你赞不绝口 此时一见 果然非凡 不愧是严家的后代 严守医略微惊讶 徐志平夸奖自己 并非是夸鲁般传人 而是夸严家后代 这说明徐志平应该也认识 自家的长辈 只是此时 严守医没功夫去深究 他对着徐志平谦虚一笑 然后一脚踩在于金红的脑袋上 微微用力 便让他魂飞魄散 徐志平见了 咪着眼说道 你这果敢的模样 像急了你父亲 前辈过奖了 严守医指了指魏青 道 那边还有一只呢 于金波堕入地狱 于金红魂飞魄散 之前来世汹汹的三只鬼王 如今只剩下魏青一个 而魏青要面对的是 严守医 徐志平 沈纯 姚玉明 还有火葬场的所有人 发现于金红也死了 魏青心惊胆战 他明白大势已去 却也知道 严守医他们 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 魏青根本没打算低头认输 而是转身就跑 只要能逃出前堂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但众人哪能让魏青逃走 那不是平白给自己留意后患吗 姚玉明施展鬼王法术 直接牵制了魏青的脚步 徐志平紧跟其后 铜锣不停地敲响 震得魏青耳晕目眩 眼花缭乱 严守一手持斩破刀 顾忌重施 请客间斩下魏青的脑袋 魏青 死 再强大的鬼王 孤身一人 也总有露出破绽的时候 魏青人头落地 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逃 但他还算硬气 竟然没有开口求饶 而是闭着双眼 等待着魂飞魄散之时 众人落地 严守一看着魏青的脑袋 问一旁的徐志平 徐前辈 魏青就交给您来处理吧 徐志平摸了摸自己的胡渣 忽然摘下了自己腰间别着的马灯 将魏青的魂魄收入其中 严守一不解 您这是 只见徐志平将马灯 往严守一怀里一塞 淡淡地说道 你帮助了前堂百姓 我们无以为报 这盏马灯乃是我打更人祖传之物 陪伴着我走过大街小巷 共计十余万里路 今日我便将它送给你 当作报答 徐志平行事风格果断 就算是送礼 也是送得如此干脆 严守一虽然不知道 这马灯到底有什么用 但看到马灯吸收了魏青的魂魄 想必不是什么普通的法宝 他有些迟疑 认为此等宝贝 应该由徐志平传给许前更好一些 眼看严守一犹豫 徐志平直接说道 许前那小子 已经由我祖师传下的另一盏马灯了 你无需担心 我所见过年轻一辈当中 有资格提起这盏马灯的 也只有你了 获得徐志平的认可 严守一勉强接受打更人的马灯 但这刚刚接下礼物 就问对方礼物的作用 似乎不太礼貌 所以 严守一只能安耐住心中的好奇 暂时将马灯塞进胯包里 打算之后 有机会再询问其功能 徐志平看到严守一 将那么大的一个马灯 直接塞到了小小的胯包里 不由地多看了几眼 好奇道 你这胯包是哪来的 胯包 严守一拍了拍包 说道 祖传的 祖传 徐志平干咳两声 这胯包虽然旧 但看着工艺 不像是传了上百年的样子 倒像是最近几十年的产物 说胯包是最近几十年的产物 倒也没错 因为严守一的胯包上 有着铁钮扣 塑料件的活扣 这特么显然不是传了上百年的东西 说是祖传有点夸张了 严守一尴尬一笑 这是我爷爷给我的 我也没多想 就觉得是祖传的了 你这个胯包倒是神奇 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 徐志平流露出回忆的神色 故人 严守一从未想过这胯包的来历 毕竟爷爷给他的宝贝多不胜数 胯包对他而言 只是用来装宝贝的东西罢了 谁买菜会纠结 塑料袋是哪来的呢 不过经徐志平这么一提醒 严守一倒是留了点心眼 如果这胯包是近几十年的产物 说不定制作胯包的人还活着呢 胯包看着不大 实则海纳百川 里面神奇的能塞下许多东西 能制作出这种胯包的人 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人 严守一忽然有兴趣 想要深究了解一下 他拍了拍胯包 说道 爷爷把胯包传给我之时 没有提及胯包是哪来的 只是教育 我才不外露 要把好东西都藏在胯包里 徐志平哭笑不得 你们鲁班传人的眼光太高了 对其他人而言 你的胯包 就是一件能遭人惦记的好宝贝了 谁还会在乎胯包里有什么 呃 这么说来 好像也对 严守一挠了挠后脑勺 这么多年他居然从未发现过这个问题 原来自己一直就把宝贝挂在身上呢 这些年来 不知道被贼人惦记过多少次了 徐志平说道 先不说这些了 那于金红的魂魄 也别浪费了 快去收了吧 我去看看书贞如何了 好 大战告捷 严守一瞬间轻松了许多 徐志平前去查看沈书贞之时 严守一便用马灯去收集于金红的魂魄 于金红早已经人手分离 脑袋更是被严守一踩碎 剩下的身体倒在地上 如同一座小山正在缓缓随风消散 严守一拿出马灯 心念一动 马灯就如同磁铁 于金红的身体就好像铁杀 全都被吸入其中 很快 于金红就消失了 但地上却掉落了一件东西 哟 还抱装备呢 龙飞城跑了过来 好奇地捡起掉落的东西 端在手里一看 是个绳扣 不过 拿过来我看看 严守一道 龙飞城将绳扔扔给严守一 严守一打亮了一番 忽然间面色一变 怎么了 龙飞城忙问道 这是劳山派的双绳扣 双绳扣两两一对 于金红将魂魄一分为二 分别寄托在两个双绳扣上 这样即便一道魂魄被灭 另一道魂魄也可以苟延残喘 这 这岂不是说 于金红还没有死透 龙飞城大惊失色 严守一沉着脸点点头 没错 没想到于金波如此照顾于金红 连他自己都没有使用双绳扣 却留给了于金红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严守一拿着双绳扣 直接跑向韩三和姚玉明等人 二人见到双绳扣 也是面色一变 这里还有不少上后工作需要处理 麻烦韩三你与姚前辈一起跑一趟 去于家祖宅看看 千万别让于金红给跑了 严守一说道 好 交给我们吧 韩三接过双绳扣 立刻与姚玉明出发前往于家祖宅 于金红另一道魂魄 此时肯定也受损严重 严守一倒不担心 韩三和姚玉明对付不了他 只是担心被那于金红给跑了 毕竟斩草药除根 留下于金红这个祸害 对火葬场和严守一而言 都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送走韩三和姚玉明 严守一心事重重 他转过身 看着火葬场里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战斗后的废墟 还有不少火葬场成员的断肢残骸 这场战斗虽然胜利了 但大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严守一心里颇为自责 虽然已经尽力设置陷阱 可终究还是没能完全压制住于金波他们 如果我能再强大一点就好了 对力量的渴望 是严守一不停前进的动力 而之所以渴望力量 并非是要主宰什么 只是希望能保护好 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正在严守一愧疚之时 一辆越野车冲进火葬场 在大家惊诧的目光之下 翁千象 王吉网还有老金 姗姗来迟 老翁 你们怎么才来啊 龙飞城上前责怪道 我们这儿都打完了 翁千象叹了口气 别提了 咱们在半路上遇到了许多麻烦事 今晚能赶来这儿 已经很不容易了 别说那些了 严守一拉着王吉网和老金说的 你们俩快跟我来 请王吉网和老金来 可全都是为了沈淑珍 而沈淑珍 在使用了黄泉碧落 带走了鱼金波之后 已经是行将就木了 严守一心里没底 不知道老金出手 还能不能保住他的性命 二人被严守一声拖硬拽 一脸猛逼的 就被带到废墟当中 大家听说古一传人来了 纷纷让开路 让三人挤进去 走到床边 严守一直接说道 老金 这位是沈奶奶 她病得很重 你快给看看 虽然还没搞懂情况 但出于作为古一传人的素养 老金直接开始给沈淑珍把脉 我太奶奶 她情况如何了 崔宇焦急地问 老金把了一会儿脉 便低着眼没说到 脉相微弱无力 几乎感觉不到张弛 常年救急折磨 再加上透支了太多生命力 别说是我了 就算是我齐皇派的老祖宗来了 恐怕也无力回天了 此言一出 无疑是宣判了沈淑珍死刑 围在一旁的人们 已经忍不住开始掉眼泪 段木和英九 虽不是沈淑珍的后代 却念着沈淑珍的养育之恩 此时两个铁蟹的汉子 却已经泣不成声 沈淑珍动了动手指 想要说什么 可声音却太小 大家根本听不清楚 没想到这时 竟然是年纪最小的崔宇 站了出来 呵斥道 都别哭了 既然太奶奶命不久矣 我们不如就好好地与她告别 让太奶奶放心地去 与太爷爷相聚 众人一愣 不可思议地看着崔宇 这小子一夜之间 好像长大了许多 沈淑珍露出欣慰的神色 微微笑了笑 轻轻抓住崔宇的手 想来沈淑珍最放不下的人 就是崔宇了 但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她看到了崔宇的成长 终于放下心了 徐志平轻声说道 淑珍 对不起 我隐藏了这么长时间 让整个前堂的重担 都压在你的身上了 沈淑珍摇摇头 似乎并不在意 许贤在大家的搀扶之下 靠近床檐 咧着嘴说道 沈奶奶 这两年 我也给您添麻烦了 当年的沈淑珍 崔岩江 徐志平三人 是前堂最杰出的 年轻一代民间教派传人 但多年前的那次惨案之后 崔岩江生死 沈淑珍对鬼王世家低头 只有徐志平还保持初心 在大街小巷保护老百姓 徐志平失踪后 许贤继承了许贤的衣钵 游走在大街小巷内 同时他心里对沈淑珍 也有点怨气 认为沈淑珍不应该委屈求全 可直到如今 许贤才明白 沈淑珍的用心良苦 没有沈淑珍 大家根本走不到这一步 早就被瑜伽给灭了 大家纷纷上前对沈淑珍告别 就连沈淳都来到沈淑珍身边 低声对她说了一声对不起 淑珍 当年我不愿意 你嫁给崔岩江 正是因为崔岩江太过正直 我猜中 你跟他不会有好结果 只是当年我考虑了一切 却唯独没有考虑到 你自己的感受 如今道歉 恐怕太迟了一些 面对沈淑的真诚道歉 沈淑珍依旧没有放在心上 或许是因为 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所以很多过去的事情 沈淑珍都已经不再牵挂 她说不出话来 却咳了好几声 嘴角止不住地 开始溢出鲜血 众人慌了 崔岩远连忙用袖子 为沈淑珍擦拭嘴角 这时 严守医忽然抓住了崔岩的手 崔岩 你让开一下 我有话要对沈奶奶说 崔岩一愣 默默地让到一旁 虽然不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非得要在现在说 但崔岩还是选择相信严守医 严守医将王吉网 拉到沈淑珍的面前 蹲在她的身边说道 沈奶奶 这位是王吉网 他是一名蛇刀人 我托我的朋友 替您烧了一件 崔爷爷的物件给老王 老王费了不少功夫 总算是算到了一些 过去的事情 老王 你自己来说吧 王吉网也蹲了下来 在沈淑珍耳边轻声说道 当年 您的丈夫被瑜伽鬼王追杀 身受重伤倒在路边 正巧遇到一个人贩子 在绑架小孩 您的丈夫伸出援手 打跑了人贩子 自己也添了几道伤 他知道自己没能力 再做什么了 于是拿出了身上所有的钱 让被绑架的孩子自己回家 后来 他又遇到了一名 快要冻死的流浪汉 自知命不久已的他 脱掉了自己的棉衣 送给了那名流浪汉 救了他一命 自己却因为体力不支 死在了路边 您的丈夫死前 并没有遭到路人的冷漠和折磨 他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 都在帮助老百姓 正如如今的您一样 王吉网说完 深深对着沈淑珍鞠躬 抬起头来之时 沈淑珍早已经泪流满面 眼里尽是释怀 他释怀了 他在人世间最后一点牵挂 已经烟消云散了 他知道自己这一生的奉献 没有白费 沈淑珍深吸一口气 露出一个轻松的微笑 那最后一口气便再也没有吐出来了 老金还搭着沈淑珍的脉 他等了足足有三分钟时间 才长叹一声 沈奶奶走了 沈默 沈默 还是沈默 火葬场陷入了长长的沈默 直到崔宇带着哭腔的一声鼻息 才点燃了众人心中的不舍和悲伤 沈奶奶 您一路走好 前堂就交给我们吧 我们不会让您和崔爷爷失望的 众人无力地 诉说着最后的话语 看着沈淑珍的身体一点点松弛 就好像一团曾经熊熊燃烧的烈火 正在缓缓熄灭 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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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了拍老金和王吉王的肩膀 是一两人跟着自己到外头去 把这里留给其他人 二人心情沉重 跟着沈首一 退到了外围 他们刚刚退出去 龙飞城和翁千象就凑了过来 沈奶奶走了 龙飞城低着头问道 沈首一点了点头 老金道 至少他走之前 知道了当年的真相 已经不留遗憾了 是啊 王吉王与沈首一对视一眼 心虚地点了点头 沈首一则是抬头看着天上的明月 他在心中自言自语 爷爷 您常教育我 不要说谎 要已成待人 但这一次我 必须撒这个谎了 事实上 就算王吉王拥有通晓过去的能力 也不可能算到 如此细枝末节的内容 王吉王 其实什么都没有算到 严首一费尽心思 让王吉王赶过来 其实就是为了让他亲口 对沈书珍撒谎 当年崔岩江到底经历了什么 恐怕已经没人能知道了 但这个善意的谎言 却能让沈书珍在弥留之际 不留遗憾 这是严首一 唯一能为沈书珍所做的事了 回头 看着悲伤的众人 严首一心里也不是滋味 话说回来 你们到底 在路上遇到了什么 怎么拖延了这么久才出现呢 龙飞城询问翁千象 翁千象叹了口气 哎 别提了 说出来都是血和泪啊 王吉王指了指他们开来的越野车 说道 老颜 你自己上车看看吧 车上的那女人 自称是你的老相好 呸 老朋友 严首一一愣 什么玩意儿 车上还有个女人 沈书珍去世的阴霾还没有扫去 严首一又听说 翁千象他们带了个女人回来 不由得好奇地走向越野车 自己这些年来 守身如玉认识的女人 无非就那几个 不可能走到哪儿 都遇到故人啊 还好老婆不在身边 否则可真不好解释了 来到车外 严首一探头往车里看 奈何车里漆黑一片 她什么都看不到 正当她打算敲玻璃之时 车窗后面忽然凑过来一张僵硬的鬼脸 吓了严首一一大跳 女鬼 严首一更诧异了 自己活的女人都不认识几个 哪又冒出了一个死女人 但很快误会就解除了 车里的女鬼降下车窗 摘掉了吓人的女鬼面具 露出了她的真容 此女的真容英气十足 五官精致立体 干净的脖子下方 有漂亮的倒三角 只看上半身 便知道此女的身材一顶一的棒 严首一面露惊讶之色 脱口而出对方的姓名 马景轩 马景轩 乃是当初严首一回陈家村时 在见王沐遇到的摸金校尉 当时除了马景轩以外 还有她的哥哥马欣平在场 他们二人为了救师傅 不得不加入江无声的转世周老板的队伍 前去发掘剑王墓 后来严首一与他们化敌为友 一起从剑王墓中 就出了自己奶奶温玉仙的魂魄 最后双方分别之时 马景轩还送了严首一和林子彤 一人一个迷你飞虎爪 飞虎爪现在还在严首一的袖子里藏着 之后好几次也派上了大用场 只不过分别之后 严首一就再也没有 听说过马家兄妹的消息了 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遇到马景轩 马景轩在这儿 那马兴平呢 严首一一肚子的疑惑 马景轩见到严首一 似乎松了口气 身上的担子都轻松了许多 他说道 严首一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看马景轩这副如释重负的表情 严首一便能够猜到 他们兄妹俩 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事了 这时 龙飞城从一旁凑了过来 看到车里的人竟然是马景轩 顿时高兴坏了 马姑娘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到底是上天的安排 还是命运的捉弄 让我们在这茫茫的人海当中 一次又一次地相遇邂逅 严首一一阵无语 正要出声提醒龙飞城 不要插嘴 后方的韩三又跑了过来 一只手扶着车窗 深情款款地看着马景轩 马小姐 你有打火机吗 马景轩摇了摇头 我不抽烟 哦 那你是怎么点燃我心里的火的 马景轩 王吉网和老金满脸 无奈地站在后头 王吉网吐槽道 韩三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翁千象点点头 我可不像那两只舔狗 王吉网 啊对对对 要知道 翁千象第一次见到 马景轩之时 舔得比韩三凶猛多了 不过后来被马景轩打了一顿 翁千象就老实了 声称自己不喜欢 太暴力的女人 所以把马景轩给拒绝了 马景轩此时 很想与严首一谈正事 奈何他一开口 韩三就立刻打断 你有没有闻到 什么烧焦的味道 马景轩还以为 哪里着火了呢 秀了几下后 摇了摇头 没有啊 没有吗 可我的心已经燃起来了 马景轩 滚 马景轩忍无可忍 直接推开车门 撞到了韩三的膝盖 韩三哀忧一声 疼得单脚直跳 跳到王吉网面前的时候 还想伸手让王吉网扶他一把 结果王吉网直接闪到一边 说道 闪一边去 你吐到我了 韩三跪在地上 心如死灰 这就是所谓的兄弟 你们一定是嫉妒 我比你们兽女孩子欢迎 所以才这么对我的 难受 想哭 不理会在暴风哭泣的韩三 严守一直接带着马景轩走到一旁 又把王吉网和翁千象喊了过来 说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马景轩出现在这儿 还非要见自己 肯定有非比寻常的原因 我先说 我先说 翁千象抢着说道 我们是在回来的路上相遇的 当时马姑娘真遭到 一堆恶鬼的追杀 老王出手就吓了她 本来我们也就是萍水相逢 可后来马姑娘听说我们认识你 就非要跟着我们一起过来找你 被恶鬼追杀 严守一惊讶道 马家兄妹是摸金校尉 对付僵尸和墓里的各种机关有一套 在巡龙探学上也有本领 但对付恶鬼 着实不是他们的强项 马景轩叹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我已经被恶鬼追杀了好久了 之前戴着面具 就是为了躲避追杀 龙飞城忍不住说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姑娘你尽管说 这里有我和严格呢 严守一翻了个白眼 活都让我干了 逼都给你装了是吧 提起原因 马景轩的脸色阴沉 好像在回忆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低声说道 从剑王墓回来之后 我们用肉灵芝救了师父 之后因为一些原因 我们前往了梨山北路 听到梨山北路四个字 严守一的眼皮忍不住挑了一下 梨山可正是他此行的目的地 而且 李跟苗的父亲李仲西也在那 我们 马景轩低头说道 我们去到了秦始皇陵墓 严守一 什么 龙飞城 那你 龙飞城并不知道秦始皇陵墓有什么 他的震惊不过是配合严守一而已 但严守一是真正震惊了 过去 他对秦始皇陵墓也不了解 只是知道大概 知道到目前为止 秦始皇陵墓都没有被真正挖掘 后来与柳英的聊天中 他才得知 秦始皇陵墓没有被发掘的原因 而马家兄妹竟然打起了秦始皇陵墓的主意 这不是正好撞在李仲西的枪口上了吗 严守一赶紧问道 你们进去了吗 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马景轩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看表情很是纠结 似乎心里有些话 不知该不该说 严守一皱了皱眉头 却没有逼问马景轩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很快 马景轩似乎想好了措辞 说道 我们进去了 还阴差阳错的 从里头带出了一样东西 马家兄妹是摸金校尉 从墓里头带东西出来 本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 所以 初听到马景轩说 他从秦始皇陵墓里带出东西时 严守一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 但当马景轩说出 他带出的是何物以后 严守一也坐不住了 我们带出的 是祖龙剑 严守一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了 可一旁的龙飞城 却不明白祖龙剑为何物 他好奇道 祖龙剑是什么 值钱吗 你们出货了没 严守一悠悠地解释道 祖龙就是秦始皇 你说祖龙剑是什么剑 龙飞城深吸一口气 差点就过去了 他扶着严守一问道 你 你们把秦始皇的剑给偷了 我 我靠 秦始皇可是距今两千多年的人物了 比目前他们见过那些活了几百年的鬼王 都要久远的多 已经完全超出了龙飞城的认知范畴 他只知道 马景轩带出来的剑 绝对价值连城 严守一说道 传说中 祖龙剑在西平龙泉所著 史记 宰曰 西平有龙泉水 可以翠刀剑 特兼力 故有龙泉之剑 处之宝剑也 太康帝纪 干将 墨爷良炳神剑也是 出自西平 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之后 召集天下制剑名将 历史三载 组成定秦宝剑 秦始皇命令李斯 在剑上撰刻定秦二字 其意为 彰显天下统一之伟业 定秦剑有二 以为阿旁定秦剑 以为官台定秦剑 阿旁定秦剑 作为镇国之宝 埋于阿旁宫下 另一把官台定秦剑 则作为秦始皇的随身配剑 号令天下 俗名祖龙剑 定秦两剑 开创天子宝剑历史先河 成为权力 地位 正义 力量的象征 祖龙剑更是凝聚了 春秋战国时期 天下最高铸剑技法 时亡者之剑 被后世誉为 天下第一剑 听了严守一 介绍完这祖龙剑的来头 龙非诚吃惊的张大嘴巴 而后问道 你出货了吗 卖了多少钱啊 马景轩无奈地摇摇头 这种绝世珍宝 怎么可能轻易卖掉 而且我的麻烦 也正是祖龙剑带来的 严守一没有着急提出 观看祖龙剑的要求 而是认真的问起 马景轩事情的来龙去脉 同时关心马兴平 到底去了哪 提起马兴平 马景轩的脸色更难看了 他叹了口气 缓缓诉说起 事情的前因后果 他们兄妹二人 到了离山北路之后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穿过了秦始皇 设在墓中的水银陷阱 抵达了传说中的 秦始皇陵墓 在陵墓当中 他们见到了之前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宏伟宫殿 宫殿中有无数人勇 宫义与兵马俑一般 只不过这些人勇 并非全都是士兵 人勇有朝中大臣 也有太监宦官 更有妃子宫女 这些人勇 分布在宫殿的各个角落 姿态各异 整个宫殿仿佛 记录了某一瞬间咸阳宫 这些人勇 更像是活人在一瞬间 变成了人勇 马家兄妹二人 在陵墓中转悠了许久 最后去到了朝堂之上 就看到秦始皇模样的人勇 坐在皇位上 他的腰间正佩戴着祖龙剑 马兴平虽然一直手脚老实 但当时也没能抗住诱惑 去触碰了祖龙剑 却没想到 这一碰就遇到了大麻烦 任勇秦始皇忽然苏醒 抓住了马兴平 大喊他是刺客 整个咸阳宫在那一瞬间 似乎活过来了 无数兵马人涌涌入宫内 追杀他们二人 马兴平情急之下 抢走了祖龙剑用来防身 兄妹二人齐心协力 好不容易才逃脱出来 可马兴平却在最后时刻 将祖龙剑交给了马兴萱 自己转身又回到了陵墓内 还主动堵住了他们打的盗洞 让马兴萱无法再回去 拿到了祖龙剑的马兴萱 几次尝试回到陵墓 却始终不得办法 与此同时 他开始遭遇到了 各种来历不明的恶鬼偷袭 由于不善捉鬼 马兴萱只能被迫逃命 正在逃命的途中 遇到了翁千象和王极王 这才有了如今这一幕 我怀疑 那些恶鬼都是被祖龙剑所吸引 前来抢夺祖龙剑的 马兴萱叹气道 可我哥哥还在陵墓中 不知是生是死 那祖龙剑 我断不能交给那些恶鬼 想着祖龙剑 或许能在解救我哥哥的时候 派上用场 你做得没错 严守一安慰道 祖龙剑在墓中两千年 又有始皇帝的龙气加深 成为恶鬼们眼中的香伯伯 也是很正常的 不过好在 现在有我们在这儿 你不必再担惊受怕了 没错 马姑娘 不卸下了心中的担子 马兴萱露出了一丝疲态 谢谢你们 他带着严守一他们 回到越野车旁 从后备箱里 拿出了一个长长的剑侠 交到了严守一的手中 说道 这就是祖龙剑 我信不过别人 唯独能信你 严守一 替我好好保护他好吗 其实马兴萱也信任龙飞城 不把祖龙剑交给龙飞城 只是单纯地觉得 他保护不了祖龙剑而已 严守一接过剑侠 觉得剑侠竟然异常沉重 马兴萱做完这一切 竟然打了个哈欠 还没来得及钻进车里 就昏睡过去了 严守一一手抱着剑侠 一手拖着马兴萱 连忙喊龙飞城帮忙 这才把马兴萱 抬到车里躺下 王吉网说道 马姑娘为了躲避恶鬼追杀 已经一周没有睡下了 在他亲眼见到你之前 即便是我们在他身边 他都没有放松警惕 严守一叹了口气 他防备心中 你们应该能理解 王吉网和翁千相表示 不会把此事放在心上 那沉重的剑侠 如今就在严守一的怀里 只要他愿意打开 就能一睹祖龙剑的风采 但严守一却忍住了 打开剑侠的欲望 直接将剑侠背在身上 对众人说道 祖龙剑 还是等马姑娘醒来 在一起看吧 眼下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处理呢 说完 严守一看向火葬场的众人 沈淑珍死去 大家还没能从悲伤中走出 严守一决定在前堂多停留几日 至少等到沈淑珍过完头七 这是他作为鲁班传人 对民间教派前辈的尊重 火葬场悲壮一战的七日后 这是脸容师沈淑珍头七的日子 也是在那悲壮一战当中 所有牺牲了的民间教派传人们的头七 幸存下来的人们 在火葬场的废墟里 点上隐魂灯 指引那些牺牲的魂魄 回到家里看一眼 三天前 在沈淑珍出病的时候 是崔宇亲手替沈淑珍脸容 所有人来瞻仰沈淑珍的怡容 他的模样十分安详 仿佛只是睡着了而已 甚至气色比生前还要好一些 这或许是因为 沈淑珍肩上的担子 心里的过往 全都放下了 英九看着沈淑珍的怡容 没有在哭泣 而是夸奖崔宇的手艺有长进 沈淑珍等人的死 换来了一个更美好的前堂 这是几代人的心愿 终于在他们这一代达成了 沈淑珍下葬时 崔宇一言不发 年轻的眼睛里 透露着成熟和稳重 严守一看着崔宇 仿佛看到了自己 过去他和崔宇一样 生活在爷爷严百祥的庇护之下 自己也任性过 也淘气过 后来爷爷突然离世 他一瞬间就变得成熟稳重了 尤其是在孤身闯荣城的那段时间 他经历了太多的失而复得 沈淑珍等人下葬了 投妻之后 英九送他们去地府转世投胎 就连沈淑珍都没有回来 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可以像温玉仙 张山通那样留在人间 但他们最后还是选择转世投胎 包括沈淑珍 这一世成为民间教派传人 他们已经吃尽了苦头 只希望尽快能去到下一世 忘记一切痛苦 拥抱一个全新的人生 沈淑珍死了 崔宇还年轻 如今火葬场的担子 就落在了段木和英九身上 本来二人还有些惶恐 认为资历比他们老的徐志平 更适合领导大家 但徐志平置不在此 他更喜欢游走民间 用直接行动来保护百姓 当所有一世全部结束后 段木和英九在火葬场的院子里 设了一桌饭菜 专门款待严守一等人 严守一 龙飞城 韩三 翁千象 老金 王吉网 柳英 马景轩 抗金龙 许前 徐志平等人全都出席 席间段木和英九 不停地感谢严守一 甚至向严守一道歉 说他们当初不应该排斥严守一 严守一当然是摇头表示 他们不要带有歉意 天下民间教派 本就该是一家 大家公愁交错之间 严守一被他们灌了不少酒 徐志平身为前辈 却单独进了严守一一杯 严守一受宠若惊 连忙站起来 双手举杯 将杯子低举 动作十分规矩谦虚 徐志平伸手抬高了严守一的杯子 让他的杯子与自己的齐平 而后说道 严守一 若是没有你 前堂不知多久才能有如今的光景 反倒是我 这么多年来 一直无力改变前堂 你受得起我这一杯酒 严守一万分惭愧 前辈已经给了礼物 这杯酒 还是我敬您吧 好小子 徐志平看了一眼许前 许前后知后觉 赶紧跟着师父一起敬酒 一杯酒下肚 严守一终于有机会问徐志平 有关于马登的问题了 前辈 您的马登 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徐志平一拍脑门 笑道 倒是我忘了 给你解释了 疏忽疏忽 小雪 你给严守一介绍介绍吧 许前当然乐意 他说道 马登是我们打羹人祖传的宝贝 他能够吸收鬼魂的精魄 将之进化 供给其他的鬼物吸收 我们打羹人过去走夜路 其实也不是孤身一人 厉害的打羹人会养着一群小鬼傍身 马登就是用来喂养小鬼的宝贝 听许前这么一介绍 严守一顿时领会 有了这马登 以后他捉鬼之时 就可以用马登将恶鬼的精魄吸收 再给三元 珠山灶 严鬼 甚至是林子同养的黑川露 他们吸收了 这样一来 也能加快他们的修炼速度 这可是个好宝贝 严守一感激不已 又进了徐志平三杯 徐志平或许是喝高了 走到严守一身边 按着他的肩膀 醉熏熏地说道 严守一 民间教派 不能没有你啊 严守一听得头皮发麻 羞愧不已 连连摇头 钱被过奖了 不是过奖 不是过奖 徐志平语重心长地摇了摇头 许前过来 搀扶着徐志平 对严守一道歉道 严兄 我师父酒量不好 他今天开心 就多喝了几杯 不碍事 不碍事 严守一连忙摆手 等到饭局结束 严守一也有些喝高了 他甚至跑到路边吐了一会儿 好久没有喝得这么醉了 严守一擦了擦嘴角 苦笑一声 他的体质异于常人 本是谦卑不到 但也扛不住大家的热情 一顿饭 他喝了十二瓶二锅头 想不吐都难啊 正在严守一扶着树休息之时 柳英从后面拍了拍他的后背 说道 你多吐点 吐完差不多就能醒酒了 一会儿我带你去见我师父 沈淑珍下葬那天 柳英的师父银汤 曾经出现过一会儿 不过他只是 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就走了 严守一没能来得及 严守一严谈他打招呼 银汤是说书人 喜欢利于中立 即便是这次对付 鬼王世家的行动 他也一直是 通过柳英来出手帮忙 之前柳英答应过严守一 会带他去见银汤 没想到 居然是在今晚 严守一擦了擦嘴角 说道 我没事了 真的 柳英眨了眨眼睛 你想想我的车技 我再去吐花 把肚子都清空后 严守一用柳英 递过来的矿泉水漱口 还洗了八脸 尽量把自己收拾收拾 这才坐上车 上车后他才发现 抗金龙也坐在车里 他想起上次自己问柳英 抗金龙问了他什么问题之时 柳英回答说 抗金龙问的问题 要由他师父来回答 所以 抗金龙出现在车里 应该也是要跟着一块聚见银汤吧 严守一对抗金龙说道 希望今晚你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抗金龙默默地点点头 柳英发动车子 带着严守一上路 这山路崎岖 柳英车技又堪比林子彤 就算严守一早有准备 还是差点没抗住 他吐槽道 让我坐你的车 还不如再与鬼王们打一场 你会有机会的 柳英笑道 毕竟那鱼金红 不是已经逃掉了吗 他肯定会再找你麻烦的 严守一 七天之前 严守一打败于金红后 在他的魂魄里发现了双生扣 就急忙让姚家鬼王姚玉明 去于家祖宅 然而 还是晚了一步 当姚玉明抵达于家祖宅之时 于家祖宅 早已经人去楼空 于金红的残魂 带着于家的人 逃之夭夭了 这对大家而言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于金红瑕疵必报 这次让他活命 他早晚会找机会报复的 但大家现在又没有什么线索 也十分无奈 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随时等待于金红的反击 当柳英开着车 将严守一和抗金龙 送到西湖边的月路书院之时 书院里竟然还是高棚满座 热闹非凡 依旧是卖过入门的门槛 严守一便清晰地听到了 说书人说书的声音 遗憾的是他来迟了一步 进来后还没听上几句 台上的说书人 已经用醒目做了收尾 结束了今晚的演出 客人们意犹未尽 但天色已晚 便三三两两地往外走 他们面色愉悦 似乎还沉浸在 说书人的故事当中 不停地和同行的朋友 回味着那荡气回肠的故事 路过严守一他们身边之时 客人们认出了柳英 纷纷上前打招呼 而严守一的目光 则是越过了这些宾客 注意到了台上一身长袍 端坐着喝茶的说书人银汤 银汤的个头不算高大 甚至有些矮小 一把年纪了 还竖着大背头 戴着一副小圆墨镜 留着小撇小胡子 看着便是那种 金鱼计算的人 像集了古装片里的帐房先生 严守一远远地 对着银汤抱拳弯腰行李 银汤露出一丝笑容 示意严守一他们 到他面前去坐 等严守一等人走过去 月露书院也差不多清空了 下人给他们上了一壶热茶 便退了出去 顺手关上了书院的大门 这偌大的厅堂里 只有严守一 抗金龙 银汤和柳英 柳英笑着说道 严守一 我师父可是十分欣赏你呢 严守一惭愧地说道 我只是小辈 还望银前辈能多多指点 你谦虚了 银汤朗声道 历代鲁班传人 都是人中龙凤 尤其是你们严家人 说着 银汤又斜看了一眼抗金龙 补充道 你除外 严守一的眼角抽了抽 他没想到 银汤说话如此直接 这是在指责抗金龙 背信弃义 跟着李根苗残害同僚 还是说 抗金龙犹如鲁班传人的名声 总之都不是什么好话 抗金龙面无表情 对银汤的评价 并不放在心上 在银汤身边 柳英就是乖乖女 老老实实地给大家倒茶 这是上好的 银前龙井 银汤介绍道 银前龙井 来是清明节前采摘制作的 龙井茶叶 严守一端起 透明的茶杯往里一看 这茶叶青绿透亮 叶片匀整而有光泽 和烘干过的武夷山盐茶 完全不同 浅尝一口 味道清甜 入口柔和清香 给人一种清新自然质感 严守一忍不住露出遗憾的表情 柳英不乐意了 严守一 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师父可是拿真品茶叶招待你呢 严守一连忙解释道 我遗憾是因为觉得浪费了如此好茶 如果今晚少喝点酒 早点过来就能配着这好茶 听一听银前辈的说书 现在只喝茶 耳边空落落的 总觉得欠缺了点什么 银汤听了哈哈大笑 好小子 严家人居然还会拍马屁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不是溜须拍马 严守一认真的说道 行 姑姐就信你了 银汤习惯性地去摸醒目 但回过神来 此时并不是在说书 于是拿起折扇 啪的一声打开 然后轻轻摇动 折扇里扇出一股清香 令人心神疑名 这次请你们过来 主要是想感谢你们 对前堂所做的事 银汤说道 作为回报 我愿意回答你们 一人一个问题 严守一早有准备 也猜到银汤会这么做 他倒是不着急 所以转头看向抗金龙 你先问吧 他知道 抗金龙等这一天 等很久了 抗金龙的脸色 终于不那么僵硬了 他咬了咬牙 似乎是在活动下巴 和腮帮子 你知道娱乐摇吗 许久抗金龙 才憋出这么一句话 银汤摇了摇折扇 我知道叫娱乐摇的 就有三十几个 不知你问的是哪一个 你知道我是魏长青 就应该知道 我问的是哪个娱乐摇 银汤瞪了抗金龙一眼 要不是看在 严守一的面子上 我根本懒得见你 毕竟七天前 你根本没有出手 但我帮你 也是在帮严守一 严守一干笑两声 为抗金龙的无礼 向银汤道歉 好在银汤并不计较 只听银汤淡淡地说道 他不叫娱乐摇 他的真名叫伤如慢 抗金龙微微一震 眼神有些游离 他没有想到 自己念到了那么多年的名字 竟然是个假名字 银汤才刚刚开口 就给了抗金龙沉重一击 但银汤可不打算就此闭嘴 他接着说道 伤如慢来自于一个江湖门派 门派的名字不提也罢 这个门派以行骗为生 专门挑选一些 长相上乘的小姑娘拐走 然后洗脑 培养成骗子 再指使他们牺牲色相色诱目标 以达到行骗的目的 在你遇到伤如慢之前 他已经成功骗了两个香江的负伤 你初见他之时 他还是个小乞丐 但实际上 他早就腰缠忘惯了 抗金龙的脸色有些难看 因为银汤说得对 当初自己认识于乐瑶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在路边 快要冻死的小乞丐 但自己惦记了这么多年的人 被银汤用如此轻描淡写的语气 狠狠击碎 他心里还是有几分怒意 你怎么证明 你说的是对的 抗金龙冷声问 银汤笑着说道 这个门派的弟子 自小就在身后尾锥的位置上 纹上一朵野薔薇 你可曾见过 此言一出 抗金龙顿时哑口无言 他见过 鱼乐瑶 不对 是伤如慢的身上 的确有这个纹身 因为纹身纹在私密处 所以抗金龙可以肯定 除了自己以外 不会有人知道 除非 这个纹身不止他一人拥有 话指于此 抗金龙已经相信了大半 鱼乐瑶 的确是为了鲁班书下卷 才接近我的 那师父和师兄 岂不是没有做错 错的人一直是我 抗金龙心里堵得慌 一时间有些迷茫 毕竟一个人要承认 过去自己二十年来做的 诠释措施 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 严守一看在眼里 正打算出言安慰 抗金龙几句 而银汤此时 却说道 但是 伤如慢的门派 还有一条规矩 他们一定会隐藏好 自己的野薔薇 一旦野薔薇被人看到 就必须金盆洗手 换言之 你能够看到伤如慢的野薔薇 就说明 他当年接近你 并不是为了鲁班书下卷 而是真的爱上了你 随着真相被银汤揭开 抗金龙那麻木的脸上 总算有了一丝表情 他先是错愕 随后是惊恐 最后眼神里闪过一丝愤怒 转头死死地盯着严守一 乐瑶不是坏人 你的爷爷和父亲错杀了他 抗金龙咬牙切齿地说道 严守一事先 也不知会是这个答案 所以第一时间 不知该如何作答 突然 抗金龙伸手掐住了 严守一的脖子 只听抗金龙怒吼 你们严家人错杀了他 抗金龙道横高深 力量也非比寻常 即便严守一事 天煞失魁 依旧被他掐得喘不过气来 柳英急了 赶紧要去拦着抗金龙 但抗金龙 只是随手丢出一张道符 便在二人之间 设置了一道透明屏障 任凭柳英怎么努力 都无法靠近分侯 魏长青 你冷静点 柳英喊道 可此时 抗金龙怎么可能还听得近话 他的眼里充满了愤痕 自打严守一把他 从龙虎山救出以后 抗金龙心里也时常在想 倘若当年自己心爱的女人 的确目的不纯 那即便自己做了十几年的错事 也依旧有与严家人 重归于好的机会 他多么希望错的人是自己 然而就在他自己 都快认为娱乐瑶是骗子之时 银汤却说出了残酷的真相 反而将抗金龙逼得无路可退 他痛苦了十几年 倘若真相就是这样 他怎么可能不报仇 师父 柳英几次闯关无果 只能责怪地质问银汤 师父 严守一终归是咱们前堂的恩人 您怎么不帮着他点 反而恩将仇报落井下石呢 银汤淡然道 我只是说出真相而已 可这个真相 会害死无辜的人 会害死严守一的 柳英急得跺脚 你看 魏长青都快把他给掐死了 然而 银汤还是不为所动 抗金龙掐着严守一 但也只是如此 没有再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其实他心里也清楚 冤有投债有主 自己真的要报仇 也应该去找严筹才对 你不说点什么吗 抗金龙喝道 严守一浑然不拒 淡淡地说道 我想等你冷静一点再说 闻言 抗金龙愣了愣 随后稍微收住点手上的力气 你说 严守一眼珠子斜到一旁 看向银汤 道 银前辈 说话大喘气可不好 我相信您只说了一半的真相吧 银汤此时才露出笑容 没错 师父 您这柳英有点梦了 只听银汤说道 我方才说 商如曼给你看了他的野强微纹身 只能证明他确实爱你 但不能证明 他对鲁班书下卷没有想法 抗金龙双眼一瞪 似乎想到了什么 银汤接着说道 商如曼爱你是真的 但他要偷鲁班书下卷也是真的 当时他奉师门之命去接近你 任务便是偷走鲁班书下卷 并且杀光所有的鲁班传人 至于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必严守一和你都清楚 银汤这后半句话 让当年的真相 有了180度的反转 抗金龙不敢相信地 看向严守一 严守一指了指 抗金龙掐着自己脖子的手 抗金龙回过神来 缓缓地松开手 嗨嗨 严守一咳嗽了几声 让自己声音恢复 才说道 在龙虎山将你放出来之后 我找父亲了解了当年之事 父亲告诉我 他发现鱼乐瑶想要下毒 害死我爷爷 并且得知了鱼乐瑶 意图偷走鲁班书下卷的事情 本还想留他一条性命 奈何鱼乐瑶主动对他们出手 他们这才不得不痛下杀手 在鱼乐瑶死后 你和我们严家反目成仇 父亲和爷爷也曾想追寻真相 只可惜 鱼乐瑶将自己的来历藏得太深 所以才一直没有线索 而在银前辈说出真相之前 我对当年之事也仅有猜测 不能确认 抗金龙 鱼乐瑶爱你没错 但他同样也想要鲁班书下卷 想要我父亲和爷爷的命 倘若是你 你会如何选择 面对严守一的质问 抗金龙一时间竟也不知如何作答 一边是自己深爱的女人 一边是自己的师父和手足兄弟 怎么选 更何况 当年严百祥与严仇出手杀了鱼乐瑶 也仅仅只是为了自保而已 抗金龙做不出决定 眼神也开始闪躲 不敢直视严守一 严守一却叹了口气 去年 爷爷病重 我爸被关在监狱里 只有我陪在爷爷身边 爷爷在弥留之际 曾经说过几句异语 当时我不能理解 现在才终于明白 爷爷说 早知难逃一死 不如当年死在鱼乐瑶手下 这样长青就不会走了 魏长青 鱼乐瑶之死 不仅你一人耿耿于怀 我爷爷他临死之前 都未能释怀 这是严守一 第一次喊魏长青的真名 爷爷背负着对你的愧疚 度过了本该享福的晚年 甚至他在临死之前 喊的不是我的名字 也不是我爸的名字 而是你的名字 魏长青浑身一颤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 严百祥的模样 曾几何时 魏长青也将严百祥 当作父亲般敬爱 可是多年前的那场误会 却是让自己与师父 老死不相往来 二人心中都无法迈过那道坎 互相怀揣着痛苦 稀里糊涂地过了几十年 魏长青 爷爷始终对你抱有愧疚 他老人家之所以会愧疚 是因为始终相信你的为人 认为是他自己 把你逼到了歪门邪道上 他惋惜 他后悔 他甚至愿意用自己的性命 把你带回正途 只可惜 他阳寿已尽 什么都还来不及做 严守医深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吐出 在龙虎山之时 我也想杀了你一了百了 可以想到爷爷说的那些话 流的那些泪 我就觉得 即便你再危险 我也要带你找到当年的真相 倘若有机会 更是要将你带回正途 这才算失了了爷爷最后的遗愿 这才是严守医冒着风险 要带着魏长青的真正原因 也正是如此 严守才同意 让严守医带着魏长青离开 因为即便在严守的心里 也一直渴望着真相 他对于真相的渴望 丝毫不弱于魏长青 正所谓 当局者迷 旁观者倾 银汤和柳英在一旁沉默地看着 心里也忍不住感慨 错的人 不是魏长青 也不是严守医的父亲和爷爷 错的只是那该死的缘分 命运的作弄 还有迟来的真相 只是一切都没有从来的机会了 师父 魏长青的脸上 缓缓滑落一滴泪珠 他低下头 双手抓着自己的衣角 肩膀止不住地颤抖 嘴里有想说的话 却说不出 只是从牙缝里挤出一些乌叶声 尘封了多年的真相 终于被银汤揭开 而魏长青也因此陷入悔恨当中 命运的捉弄 让他荒废了十几年的时光 既没能从娱乐瑶之死中走出 还错过了送师父最后一程的机会 甚至做了那么多违心之事 最让他痛苦的是 如今真相大白 他还无法再去责怪谁 他想恨娱乐瑶有二心 娱乐瑶死了 他想恨师父出手太重 可师父也已经死了 魏长青如此痛苦 根本无暇再去思考其他 他一时间难以走出情绪 便抹了一把眼泪 起身说道 我出去冷静冷静 好 我就在这里 眼手一点点头 魏长青深深地看了眼手一眼 然后走出了月露书院 等他走后 柳英才尝出一口气 刚才太危险了 我以为他真的要对你出手 银汤笑道 他不会的 怎么不会了 刚才他差点就掐死眼手一了 柳英责怪道 你现在倒是挺护着外人呢 银汤颇有深意地 看了柳英一眼 柳英一愣 随后气得甚至动手打了银汤一下 师父 您胡说什么呢 眼手一也有点不好意思 不安地挪了挪身子 银汤笑着摇摇头 他怎么会看不出来 自己的徒儿 对眼手一有好感呢 不过眼手一如此优秀 这次对付瑜伽 又沉着冷静 逃女孩子喜欢 是很正常的事 只不过发忽于情 只忽于礼 喜欢归喜欢 柳英不可能对眼手一 有更多的想法 所以 银汤才故意调侃柳英 眼手一抱全说道 方才多谢银前辈相助了 柳英疑惑道 我师父怎么就帮忙了 他刚才差点害了你啊 银手一苦笑着摇摇头 看向银汤 银汤轻描淡写地摇着折扇 简单地解释起来 其实这一回 银汤明面上 在回答魏长青的问题 实际上却是在帮助银手一 一旦解除了误会 魏长青回到正途 必定为银手一所用 成为对付里根苗最大的助力 能有魏长青相助 这笔银汤 能给的任何回报 都要珍贵 而之前 银汤故意把话说到一半 实际上也是欲擒故纵 先让魏长青误会银手一 再说出真相 让魏长青心生愧疚 银手一也猜到了 银汤想要做什么 所以才配合着银汤 说出了方才的那段话 解释到这儿 银汤夸赞银手一 你小子看着忠厚老实 实际上聪明得很 竟然一下子就猜中我的意图 还全都接下了 银手一却严肃道 晚辈刚才所说的话 还有那些情感 全都是真实的 就算前辈不做那些设计 我也会把这番话 原封不动地再说一遍 你就不怕真相 和你想的不一样 万一错的人 真的是你爷爷呢 银汤冷笑道 银手一摇了摇头 魏长青是什么反应 并不在我算计的范畴之内 爷爷一直惦记着他 我也一直以真心待他 好一个有情有义 银汤点点头 眼神很是欣赏 柳英看了看银汤 又看了看银手一 忽然有点泄气 我一直以为 我已经算是聪明人了 结果刚才你们的那番对话 我居然完全在状况外 作为说书人银汤的传人 柳英自然时时刻刻 拿自己与银汤做对比 只是今天这么一对比 他发现自己还很嫩 银汤哈哈大笑 银手一此时忽然问道 前辈 您所说的那些真相 是真的吗 柳英一惊 直接上手捂住 严手一的嘴巴 遗者不听 听者不疑 这是我们这行 最基本的规矩 说书人是很忌讳别人质疑 我们的消息真假的 柳英小声说道 你这是犯了大忌了 如果说书人的消息 可以轻易被质疑 那么他们就不存在什么信誉了 所以自古以来 说书人都不喜欢 别人质疑他们的信息真假 一旦被质疑了 恐怕就永远不会再与此人来往 银汤果然拉下脸来 但嘴上却留情了 看在你救了前堂的份上 这次我可以不与你计较 严手一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 连声道歉 好在银汤确实没计较 只是解释道 我一直注意着 星玄山派的动向 所以对身为28星秀 抗金龙的魏长青 也有深入调查 我可以保证 今日所说之事 没有半句虚假 这个规矩 魏长青是知道的 所以他之前都没有半句质疑 严手一感激道 还是多谢前辈了 先别着急谢我 银汤淡淡地说道 本来我还打算再回答 你一个问题的 但鉴于你刚才的话 我改变主意了 严手一满脸愧疚 认错态度诚恳 柳英也帮助严手一求情 哎呀 师傅 严手一这次多辛苦啊 您要是不回答他的问题 我就私下回答几个 你 银汤气得吹胡子瞪眼 你敢 柳英缩了缩脑袋 小声嘀咕道 反正我已经出师了 我还管不了 你了是吧 银汤折起折扇 用折扇散 敲了一下柳英的脑袋 柳英这才老实下来 而后银汤说道 我不回答你问题 却可以给你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记录了 里根苗手下二十八星宿 和十二元臣的来历 至于那四只无鬼 他们太过于神秘 我们至今还没有调查出什么结果 所以暂时无法给你提供消息了 严守一文言 惊喜万分 虽然他损失了一次提问的机会 但却得到了里根苗手下的名单资料 这可为严守一对付新玄山派 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一旦严守一掌握了这些人的过往 必定能找到他们的弱点 甚至做到不战而胜的地步 若是让严守一问 银汤一个问题 他恐怕还真不知问什么好呢 所以 银汤的惩罚 反而让严守一更加开心了 银汤对柳英使了个眼色 柳英便拿出了厚厚的一叠名单资料 放在严守一的面前 严守一随手翻看了几页 发现这些资料详细无比 比翁千项的民间教派 名册内容要丰富得多 这里头不仅记载着 那十二元臣和二十八星秀的姓名来历 更是记录了他们的生平 甚至是特点 性格 弱点 只要回去详细地看一遍 之后若是里根苗再派人出手 严守一眼 就可以认出对方的身份来历 也可以利用这里头记载的弱点 来对付对方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份名单里 还有已经死去的几人 例如 窦目谢鹤之镜 牛金牛陈堂 女土福江城安 虚日蜀陆魁 甚至是已经跟在严守一身边 多日的抗金龙魏长青 都还在名单里 这就意味着 名单并不是最新的 兴许里根苗那儿 已经有所调动 不过严守一并没有得了便宜还卖乖 收下了名单以后 对银汤连声道谢 似乎也不再对之前 严守一的冒犯而置气了 他重新打开折扇 轻声说道 还有最后一件事 我必须告诉你 严守一正色道 前辈请说 在你们来之前 我接待了一位客人 告诉了他一些事 这些事会对你产生影响 谁 瑜伽的人 银汤沉声说道 此言一出 就连柳英都坐不住了 师父 我怎么越来越看不透您了呢 此言何意 银汤斜眼看着柳英 柳英娇声说道 瑜伽是我们的敌人 于金红这次逃脱 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根刺 他的人来见您 您怎么不喊 我们过来把他抓起来 反而把他当作客人 要知道 柳英可是过去的刘家人 与瑜伽那是不共戴天之仇 严守一虽然也觉得奇怪 却沉住气 还是先听听前辈的解释吧 银汤悠悠说道 那名瑜伽人 是我安插在 于金红身边的眼线 我找他过来 是故意让他给于金红 透露一些严守一的行踪 啊 柳英愣了愣 严守一 你下一站是要去离山吧 银汤问 严守一点了点头 没错 大概率会去离山北路 长安附近 我猜也是如此 银汤笑道 我向于金波 透露了你的行踪 以于金波的性格 必定会在长安埋伏 找你的麻烦 到时候 你顺手 将它解决了就好 严守一哭笑不得 前辈 于金红好歹也是鬼王 顺手一词 用得会不会不太贴切 他也很难保证 自己到了长安以后 不会遇到新的敌人 尤其是他 还得去秦始皇陵墓 找马兴平 万一于金红 在这个时候插手 那麻烦可就大了 但银汤却一副 胸有成竹的模样 十分淡定地说道 于金红在长安 其实有不少朋友 所以到时候 你去了长安 遇到的也肯定 不只是于金红一个鬼王 说不定现在 长安十一只鬼王 就已经在等着你了 十一只 严守一面色一变 前辈未免太看得起 我了 长安市十三朝古都 先后有西州 秦 新莽 东汉 西晋 前兆 前秦 后秦 西魏 北周 隋 唐王朝都在此建都 所以那儿的鬼王数量 可远比前堂要多得多 而且那些鬼王世家 有的还是曾经的皇族 不论是财力 权力 还是人脉 又或者是鬼王实力 都不是区区前堂可比的 严守一此时压力倍增 甚至在思考 要不要绕道行 又或者多叫些帮手 却见银汤从怀里拿出了一张信封 轻轻一丢 那信封就自动飞到了严守一手中 这是 这是我写的推荐信 你到了长安之后 去寻月露书院 那里的说书人收到此信后 会安排一些人手给你 严守一大吃一惊 长安的民间教派传人 已经如此团结了吗 算不上团结 目前也只是利益交话而已 银汤意味深长地看着严守一 但如果你到了那儿 说不定就能改变目前的局面了 银汤这话饱含深意 严守一也领会到了其中一二 想必是经过这次前堂事件之后 银汤看出了自己的凝聚力 所以想借此机会 让自己去整顿整顿长安的民间教派 倘若自己办不到 至少能铲除了鱼金红 但如果办到了 对大家都有好处 银汤这布局能力 让严守一很是佩服 只是严守一不会让任何人摆布自己的人生 到了长安之后 该怎么做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了 严守一收下信封 问道 前辈 还有什么没说的话 没送的礼物 不如一起掏出来吧 哼 臭小子 银汤没好气地哼哼一声 你真把我当冤大头了是吧 告诉你 我现在就剩下一个女徒了 你要是想要 就也带走吧 省得她在我身边叽叽喳喳的 师父 您这么说话 就不怕我将来不给您送终 柳英称怪道 银汤哈哈大笑 又后悔自己交出了这么一个伶牙利齿的女徒 只怕再过两年 自己都要说不过她咯 所以不如趁着现在还有力气 多调侃她几句 柳英恨恨地说道 到时候 师父宁静火葬场 皮肉骨头都烧干净了 就剩下嘴皮子 谁让您嘴皮子硬 行了行了 为师不调侃 你还不行吗 银汤认怂了 白白手说道 没事 你把严守一和魏长青送回去吧 哼 柳英红着脸起身 出去准备开车 严守一觉得 银汤和柳英这种仕途关系 还挺有趣的 笑着起身与银汤说再见 银汤点了点头 也不起身送了 只是坐在原地 轻轻地哼着小曲 从月路书院出来 柳英去开车了 严守一看到 站在西湖边上 背影落寞的魏长青 他走上前 与魏长青肩并肩 轻声说道 魏长青 现在你已经知道真相 是去使留 做好准备了吗 你怎么开始喊我魏长青了 在弄清楚真相之前 我就喊你抗金龙 那要你杀我的时候 至少我们还是敌人 但现在真相大白 我便改口喊你魏长青 因为我还把你当作我的二叔 爷爷最喜欢的弟子 魏长青听后 沉默了一阵 巴巴 柳英开的车到了 停在他们身后按喇叭 催促他们快点上车 魏长青忽然转身 坐上了柳英的车 而后降下窗户 对严守一说道 我还欠龙飞城三万块钱 还清了我再走 回去的路上 柳英似乎是觉得 银汤有些招待不周 还私下向严守一道歉 不过严守一此时 哪在乎这个 对他而言 能让魏长青回归正道 就已经是巨大的收获了 只是柳英没想太多 他尤其对银汤 向余金红 透露严守一行踪之事 耿耿于怀 于是他对严守一说道 其实我师父泄露你的行踪 还有别的目的 哦 什么目的 严守一好奇道 我也说不清楚 只是隐约知道点内情 似乎你这次去长安 用得上那些鬼王 还有这事 这可真把严守一说猛了 一帮鬼王能对自己有什么用 难道银汤的真正目的 不是让自己去收拾鬼王 亦或是整顿长安民间教派 总不可能是去整顿鬼王世家吧 严守一思来想去 也想不出结果 再问柳英 柳英也说不出什么 所以然来了 无奈 严守一只能说声谢谢 在此事上留个心眼 当三人回到火葬场之时 宴席早就结束了 只剩下几个没喝酒的 在收拾残局 我还要回岳路书院 明天再来给你们送行 再见了 柳英说完 便开着车离开了 下了车的魏长青 竟然破天荒地调侃起严守一来 他似乎真的对你有意思 严守一答道 相比于柳英对我有意思 我更惊讶 你竟然开始调侃我了 要知道 之前魏长青可是个闷游瓶 根本不屑于和严守一说话的 魏长青露出一抹僵硬的笑容 我现在是你的二叔 关心关心你的婚事很正常 谢谢二叔 但我已经有家事了 严守一微微一笑 二人之间的关系 无形之中拉近了不少 想必经过今晚 魏长青便能逐渐想通 慢慢回归正途了 可喜可贺 前堂的事情告一段落 严守一决定 明日踏上新的旅途 明日 前往黎山北路 三秦之地 十三朝古都长安 回到住处 严守一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回忆在前堂所经历的事 他忽然觉得前路漫漫 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 只可惜 今晚徐志平喝得太醉了 自己还没来得及和他聊跨包的来历 正在严守一回忆之时 他的手机忽然接到了视频请求 掏出一看 乃是林子彤拨来的 严守一忍不住露出幸福的傻笑 自打龙虎山分开后 严守一回去忙着继任驴山派掌门 而严守一也在忙着对付前堂的鬼王世家 两人这几天都没什么交流 想必今晚林子彤也是忙完了 才有空联系自己 于是他点开视频 只见画面一阵晃动 只能看到林子彤白皙性感的锁骨 随后镜头固定 林子彤身体往后 严守一才看清 林子彤竟竟然在泡澡呢 浴缸里的泡泡盖住了所有关键部位 只是从水中露出林子彤的脑袋 和两个小膝盖 却让严守一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林子彤看到严守一这副模样 忍不住笑道 要不你明天先回荣城待两天 反正现在交通便利 荣城坐飞机去长安 也不过几个小时而已 严守一咳嗽几声 回过神来 尴尬地说道 为了等神奶奶过头期 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了 马欣平还生死为捕呢 事实上 严守一每天都会将自己遇到的事情 发短信告诉林子彤 也是为了让林子彤安心留在荣城 所以 林子彤也知道 严守一身边都发生了什么事 他叹了口气 说道 得亏马锦轩身上有马欣平的童心锁 能知道马欣平是生是死 童心锁是个神奇的宝贝 一滴精血便可让其与主人同生共死 一旦童心锁碎裂 说明主人也已经遭遇不测 过去摸金校尉一旦下幕 就是九死一生 童心的伙伴不知道的情况 童心锁碎了 说明对方已经遭遇不测 下方很有可能十分危险 马锦轩身上的童心锁 至今还没有任何动静 说明马欣平还活着 严守一问道 你在荣城这几天过得如何 想不到想要继任掌门之位 要学得居然这么多 提到此事 林子彤就忍不住头疼 他整个人泡在浴缸里 皱着眉头说道 怎么于露明继任天师之位 说上就上呢 严守一安慰道 于露明毕竟滋滋不倦地 读了十几年的书 可是留在荣城 真的好无聊啊 林子彤想了想 说要不我去长安找你们吧 啊 这 严守一当然是乐意的 但又觉得 林子彤不该丢下驴山派不管 所以有些犹豫 见严守一如此犹豫 林子彤忍不住撅起小嘴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 怕我过去坏了你的好事 天大的冤枉啊 严守一连忙举起双手 我可是一向洁身自好的 不信你问小龙 话音才落 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 一道女子的声音传来 严守一 你睡了吗 严守一 林子彤大怒 直接把手机对到自己面前 谁 严守一哭笑不得 拿着手机说道 我也不晓得 但是我行的端坐的正 不怕你怀疑 这就开门让你瞅瞅 为了消除误会 严守一直接拿着手机去开门 开门之后 他松了口气 门外正是马景轩 而且 马景轩穿的密布透风 不像是来勾引自己的 马景轩见严守一拿着手机 忽然间反应过来 尴尬地说道 你在与林姑娘视频吗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了 林子彤见识熟人 也不怀疑了 只是疑惑道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马景轩小声说道 明天我们就要启程去长安了 那祖龙剑 哦 祖龙剑 严守一从夸包里拿出了剑匣 问道 你打算要回去吗 不 马景轩摇头道 我只是想问你 你还不打算打开看一看吗 我 严守一和林子彤都感到诧异 这祖龙剑 可是马家兄妹 拼死从秦始皇陵里带出来的 为什么非要让严守一看一眼呢 见二人如此诧异 马景轩只能坦白 哎 我也不瞒着你们了 这祖龙剑 乃是我们受人之托 特意去秦始皇陵中寻找 带出来送给你的 送给我 严守一大吃一惊 严守一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祖龙剑 还能和自己扯上关系 正巧林子彤也在场 二人倒是可以共同见证 和分析一下情况 先进来说吧 林子彤主动说道 马景轩走进屋 发现视频里林子彤正在泡澡 不由得有些脸红 要不我迟点再过来 这都几点了 再迟天都亮了 严守一哭笑不得地说道 没事的 林子彤暂时关了视频 穿上了干净柔软的浴袍 这才重新打开视频 严守一给马景轩倒了杯茶 实在是没忍住 你们说受人之托 是谁请你们去 秦始皇陵取祖龙剑的 聪明的林子彤直接说道 还需要想吗 当然是你罢了 严守一身边 唯一和马家兄妹有交集的 也就只有严筹了 其实严守一也猜到会是 自己老爸请求的 但他还是想听马景轩亲口确认 马景轩点了点头 上次在陈家村 你父亲指点了我们一番 让我们有幸进入秦始皇陵墓 作为交换 我们替你取回了祖龙剑 这交换感觉 对你们而言不怎么划算呢 严守一吐槽道 那秦始皇陵墓 买张门票就能去了 还需要我爸指点你们什么吗 买门票去的只是兵马俑 真正的秦始皇陵墓 至今没人进入过 你父亲指点我们的是一条秘密通道 直通陵墓内部 马景轩解释道 严守一恍然大悟 这才觉得合理 对摸金校尉而言 帝王墓那是比金钱全力 美酒美女 更有诱惑力的地方 他们已进入过帝王墓为傲 更别提这次严仇让他们进的 还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六国的 秦始皇陵墓 别说让他们带把祖龙剑回来了 就算是让他们把秦始皇的尸体搬出来 恐怕马家兄妹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只是严守一无法理解的是 为何自己老爸要大费周章 从秦始皇陵里 弄出一把祖龙剑送给自己 林子彤说道 是不是因为你快过生日了 严守一眼皮狂跳 过生日也没听说送死人的东西啊 再说了 我过个生日而已 没必要送祖龙剑这种东西吧 不管怎么想 严守一还是觉得太夸张了点 马景宣道 我也始终想不通 所以还是希望你 尽早打开剑匣 亲眼看一看祖龙剑 说不定就能有什么头绪了 说的也对 像祖龙剑这种宝贝 严仇不可能平白无故地 让马家兄妹去取 之所以这么做 必然有一番用意 一切的秘密 都藏在这祖龙剑身上 于是 严守一从胯包中取出巨大的剑匣 摆在桌子上 而后让马景宣帮忙拿着手机 让林子彤一起观看祖龙剑的开箱过程 马景宣有点无奈 他以为严守一会按捺不住好奇心 自己打开剑匣 没想到过去了七天 他愣是没打开看一眼 自己不得不过来催他 剑匣由青铜铸造 呈现出古朴的青铜绿 上面有着红色的绣迹 图案则是踏云麒麟 半生双龙 虽然形象不如现代化那样的饱满逼真 却别有一股神秘之欲 严守一抚摸着剑匣 说道 这剑匣 剑匣是与祖龙剑匹配的 都是从秦始皇陵中带出来的 马景宣解释道 严守一点点头 他摸到了剑匣的按扣 轻轻一拨 剑匣就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 原本严丝合缝的剑匣 弹出了一道缝 这工艺浑然天成 不可思议 严守一职业并范了 忍不住评价道 祖龙剑是秦朝产物 那时候野铁技术还不成熟 更别提什么制纲 合金了 所以剑匣里的祖龙剑 必定是一把青铜剑 目前最为出名的青铜剑 是月王沟剑剑 这柄青铜剑 在底下埋藏了两千多年 出土之时却依然坚挺 不仅没有生锈 而且剑刃锋利 剑身上面的刻字清晰可见 最了不起的是 据说月王沟剑剑出土之时 原本是被上层淘气压得弯折 等到工作人员将淘气移开 月王沟剑剑 瞬间恢复如初 时隔两千多年 这柄青铜剑 恐怕还能上阵杀敌 月王沟剑剑尚且如此 那秦始皇的祖龙剑 又会是什么样的 严守一咽了口唾沫 十分庄重地 用双手一起掀开剑匣 只见剑匣之内 有金色的纹龙丝绸垫底 里面赫然摆着一柄 长约一米的青铜剑 此剑剑身修长 有中脊 两从刃锋利 前锋驱虎内凹 经上两道突固 元首是同心原文 剑隔处镶嵌着松绿色的宝石 剑刃上更是有菱形暗格花纹 见到祖龙剑的第一眼 便有龙气扑面而来 严守一仿佛又听到了 龙虎山上的龙吟之声 祖龙剑 不愧是帝王之剑 严守一感慨道 光是看着这剑 严守一脑海中 就忍不住浮现出 当年秦始皇嬴政 统一六国的鹦鹉场面 秦皇扫鹿河 虎氏和雄灾 飞剑绝浮云 诸侯近熙来 林子童远在戎城 只是从视频里 都能感受到 这祖龙剑的气势 他喃喃道 两千多年前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只是一柄剑 却将这股龙气 保存了两千多年 马景轩惭愧地说道 这还只是祖龙剑而已 你们若非亲眼所见 是绝对不可能 想象得到 我和哥哥在秦始皇陵墓中 所看到的那些 说这话之时 马景轩露出憧憬之色 他似乎想到 再回到秦始皇陵墓走去 好好看一看 严守一确认了 这剑侠没有其他的机关以后 才亲手亲脚地拿起祖龙剑 因为青铜器的材质问题 大部分的青铜剑 只能做到半米左右长 就算是月王勾剑剑也是如此 太长的话 剑身就很容易折断 然而这祖龙剑的剑长 竟然达到了90公分左右 和后世正常的刀剑长度 没什么区别 不愧是出自天下名将之手 仔细一看 当年李斯所转刻的定情二字 还是如此清晰可见 仿佛是昨天才刚刚转刻上去似的 轻弹剑锋 有翁鸣之声 真是一把好剑 严守一感慨道 严守一上 不知这祖龙剑 还有什么独特的神奇之处 但仅仅只是用肉眼观察祖龙剑 所感受到的气势 就已经非同反响了 他握住剑柄 从双手捧剑的姿态 换成了单手握剑 剑刃上光可剑人 映出了严守一的脸 让他惊讶的是 剑刃上映出的自己 身后竟然还有煞气生疼 不愧是定情剑之一 一剑识人 严守一感慨道 祖龙剑与斩破刀 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武器 这种不同 不仅指刀和剑的区别 斩破刀以杀身为主 煞气横生 祖龙剑以威慑为主 龙气汹涌 林子彤看着手握祖龙剑的严守一 忽然想到了什么 美目当中闪过一丝惊讶 一手杀身 一手威慑 这不就是五帝成就之道吗 林子彤想象着严守一未来的模样 一手拿着代表着杀身的斩破刀 一手拿着代表着威慑的祖龙剑 从此之后 普天之下 谁敢不从 罢他这是 要把大傻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林子彤在心中自言自语 他并没有将心里想的话说出来 严守一随意舞动了几下祖龙剑 发现他要比斩破刀成得多 过了一把影后 严守一正打算将祖龙剑放回剑匣 却惊讶地发现剑匣里竟然还有东西 这是 严守一将祖龙剑放在一旁 抽出了剑匣中用来保护祖龙剑的金色丝绸 从那丝绸当中竟然掉落了一张褐色的皮质信件 马景轩伸手去剑 可他刚刚将信件拿起来就忍不住面色一变 这是人皮 人皮信 严守一也吃了一惊 之前你取祖龙剑和剑匣的时候 没有发现他吗 马景轩摇了摇头 祖龙剑本来就在剑匣里 只不过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剑匣是敞开的 如此说来 人皮信是在两千年前就放在剑匣中的了 写这封信的人更是两千年前的人 严守一连忙打开信件 下一秒他却被信件中的内容给吓到了 你怎么了 马景轩见严守一脸色前所未有的难看 不由得有些紧张 林子彤更是心急 恨不得现在就坐飞机来到严守一身边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将信件转向镜头对着林子彤 林子彤和马景轩定睛一看 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那人皮信上赫然写着六个大字 严守一你来了 严守一的名字 为何会出现在两千年前的秦始皇陵墓当中 更是被压在这至宝祖龙剑之下 难道是有人提前一步潜入皇陵 将人皮信藏在剑匣中 可这六个字的字迹诡异 用的是楷书繁体字 不像是现代的产物 严守一只觉得浑身发凉 似乎远在千里之外的秦始皇陵中 已经有人开始算计它了 太不可思议了 马景轩说道 该不会两千年前也有叫严守一的吧 倘若真是如此 也未免太巧了先 严子彤摇了摇头 他不幸这种巧合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将金色丝绸和祖龙剑放回到剑匣当中 又拿着人皮信说道 想要找到答案 恐怕只有去问问我罢了 严子彤点了点头 你快去问问吧 我等你回复 马景轩则是识相地走到屋外 我就在外面 你随时喊我 房间里只剩下严守一一人 他怀着忐忑的心情 拨通了严筹的电话 似乎是因为上次邹瞎子之事 严筹的电话再也没有打不通的情况发生了 这通电话更是秒接 喂 手机那头传来严筹深沉的声音 听到严筹的声音 严守一的心定了不少 他说道 马景轩送来祖龙剑了 你已经拿到了 严筹略感意外 他笑道 也算是提前送你生日礼物了 严守一 还真就是生日礼物啊 老爸 你未免太复夸了一些 严守一干咳两声 说道 可是有个问题 怎么了 严守一将剑侠和人皮信的事情告诉严筹 没想到严筹都显得十分惊讶 这惊讶不像是严的 而且严筹对此异常重视 甚至直接要求改为视频通话 要亲眼看看那人皮信 打开视频后 严守一发现 严筹身后一片漆黑 看不出是在哪 而严筹 则是将注意力都放在了人皮信上 他打量了一阵 问道 你分析过这人皮信的年代了吗 作为鲁班传人 严守一在这文物鉴赏上 也有一定的造诣 毕竟是见过那么多国宝级宝贝的人 想要推算出人皮信的年代 并不算难事 一番检查过后 严守一得出了一个 更令他吃惊的答案 这人皮信来自一千年前 严守点点头 陈生问 一千年前是什么朝代 唐宋十七 还有五代十国 提起五代十国 严守一就忍不住想到 沁江国与鱼蜀国 忍不住想到沁江国亡国之后 那个逃走的国师 严筹问到这里 就不再追问了 而严守一 似乎也打开了思绪 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在观灵台之时 联合曾说 国师去了骊山 寻找大胸之地 秦始皇陵墓 正在骊山北路 而秦始皇陵 正是一个大胸之地 也就是说 如今严守一所看到的人皮信 有极大的可能是国师留下的 倘若这个猜想成真的话 意味着千年前的国师 就已经预测了 千年后 沁江将军的转世 是严守一 更是预测了这一天 严守一会得到祖龙剑 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如此能力 只让严守一心生畏惧 严筹严肃道 看你的表情 心中应该已经有了猜想 我也没有想到 机缘巧合之下 竟然成为了别人的棋子 把这祖龙剑送到你手上了 严守一回过神来 脸色却依旧难看 严守又道 你还是别去长安了 长安百分之百有危险 等着严守一 严守也是破天荒的 想要保护严守一一回 不想让他前去长安 但严守一却摇了摇头 我有必须要去长安的理由 况且 马行平还在秦始皇陵墓里 我得去救他 严守一答应过沁江将军 要去取回虞蜀公主的 另一半魂魄 同时 马行平也被困在秦始皇陵墓 严守一不可能坐视不管 最重要的是 倘若不能找到 虞蜀公主的另一半魂魄 迟早林子彤 也会受到波及而死 有些事情 严守一连严筹都瞒着 严守虽然不知道这些秘密 但他了解自己的儿子 通过视频 看到严守一的这副表情 严守便知道自己拦不住严守一 他沉声说道 我让狗倒是和兔驴过去帮你 严守一还没有作答 就听到视频那头狗倒是在嘀咕什么 言语之中 似乎表示着他们也急缺人手 走开的话 严守那边就会有麻烦 于是严守一说道 帮手之事 爸您就别操心了 魏长青已经与我们和解了 和解了 严守一愣 怎么和解的 严守一将今晚去了月路书院之事 告诉严筹 得知了真相的严筹 也是一阵沉默 如果他早知道娱乐瑶的身份 说不定还能留他一命 也不至于发生后来的那些事 即便如今真相大白 他心里还是有几分愧疚 好在魏长青想通了 严筹得到了几分宽慰 他说道 倘若有长青陪在你的身边 我倒是不用担心了 严筹虽然没有明说 魏长青的实力如何 但看他如此放心的表情 严守一心里已经有数 严筹又道 既然如此 你就先去长安看看情况 倘若需要帮助 随时与我联系 好 一向管教严格的严筹 都如此直接地给严守一提供帮助 这是十分少见的事情 所以 严守一也隐约意识到 此去长安会有多么危险 但他没得选 与严筹结束通话后 他立刻又打给了林子彤 把自己的猜想告诉给了林子彤 林子彤听后 只说了一句话 我明天去前堂 与你们会合 说完之后 他立刻就挂断了 不给严守一拒绝的机会 严守一哭笑不得 只能作罢 他发现自己 根本管不了林子彤 因为他从一开始 就是一名独立的女强人 只是因为太爱他严守一了 才愿意把柔软的一面展示出来 与林子彤沟通完后 严守一又打开房门 具体之事 他也不知该如何向马景轩解释 所以他只能告诉马景轩 他们明日就会前往长安 让他早点回去休息 好好做准备 第二天 今日是大家要离开钱堂的日子 火葬场的众人 都对严守一一行人 十分舍不得 尤其是崔宇和许钱 倘若不是钱堂如今根基不稳 急需他们再次主持大局 恐怕二人会毫不犹豫地收拾行李 跟着严守一去长安 好在如今不比古时候 交通便利之后 相聚的机会也就变多了 所以一番寒暄之后 他们还是放行了 寒三找上严守一 略带歉意地说道 严兄 这次失门任务完成 我必须回茅山赴命 顺带兑现我对姚家的承诺 所以恐怕也不能 与你们一道去长安了 严守一笑道 自然是失门之事要紧 大不了你处理了茅山的事情后 再到长安与我们会合 对于韩三的能力 严守一还是很认可的 这家伙除了舔了些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缺点 龙飞城略微不舍地 上前与韩三握手 表情遗憾 韩三和龙飞城同为舔狗 互相有种认同感 他最舍不得的就是龙飞城了 眼看龙飞城要说点什么感人的话 韩三甚至已经准备好眼泪来迎接了 谁知龙飞城开口便是 韩狗王 掌心嘞 急急如律令 嘿嘿 我不说了不说了 龙飞城连忙抱头认输 众人都被这逗逼的两人给逗乐了 尤其是柳英这位小美女 由于韩三的车次更早一些 所以他就先与众人告别 乘坐姚家人的车 离开了火葬场 看着韩三车子离开的背影 翠鱼忍不住说道 韩大哥实在是太甜了 我觉得男人还是要像颜大哥一样才好 也不知颜兄的妻子长什么样 许钱也有点好奇 他们很想知道像颜首一如此优秀的男人会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而又是有多么优秀的女人才配得上这样的颜首一 颜首一的妻子是驴山派的传人 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继任掌门之位 要成为驴山派历史上最年轻的女掌门了 柳英羡慕地说道 女人很少能承认别人比自己优秀 但林子彤的优秀实在是让自命不凡的柳英都自残心晦 所以他对颜首一也仅有欣赏 不敢有半点多一步的想法 因为他知道自己比不上林子彤 被柳英这么一说 大家就更是好奇了 而就这时 一辆商务车上了山 缓缓驶进火葬场 这几天火葬场暂停营业了 照理说是没车上山才对 所以这辆商务车就十分惹人注目 大家好奇这辆车是什么来头 便见车子在大家面前停稳 司机亲自下车开门 而后 一袭黑衣 天生子彤的林子彤 便带着清冷的气质走下车 龙飞城等人看到林子彤 都不由得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嫂子 柳英也十分惊讶 同时小声说道 她就是颜首一的妻子 林子彤 众人瞪大了眼睛 仔细观察着林子彤 首先 林子彤是个大美人 名不虚传的大美人 陈渝洛艳的预言 出尘若先的气质 再加上她完美的身材 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似乎天底下所有美好的东西 都基于林子彤一人之身 在林子彤下车后 看到颜首一的那一刻 她的眼中似有花火绽放 所有的清冷都化作了爱和柔情 不顾形象的奔向颜首一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单身狗们都坐不住了 如果我也有一个如此美丽 又如此爱我的老婆 该是几世修来的福分 颜大哥也太幸运了 她如此优秀 妻子也如此完美 我要死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仙眷侣吧 然而 万众期待的相拥的那一幕 并没有出现 只见林子彤 快步走到颜首一的面前 掐着她的耳朵说道 只见林子彤 快步走到颜首一的面前 掐着她的耳朵说道 大傻子 我不是说了我今天会到前堂吗 你怎么也不去车站接我 林子彤这高贵气质 秒变小女人的模样 着实让众人大吃一惊 不过看到像林子彤 这样完美的女神 竟然都会在颜首一面前 露出这种小女人的姿态 大家反而更加羡慕颜首一了 也只有颜首一 才能把林子彤 这样的女神 驯服成这样吧 而且此时的林子彤 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亲切感 不至于像刚才那样高高在上 颜首一赶紧说道 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给我点面子 哼 回家再慢慢收拾你 林子彤白了颜首一眼 随后看向火葬场的众人 表情瞬间又变得亲切可人 甜甜地向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让大家见笑了 我是颜首一的妻子林子彤 大嫂好 崔羽带头喊起了大嫂 其余人也纷纷跟上 话说 龙飞城小声说道 寒狗王要是知道他前脚刚走 嫂子就来了 会不会抱头痛哭啊 翁谦向笑道 事实证明 寒狗王并不是真的喜欢嫂子 他只是单纯的喜欢当甜狗而已 说得也对 我们和寒狗王终究不是一路人啊 龙飞城虽然在摇头叹气 可语气和表情都在体现着一句话 我不是甜狗 当然 回应龙飞城的是大家的白眼 颜首一看了一眼时间 说道 咱们的车子时间也快到了 这就出发吧 林子彤略微有些遗憾 他也想认识更多的朋友 只是时间不太允许了 于是他只能与大家告别 然后带着颜首一他们回到商务车上 终于到了离别时刻 颜首一坐在车里 伸出手来向大家挥手告别 不知怎么的 崔宇竟然忍不住红了眼眶 颜首一的到来 改变了前堂太多太多 也彻底地改变了崔宇 而如今 颜首一却不能再停留 要马不停蹄地赶去下一座城市 许前也总算知道 为何自己的师傅徐志平喝醉以后 对颜首一说民间教派不能没有他 这世界上能够扛起大梁的人少之又少 颜首一就是其中之一 对前堂而言 前堂的危机已经解除了 而对颜首一而言 这不过是他人生中的一道坎 卖过了这一道 还有下一道 于是 许前深吸一口气 用他打跟人的金嗓子喊道 颜兄 一路平安 早已经行驶到半山腰的颜首一他们 忽然听到许前的这一嗓子 不由地愣了愣 随后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机场 颜首一 林子彤 龙飞城 魏长青 王吉网 老金 翁千相 还有之前一直在暗中跟着颜首一的薛凯 正在机场里等待 薛凯身为颜首一的影子 只会在需要帮颜首一做一些 他本人不方便的事情之时 才会出手 本着能不出现就不出现的原则 很少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但这次从前堂去长安 需要乘坐飞机 所以他也不得不现身了 八人的队伍显得十分热闹 尤其是有龙飞城在的地方 龙飞城 翁千相 老金三人 跟着林子彤 进入贵宾后机室 一路上不知对着多少空姐吹口哨 气得保安都想把他们轰出去了 但奈何他们前往的是贵宾后机室 保安也没权利赶他们走 负责帮大家提行李的几位空姐 将他们送到贵宾室后 便红着脸匆匆离开了 生怕再停留一会儿 会被三个流氓直接出手调戏 严首一无奈道 你们仨能不能收敛一点 真不怕别人报警抓你们啊 龙飞城黑黑笑道 吹口哨又不犯法 翁千相坐在那柔软的贵宾沙发上 伸了个懒腰 拖了嫂子的佛 咱们竟然能在机场的贵宾后机室里休息 想必咱们一会儿坐的是头等舱吧 老金品尝着贵宾后机室里的点心 道 我还没坐过头等舱呢 王吉王低声说道 我还没坐过飞机 看着明明身怀绝技 却过得节衣缩食的兄弟们 严首一心里也不是滋味 其实大家明明可以过得很好 但因为许多规矩 一生都过得清贫 大家这辈子做的膳事也不少 却还是要吃那么多苦头 归根结底 还是上辈子造孽太多 这辈子还债来了 严首一看到龙飞城拿着手机搜着什么 便问了一嘴 龙飞城举着手机回答道 我在搜索 怎么样才能不让别人识破 我是第一次坐飞机 这还不简单 我教你啊 翁千相认真的说道 第一 上飞机的时候要有礼貌 给乘务组和机场 还有身边的乘客发烟 第二 不等空姐演示完氧气面罩 就拉出氧气面罩戴上 并且示意其他乘客也戴上 第三 饭后可以睡会 如果坐着睡不舒服的话 问一下空姐有没有卧铺 下铺最好 第四 龙飞城打断道 等等 我怎么觉得 你这个狗日的在骗我 翁千相眼珠子飘向一旁 有点心虚 有吗 我哪里说的不对吗 龙飞城拍着大腿道 给乘务组和乘客发烟的时候 不得顺便帮他们把火给点上吗 说 说得对啊 翁千相如同醍醐灌顶 是我疏忽大意了 哼 想坑我 我容成浪里小白龙的称号 岂是浪德虚名 龙飞城得意地笑起来 看到两人这火宝模样 林子彤实在是忍不住了 笑着安慰他们 你们都别紧张 待会儿不是坐头等舱 不是头等舱啊 龙飞城有点失望 我还想上飞机 直播装逼呢 林子彤摇了摇头 不是头等舱 是私人飞机 纳尼 众人面露震惊之色 就连严手艺都猛了 你家什么时候有私人飞机了 林子彤摆了严手艺一眼 你不在乎 当然不知道了 这几个月 我们林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爸上个月就买了三架私人飞机了 规格和米国总统的私人飞机空军一号 是一个级别的 我的天 严手艺茫然道 我棒上的富婆 越来越富有了怎么办 在贵宾后继室里休息等待的时候 王吉网无聊之际 拿出了自己的菜刀 开始打磨起来 作为射刀人 王吉网身上随时带着各种刀具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其他人早就习以为常了 压根没在意 可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只有严手艺他们一行人的贵宾室 又走近两人 这两人一男一女 男的穿金带银 看着三十来岁 却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 而那女的打扮妖娆 脸上涂的粉搓下来 可以揉成好几个馒头了 二人一副爆发户模样 才走进门 便环视四周 趾高气昂 当男子注意到 吊儿郎当正在吃点心的老金之时 便讥讽地发出一声哼声 仿佛在嘲笑老金 是个没见识的香巴佬 连这种免费的点心也贪吃 老金活得如此通透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所以他压根 不把这对爆发户放在眼里 继续吃着点心 他们没走几步 做梅做相的翁千象和龙飞成 女子忍不住捂着鼻子说道 你走错地方吧 这是贵宾后机室吗 接待的空姐连忙上前解释 二位没有走错 这里就是贵宾后机室 那怎么一股穷酸臭味啊 这几个人是谁啊 他们配来着贵宾后机室吗 女人满脸鄙夷 龙飞成文言 抬起头来瞪了女人一眼 女人被吓一跳 指着龙飞成说道 你你你 你瞪什么瞪 龙飞成笑了笑 你别误会啊 我宁愿多看空姐两眼 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刚才龙飞成就对着空姐吹口哨了 现在又明目张胆调戏 空姐不由地娇称地白了龙飞成一眼 但龙飞成这话 却触怒了爆发户 男子怒道 你这个穷鬼刚才说什么呢 龙飞成刚要回队 翁谦向拦着他说道 龙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行吧 我给你面子 还有别喊我龙兄 龙飞成气呼呼地说道 大家本来一起坐飞机 高高兴兴 却被这后来的爆发户 给破坏了心情 如今又必须同处一事 龙飞成多少都会有些不爽 尤其是这对爆发户 狗眼看人低的眼神 龙飞成过去见过太多了 所以才会如此生气 只是龙飞成能忍得了 那对爆发户 可咽不下这口气 男子先是注意到了漂亮的林子彤 眼睛一时半会儿就移不开了 和林子彤对比 自己身边的女人 简直和狗屎没什么区别 男子对自己的女人 瞬间就少了一半心许 又想到林子彤这样的美人 却和眼前这帮歪瓜裂枣混在一起 他心里就更加不平衡了 必须找点茬 刁难刁难他们 男子下一秒就注意到了 正在磨刀的王吉王 他大声喊道 保安 保安 保安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询问情况 先生 发生什么事了 那小子怎么带到进机场的 你们的安检工作 是怎么做的 把你们领导喊过来 男子喊道 保安定睛一看 是严守医等人 顿时松了口气 他摆了摆手 没关系的 他们这个是合法的 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回到岗位上去了 保安说完就走了 留下男子愣在原地 这么大一把菜刀 怎么就合法了 要是没开封也就算了 这特么多现场磨刀了呀 男子咽不下这口气 抓着一旁的空姐说道 这你们都不管 对不起先生 这我们真的管不了 空姐连忙解释 怎么管不了了 我要投诉你们 男子喝道 女人也在一旁 如同泼妇般双手插腰 他们一看就不是什么有钱人 竟然混到了贵宾休息室 简直脏了 我呼吸的空气 没错 我们买的是头等舱的机票 怎么能和这帮穷鬼同处一室呢 空姐被二人咄咄逼人 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解释到 二位贵宾 他们的确不是头等舱乘客 男子冷冷一笑 这就对了吗 赶紧把他们赶出去 可下一秒 空姐却说道 他们是乘坐私人飞机的乘客 由于是私人飞机 所以乘客自己的刀具 是可以戴上飞机的 这个我们真的管不着 二人愣住了 私人 飞机 男子傻傻地问 你说什么 空姐无奈道 他们是私人飞机旅客 他们不是头等舱旅客 而是私人飞机旅客 男子的脸顿时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自己买了两张头等舱机票 居然就跑到拥有私人飞机的人面前装逼了 难怪他们一开始 压根懒得搭理自己的模样 原来是根本就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女人也觉得脸上无光 却咬了咬牙 硬是要打肿脸充胖子 私人 私人飞机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家的飞机 只是送去保养而已 男子却有点装不下去了 他拉着女人说道 我突然想起 我有行李忘记拿了 走走走 我们回去拿一下 好在这女人也算是实相 知道装逼不能装过头的道理 就顺着男子的台阶 灰溜溜地逃出贵宾后机室了 看着两人落荒而逃的背影 严守依无奈地摇摇头 空姐来到严守依和林子彤面前 鞠躬道歉 不好意思贵宾 让您的出行体验受到影响了 林子彤从头到尾都在看杂志 根本没在意过刚才捣乱的两人 此时她的心情也是如此 平静无波 摆了摆手 示意自己不在意 空姐如释重负 退到贵宾室外头去 顺便还关上了门 严守依笑道 臭丫头 你现在越来越有上位者气质了 都是被驴精掌门逼的 林子彤郁闷道 他总说当掌门要有气派 我现在有意无意地 总会表现出那种气质 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 驴山派需要你这样的掌门 哼 就你嘴甜 林子彤往严守依嘴里 塞了一颗糖 一旁的龙飞城 默默地往嘴里塞了一把爆米花 求你们别秀了 我们单身狗真的吃不下了 贵宾室的气氛 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欢乐当中 没过多久 一道熟悉的声音 推开了贵宾室的门 只见林家的老管家 叶成福叶老爷子 站在门外 微笑着说道 小姐 姑爷 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准备登机了 叶成福作为林家 侍奉三主的管家 地位早就非比寻常了 就连林子彤 都对他尊敬有加 看到熟悉的面孔 严守依也十分惊喜意外 叶叶叶 您怎么也来了 叶成福微微欠身 慈祥地说道 小姐出门在外 总要有人照顾 她的饮食起居 说着 叶成福让开身子 大家才注意到 叶成福竟然还带来了 两个女孩 这两个女孩 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麻点地替林子彤 推走行李箱 林子彤责怪道 叶爷爷 你们太大惊小怪了 家主如此吩咐 我们必须照做 叶成福说道 此去长安 这些琐事 由我们来做就好了 林子彤有点不悦 但居然出乎意料地 没有拒绝 任由那两个女孩 拿走她的行李 虽然说以自家老婆 如今的经济条件 出门带几个助理 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过去的林子彤 一向很排斥这些 照理说是 不会妥协才对 尤其是推行李箱 这种小事 林子彤过去 甚至不让她这个丈夫 来帮忙 似乎是感觉到 严守医的疑惑 林子彤故作烦恼地解释道 这段时间 我要学习如何当掌门 又要处理我手头上 好几家公司的业务 所以忙得有些晕头转向了 我爸就请了几个助理 给我打下手 处理那些 不需要动脑的琐事 这样啊 嗯 我本来也挺排斥的 但后来发现 这样也挺省事 严守医主动 牵起林子彤的手 轻声说道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 千万别累着自己 叶成福见严守医 如此疼爱关心林子彤 露出了满意欣慰的笑容 他说道 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好 上飞机吧 严守一点点头 让大家都收拾行李 乘坐专门的百度车 抵达飞机的停靠跑道 众人总算是乘上了 宽敞豪华的私人飞机 第一次坐私人飞机的众人 都激动不已 翁千象坐在那 真皮沙发上舒坦地说道 这沙发 简直比小姐姐的大腿还柔软 我要睡觉了 你们都别喊我 龙飞成不屑一笑 瞧你这点出血 坐私人飞机 重点在沙发吗 重点应该是在 他的目光 瞟向了之前替林子 同拿行李的两名女助理 刚才叶成福介绍了 两名女助理 分别叫林宇和林英 他们都不是林家人 只是受过林家恩惠 长大后一心为林家做事 甚至改名换姓 加入林家 这一点和叶成福有点相像 只是叶成福即便不改姓 也已经是林家人了 自打上次林子彤 被他的助理 闺蜜江韵宁背叛之后 林子彤的父亲林若甫 就对他身边的人格外严苛 必须经过层层筛选 才能靠近林子彤 林宇和林英 从小被林家养大 如今双双一流院校毕业 回到林家 从最普通的助理开始做起 但他们日后所要担任的职位 肯定是十分重要的 二女聪明伶俐 对林子彤更是十分仰慕 这次能跟着林子彤 打点她的生活 他们别提有多开心兴奋了 尤其是 终于可以见到传说中的姑爷了 龙飞城在悄悄观察着 林宇和林英两位小美女 两位小美女 则在偷偷观察严首一 那位就是咱们的姑爷了吧 看着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和我老家的大表哥有点像 是啊 姑爷和之前我们见过的那些富家公子 完全不同 到底是靠什么征服了小姐呢 不过相比于那些富家公子 姑爷看起来好亲切 而且她也很疼小姐呢 说的也是 姑爷越看越顺眼 越看越养眼 而且和小姐很般配 好羡慕他们俩啊 二女的对话 其实严首一和林子彤 都听得一清二楚 林子彤本来不喜欢助理 在自己身后议论严首一 但后来 听他们俩偷偷地在夸严首一 她的心情瞬间就美丽了 也不计较那些 甚至对这两名小助理 有了几分好感 严首一则是尴尬地看报纸 他们俩又听到二女讨论 不过姑爷身边的朋友 都好奇怪啊 一二你看到了没有 那位长得很猥琐的先生 一直盯着咱们俩看呢 我看到了 他看起来不像是好人啊 还有那两个怪大叔 一个看着像暴露狂 一个看着像毒鬼 我的天 那位先生怎么开始摸刀了 这真的没问题吗 飞机上的 这群牛鬼蛇神 着实把两位新来的小助理 吓得不轻 好在这时夜城府出现 吩咐两位小助理 去准备药膳 他们才停止议论 飞机飞到半途 小助理就给林子彤 送来了药膳 那是一道鸡汤 里头放了不少中药 刚端出来 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就连睡着了的翁千象 都闻着香味醒了过来 迷迷糊糊地问 是不是开饭了呀 林语小声地说道 这是专门给小姐准备的 林子彤却道 我一个人也喝不完 给大家每人都分一碗吧 好爷 龙飞城等人 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 其他人并没有什么想法 只是觉得能喝到药膳 是沾了林子彤和眼手液的光 唯独老金拿到汤的时候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他拿起勺子 在碗里搅动搅动 嘴里嘀咕道 石莲子 穿絮段 吐丝子 饿娇 王吉网疑惑道 老金 你怎么不喝呀 是不是不对胃口 老金回过神来 嘿嘿笑了笑 放下了碗 药膳虽好 但也不能乱喝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中年人 喝不得这种中药 所以我还是不喝了 林语和林茵有点着急 这汤不对您的胃口 我们可以再去做别的 不用麻烦了 我也不饿 老金笑着摆了摆手 随后意味深长地 对眼手一笑了笑 林子彤有点心虚 连忙埋头喝汤 而眼手一见了 眼神微变 他把嘴巴凑到林子彤的耳边 小声说道 臭丫头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林子彤默默地喝着汤 含糊地说道 有吗 哼 你别骗我了 眼手一指着汤说道 这碗汤里可全都是证据 而且老金刚才的反应 也说明了一切 一向聪明懂事的林子彤 此时抬头看到 眼手一那睿智的眼神 忽然间就乱了阵脚 事实上 这药扇的确不是普通的药扇 它是安胎用的药扇 自打林子彤 从蓬莱回来之后 肚子里的小颜手衣 就停止了生长 只是林子彤 时常要吃一些安胎的药扇 来保证自己身体 和孩子的健康 这件事是瞒不住的 尤其是对林若甫 上次林子彤 前往龙虎山 就有驴精看着 这次突然出发去长安 林若甫 就派出了夜城福 还有林与林英 两个小助理帮忙 这也是为什么 林子彤 会接受林与林英的 存在的原因 若是他自己一人 他当然要强 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林子彤 只能接受林玉 和林与的照顾 方才老金的话 让林子彤 吓得心 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他忘了 老金是古一传人 一眼就能看出 这药膳是安胎用的 好在老金 并没有直接说破 而是有意无意地 点了一下 结果如今 严守医也有察觉 林子彤 别提有多紧张了 你 你别乱说 这汤怎么了 老金又怎么了 林子彤紧张万分 脸都因此 红到耳根了 这汤只听严守医 压低了声音 严肃地说道 是壮扬用的吧 破 林子彤直接呛到了 差点就毫无形象地 喷严守医一脸 好在他及时拿纸巾 捂住了嘴 小姐 你没事吧 林宇和林英 连忙上前安抚 林子彤摇了摇头 心里却松了口气 好险 差点被大傻子给识破了 林子彤心想 严守医一边帮林子彤顺气 一边说道 老金一把年纪了 当然不适合喝这种汤 我看他刚才那猥琐的眼神 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 怎么样 我聪明吧 你真是个大聪明 林子彤对严守医 竖起大拇指 严守医黑黑黑地傻笑起来 虽然严守医的迟钝 让林子彤有点生气 但眼下孩子的事情 还是瞒着他比较好一些 林子彤转移了话题 问道 待会儿到了长安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严守医闻言 放下了碗 皱着眉头说道 此去长安 事情繁多 困难重重 所以才应该制定一个计划 林子彤比普通的女生 要更加理智 严守一想了想 有关于于金红 和十一个长安鬼王之事 他觉得 可以往后放一放 眼下最要紧的是 从秦始皇陵墓中 找到马兴平 而且 秦始皇陵墓里 很有可能有国师 和鱼鼠公主魂魄的线索 如此一来 秦始皇陵墓 就更是重中之重了 他喊来马景轩 问道 我们下了飞机 就直奔秦始皇陵墓 你有办法 带我们回到陵墓中去吗 马景轩摇了摇头 不行 当时的入口 已经被炸毁了 当时还惊动了不少人 恐怕现在入口 已经被严加看管 闻言 严守一和林子彤对视一眼 都有点苦恼 如果这件事 惊动到了官方 那必然是十分麻烦的 正如马景轩所说 入口肯定严加看管 说不定还有警察 在追查马家兄妹的下落 马景轩接着说道 到了长安之后 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哪儿 一条古玩街 我和我哥约定好 如果谁在陵墓里遇到意外 另一人要毫不犹豫地逃走 然后在约定好的地方等对方 马景轩说道 如果我哥已经逃出来的话 他必然会在那儿等我 摸经校尉的身份 毕竟太过敏感 电话交流甚至都不太安全 所以 二人才采用如此古老的方法 既然马景轩已经有计划了 那严守一就不需要多想 只等飞机落地之后 跟着马景轩 去那条古玩街看看情况 若能遇到马兴平 自然是皆大欢喜之事 但要是遇不到 严守一也有两手准备 他迟早都要去秦始皇陵墓里走一趟 如果之前的入口封闭了 他只能去找陵墓的守墓人 李跟苗的亲生父亲李仲西试一试了 不多时 飞机平稳着陆 而严守一他们一行人 也终于抵达 离开龙虎山之后的路程终点 长安 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 北冰卫河 南夷秦岭 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历史上先后有十多个王朝 在此建都 封号都城 秦厄旁宫 兵马俑 汉卫央宫 常乐宫 隋大新城 唐大明宫 新庆宫 总而言之 这是一座历史名城 拥有着璀璨的文化 众人早已经做好准备 领略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气息 然而 天宫不作美 他们刚刚走出机场 外头就下起了大雨 龙飞城回头一看 忍不住说道 咱们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啊 严守一清点了人数 发现确实少了一个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影子薛凯 薛凯这个影子 当得着实称职 有时候严守一 甚至会忘记它的存在 不过薛凯的存在又十分必要 有太多严守一 不能亲自去做的事情 可以交给他去处理 对此 魏长青的态度也是支持的 叶城福早就安排好了 街机的车和过夜的酒店 不过严守一他们 却没有直接前往酒店 而是让凌羽和凌英 把行李带过去安顿 其他人直接跟着马景轩 前往古湾街 哪怕是眼下暴雨倾盆 大家也没有丝毫怨言 一切以马兴平为重 大家的这个反应 着实让马兴平感动 在车上之时 马兴平难得地提了几句 他和马兴平的往事 二人是亲兄妹 马兴平比马兴平大三岁 在马景轩刚出生那年 老家就闹了饥荒 父母原本打算 将马景轩卖了换几袋粮食 但已经有些懂事的马兴平 说什么都不愿意 他怎么都不愿意 卖掉自己的亲妹妹 但奈何父母坚持 马兴平根本做不了什么 于是在妹妹 即将被送走的前一天夜里 马兴平悄悄带着马景轩 离家出走 逃离自己的亲生父母 谁曾想 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二人被如今的师父收养 学成了摸金校尉 长大后也曾回到过家乡 据说他们兄妹离开以后 亲生父母没几天 就被发现饿死家中 对于马家兄妹的童年 众人都深表同情 在过去那个物质资源匮乏的年代 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 对于马景轩而言 从小照顾自己的哥哥马兴平 与父亲没什么区别 甚至他扛下了 比父亲还要沉重的担子 这次兄妹分开 马景轩别提有多担心了 好在童心所至今完好无损 证明马兴平还活着 离目的地越近 马景轩就越是紧张 作为队伍里 除了马景轩以外 唯一的女性 林子彤不停地安慰着马景轩 终于 漫长地等待结束 众人终于抵达目的地 长安小东门古玩市场 长安作为一座历史名城 又是十三朝古都 地底下不知埋藏了多少古墓文物 随便挖个坑 就有可能挖到某个王侯将相的坟 据说长安修地铁 最忙的不是工程队 而是考古学家和文物局 因为随便一锄头下去 指不定就刨出了个公主坟 如果是一些小地主的坟 文物局都不稀罕去 让师工队自己拿编织袋装起来 就算完事了 也有人戏称 长安人家家户户都有传家宝 家里稍微大点都能开博物馆了 更有人在网上写段子 说长安人平常都用古董换面条 段子虽然是段子 但这也说明了长安的古董有多丰富 也正因古墓如此之多 古董数不胜数 长安的古安街更是多如牛毛 例如北院门 书院门 香子庙街 八仙庵等等 不过这最古老的 还要鼠颜首一 他们此时所在的小东门古玩市场 据说 这条古玩市场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长安本地人没事 也喜欢来这逛逛 说不定就能逃到一些好宝贝 只是在街外头 颜首一就已经听到了里面的吆喝声 浓浓的三琴口音 让他觉得十分有趣 长安人把我说成鹅 把下说成哈 把了说成脸 等鹅一哈 饿死鹅脸 龙飞城还没走几步 已经把这口音学的融汇贯通了 看着路边摆着五花八门的各种古董纹丸 龙飞城忍不住心痒痒 颜哥 咱们要是在这里头 逃到几个真古董 岂不是发了 颜首一还没回答 王吉网便说到 老颜是鲁班传人 对物品构造和材质 有着非比寻常的眼力 如果老颜出手长眼 肯定能逃到真货 王吉网年纪比颜首一大一点 所以不喊颜首一叫颜哥 而喊他叫老颜 不过他说的话 倒也没有吹捧颜首一 鲁班传人精于木匠手艺 而身为木匠 眼力是最基本的素质 再加上颜首一跟在爷爷身边 有过相关知识的熏陶 他有把握 从一堆破烂里 调出真货 但颜首一却说道 咱们先办正事 等有空了 我再陪你们逛逛 对对对 正事要紧 翁迁向盲点头 马景轩道 我要去拜访的人家 不喜欢热闹 不如你们在这里自己逛逛 我自己先过去打声招呼 还有这个讲究 颜首一没多想 便答应了 那我们就在这里 你随时联系我们 好 马景轩也是寻人心切 脱离队伍后便加快脚步 没多久就消失在人群当中 龙飞城 翁迁向 老金三人搓着手 眯着眼 满脸谄媚地看着颜首一 颜哥 老颜 现在咱们可以去逃货了吧 颜首一拿他们也没办法 只能道 行吧 我陪你们逛逛 要说这小东门 倒也是个人节地灵的地方 颜首一一路逛下来 几乎每个摊子 都摆着几件真货 但那些摊主也不是傻子 那几件真货 都是摊子的震摊之宝 要么就摆在那儿不卖 就算卖也是狮子大开口 爆出一个天价来 谁买谁上当的那种 一连逛了好几个摊子 都是这样的结果 这让不明所以的龙飞城 有点着急了 颜哥 该不会这里全都是假货吧 有真货 但假货更多 咱们不着急 慢慢挑 颜首一安慰道 老金倒是有耐心 还细说道 这寻谷完 就像是找老婆 咋一看之前 买到手心里美滋滋 结果回去一盘就发现上当了 想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所以 咱们买不买是一回事 先盘一盘 盘对了再出手 也不迟 众人 对老金竖起了大拇指 到底是过来人 老金你这一番理解深刻 我们佩服 老金得意地笑了起来 只有林子彤 美好气地 白了他们 这群臭男人一眼 他心想 要是罗宁在这里就好了 现在这帮男人混在一块 简直不要太猖狂 林子彤注意到 沉默寡言的魏长青 便想着 让他站在一个长辈的角度 教训教训他们 便说道 二叔 你瞧他们 哪知道魏长青居然到 老金说得挺有道理的 林子彤彻底无奈了 看来男儿至死是少年 这句话没错 哪怕是经历了这么多的魏长青 到头来 还是和他们臭味相投 这陶古董 到底得慢慢挑 眼守一怕大家无聊 便让大家分开逛逛 这时 翁千相忽然提出了一个玩法 每人拿着一千块钱 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去逃各自觉得是真货的宝贝 半小时之后 大家再来找眼守一 让眼守一长眼估价 看看谁逃到的宝贝 价值最高 这个提议 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 就连魏长青都开口说要参与 眼守一算是看出来了 其实魏长青的胜负欲很强 例如 上次在前堂 他和龙飞城 韩三打斗地主 输了三万多块钱 既然大家都有这个兴趣 眼守一也就同意了 众人分头行头 到各个摊子里游走 而且表现得十分兴奋 把月月遇事四个字 都写在脸上了 那些摊主注意到了 他们一伙人 也一扫之前爱答不理的模样 甚至站起身来 拉着他们介绍 摊主的脸上 也写了一行字 冤大头来了 半个小时以后 众人带着各自的战果 满怀期待地回来了 眼守一和林子彤 找了一家小茶馆 坐在里头乘凉品茶 正巧大家把东西都摆在桌上 让眼守一逐一掌眼 眼守一第一个注意到的 是王吉王买回来的五个盘子 盘子脏不垃圾的 盘里各自画着一只 丑不垃圾的红锦里 倒是这五个盘子成了一套 看着还蛮有意思 宋白慈五彩盘 价值三万 眼守一随口说道 王吉王惊讶到 一套三万 一个三万 龙飞城顿时眼红了 老王这可赌对了 这一套可就是十五万 发财了发财了 还没等王吉王高兴呢 眼守一遍叹了口气 可惜是假货 啊 王吉王的心情 顿时从天堂跌入地狱 拿着盘子检查了好几遍 最后狠心摔了一个 才确定这是古董贩子 故意做旧的假货 可恶 我找那骗子理论去 王吉王直接提起菜刀 要出门 大家赶紧拦住他 林子彤说道 买卖古玩就是这样 一旦出手盖部退换 有人逃到真的 就有人买假的 大家都是凭本事吃饭 这是规矩 王吉王叹了口气 他当然也懂规矩 只是心里实在气不过 眼守一问道 这五个盘子 你花一千块买的 王吉王达到 999 商家挺好 没有把你往死里载 还留给你一块钱 坐公交车 最后王吉王的古董 眼守一给出的估价 是三十块钱 一个六块 王吉王郁闷地 坐到一旁去了 紧接着是翁千象 只见他小心翼翼地 拿出一个红色的包裹 里头用丝绸包着 打开后 是一个绿色的玉壁 玉壁不过巴掌大小 上面刻着玉翅龙纹 还带着点黄土灰尘 看着着实有点年代感 翁千象小心地捧着 也不敢去吹玉壁上的灰尘 生怕吹一口这玩意儿 就贬值了 眼守一都没正眼瞧一眼 便说道 汉代高谷玉翅龙纹玉壁 不过 你这也是假的 啊 不能够啊 翁千象说道 我花五百买了以后 那商家后知后觉 追出来拦着说不卖了 我说不可能 最后又给了他五百块钱 他才认栽作罢 郁闷地回去了 眼守一听得嘴角抽搐 套路 都是套路啊 翁千象比王纪网还倒霉 王纪网不过是眼光不好 翁千象则是被骗子给来回忽悠 来回揉搓呀 眼守一随意说了几点 翁千象也就发现了 这玉壁的问题 认定是假货 但他并没有砸了扔了 好歹花了一千块买回来的 留着当的纪念也挺好 高仿汉代高谷玉 吃龙文玉壁 估价一百 紧接着是龙飞城 他哈翅哈翅地 提了一个大麻袋 放在桌子上 林子彤疑惑道 你这是去进货了 龙飞城自信一笑 说道 我知道我眼光不好 所以我选择广撒网 你们瞧 这五地铜钱 一串三十 我买了五串 这里头总有一个真的铜钱吧 还有这么大的阴定 我按金买了十斤 万一赌对了呢 这里头还有 龙飞城呼啦一声 倒出了一堆垃圾 严守一瞬间看不下去了 拿着一个百件问道 其他我都能理解 这个青铜 奥特曼你是怎么下得去手的 龙飞城愣了愣 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商家告诉我 这个奥特之父 是春秋战国的 如果买的是迪迦就上当了 因为迪迦才四百多岁 应该是宋朝的 严守一 林子彤 众人 严守一按了按奥特曼背后的开关 只见奥特曼的脑袋忽然弹开 一撮小火苗冒了出来 春秋战国的人挺时髦的 也不知道 他们抽的是玉西 还是红塔山 严守一说道 龙飞城气得拍大腿 操 防不胜防 这商家套路太深了 翁谦向吐槽道 龙兄 我觉得应该不是商家的问题 一番鉴定之后 严守一建议龙飞城 把他买的宝贝 全都扔到不可回收垃圾里头去 三人全都上当受骗 军心一时尾米不振 好在魏长青拿出了几件像样的宝贝 就藏青铜器活环双耳瓶 战国青铜 错金错银代沟 商周青铜授公 仅仅一千块钱 魏长青就买了六件宝贝 均价两百都不到 其实严守一早有准备 却还是被吓了一跳 这六件宝贝 全都是真的 按照严守一给的最低估价 总价值都在两百万以上 众人这才想起来 魏长青也是鲁班传人 而且他还比严守一年长一倍 眼光肯定也是远胜于严守一的 原来大佬金在我身边 毫无疑问 魏长青赢了 龙飞城搓着小手说道 二叔啊 我跟在严哥身边也这么久了 那鲁班教的本领我学不会 要不您就教教我如何长眼吧 魏长青懒得教 直接塞了两个宝贝到龙飞城手里 拿走 别来烦我 好的 我就喜欢二叔您这样的臭脾气 龙飞城哈哈大笑 紧紧地抱着宝贝 比起老老实实学本领 龙飞城更喜欢这种 一夜暴富的感觉 翁千象和王几网羡慕不已 又忽然发现 咦 老金怎么还没回来 是哦 老金该不会迷路了吧 众人等了一会儿 还是没见到老金的影子 便收拾东西出去找 很快 他们就在一处广场上 找到了老金的身影 只见老金站在一堆破石头面前 东摸摸西看看 还时不时用手拍一拍 模样像是在挑西瓜似的 老金这是在干哈呢 龙飞城故意用长安口音说道 翁千象更是喊道 老金 你哥这弄啥了 老金一抬头 仿佛看到旧兵似的 赶紧招呼他们过来 来来来 你们来得正好 这里是赌石的 刚才有个人五百块钱 开中了价值三百万的翡翠料子 我寻思着也来碰碰运气 但是总是下不去手 文言 龙飞城他们也来了兴趣 纷纷装作一副老练模样 过去挑挑剪剪 把挑西瓜的本事全拿出来了 对此 严守一却是摇了摇头 正所谓十读九书 赌石这玩意儿的技巧 都是瞎掰的 真正比的还是运气 甚至有大部分原石都是合成的 里面屁都没有 除非能掌握一些特殊的本领 魏长清淡淡地说道 你去看看吧 正好考验考验你 看看这鲁班书里的本事 你学了几成 严守一心领神会 大步走进赌石场 赌石行当 风险巨大 有一刀穷 一刀富的说法 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 有可能开出价值几百万的翡翠毛料 一块售价上千万的原石 也有可能什么都开不出来 严守一原本不想参与赌石 因为只要他想 随时可以利用赌石赚得盆满钵满 但他已经不需要依靠赌石来累积财富了 更何况作为民间教派 他注定无财 强行敛财 只会招来麻烦 不过眼下不同 魏长清有意想要试试严守一的眼力 没准还会出手指点指点 所以严守一才愿意尝试 赌石和木匠乍一听 似乎没什么关联 但正所谓大到三千 殊途同归 任何事情只要做到极致 都可以跨越行业 寻找到一定的技巧 鲁班传人精通木匠手艺 本就对木材 石料等建筑材料十分了解 再加上它们与生俱来 后天加强的观察力 两者相结合 可以很轻易地看穿原石中暗藏的玄机 就如同严守一 聚到复杂的剑王墓里 却能在脑海中 模拟整个剑王墓的布局 始终不会迷失方向一样 只要他观察得够仔细 就能够在脑海中 模拟出原石的内部情况 从而知道 原石内的翡翠占比有多少 谁种品质如何 这一招 在鲁班书中是入门基本功 名为一眼观秋毫 当初跟在爷爷身边之时 严守一的眼力 可以在三十米之外 清晰地看到一根头发丝 并且将织的弯曲状态 丝毫不差地画下来 此时 严守一走进那成堆的原石区里 这些原石被随意地丢在地上 因为长期的风化 所以看不出里头的情况如何 摊主按照形状 太小等等分类 不同区域的原石价格也不同 严守一选了一个最便宜的区域 那是一堆巴掌大小的原石区 一颗原石只需要两百块钱 因为价格便宜 有不少人在围观挑选 游客与外地人跃跃欲试 反正两百块钱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但却可以买一个刺激 摊主见严守一年纪轻轻 直接把它归类在冤大头一类了 不停地向他介绍千元以上的原石 不过严守一都不感兴趣 在两百元的原石当中 挑挑拣拣 最后选中了一个丑布拉击 形状还十分不规则的原石 拿起来扔给老金 就这个了 你让摊主给开个窗 开窗的意思是 从原石的边角地方切一小块 以此来查看原石内部的情况 就如同打了一扇窗 用手电筒往里头照 多多少少能看出点端倪来 好嘞 老金可是对严守一深信不疑的 当下就付了两百块钱 那摊主手脚麻利 当下用切割机给原石开了个窗 再用水擦了擦 便可以看到原石内部的情况了 只见这开出的窗 和原石外表面完全不同 却也不是翠绿的翡翠颜色 而是漆黑如墨 当下便有不懂行的围观者 发出了叹气声 哎呦 又亏了 又亏了 黑乎乎的 就像毛坑里的石头 能有什么价值 老金也有点不自信了 问那摊主 这是什么情况 摊主没吭声 拿着脖子上挂着的手电筒往里照 稍微观察几眼后 他说道 你走大运了 这是一块墨翠 虽然属于中低档的翡翠 但你这块的品质很不错 我愿意出三千块钱回购 普通游客 自然是没有卖毛料的渠道的 所以 像这种开赌市场的老板 都会回购毛料 一旦有游客走运 开出好的毛料 老板会直接出价拿下 一般是出个最低价 还能顺手赚一笔 老金文言喜出望外 但却拿不定主意 忍不住看向严手一 严手一随口说道 三千就三千吧 这老板挺实诚的 其实在他心里 这块墨翠至少价值五千 三千虽然低了点 但一方面省市 另一方面 要是拿着这块料子去卖给别人 说不定别人会杀价更狠 最重要的是 此时墨翠也只是开个窗罢了 摊主还不知道 里头是啥情况呢 能出三千已经不错了 这一来一去 两百块钱变成三千块钱 老金别提有多兴奋了 接下来 严手一直接走向千元以上的原石区域 刚才只是小事牛刀 想要挑中好的原石 个头是先决条件 千元以上的原石 都有篮球大小了 就算开出最不值钱的砖头料 也不至于亏太多 正在严手一认真挑选之时 人群里忽然钻出了一个小个子 篮在严手一面前 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了一块原石 对严手一说道 小哥 我看你眼光不错 不如瞧瞧我这块原石 严手一低头一看 这块原石有两个巴掌大小 开了个小窗 里头的毛料颜色色正又浓 看着像是帝王绿 水头也足 这么一块帝王绿 至少价值百万以上 那小个子笑道 这是我从翡翠场里偷出来的 不敢去正规渠道卖 你也是懂行的人 我正好缺钱 十万块卖你 如何 一旁的老金听到了小个子的话 也凑过来看了一眼 顿时激动起来 老颜 我看这石头中啊 严手一笑了笑 摇头道 十万块买个假货 我没兴趣 假货 老金一愣 这不不能够啊 那些摆在地上的原石 啥也没有 这小个子 手里的 好歹开了个窗 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 怎么会是假的呢 小个子也是强颜欢笑 小哥 你不买别乱说啊 且不说你这原石 就是在低荡石头上贴了一片帝王绿 光是你这块原石 也都是造假的 你把废石沾上优质翡翠皮壳 再放在金酸 减净过的土壤埋上处理 你真当我傻 看不出来吗 严手一一语道破小个子的骗局 让小骗子哑口无言 小个子自知遇到高手了 只能认栽 抱着石头灰溜溜地准备要跑 严手一一把 抢过他的原石 狠狠地砸在地上 你 小个子面露怒色 严手一淡淡说道 假货被人识破 就要当场砸了 这是江湖规矩 我没报警 抓你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想拿着这块破石头 继续骗人吗 小个子咬了咬牙 最后远远地对着严手一抱拳 飞速消失在人群当中 江湖是个复杂的江湖 好与坏没有明确的界定 有的只是规矩 例如 过去看家护院的 和打家结社的 有可能相互认识 甚至失出同门 不过大家各凭本事吃饭 只有守规矩 骗人就是这小个子的生存之道 严手一识破了他的骗术 他也只能守规矩 认栽退出 不再纠缠 一场小小的插曲过后 严手一开始认真挑选原石 千元以上的原石 个头大 要观察的细节也多 所以严手一足足挑了五分钟 才终于相中一块 老板 这块原石我要了 可就在他喊来贪主之时 竟然有人 与他同时相中了这块原石 抬头一看 只见自己的身边 站着一名穿着中山装的小老头 小老头配中山装 此人妥妥的不简单啊 严手一一眼就看出了 这小老头的不凡 但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这小老头穿着中山装 而是他眼中的那一抹精气 普通的老人 总是眉眼低垂 眼里无光 但小老头却十分精神 这可不仅仅是富贵就能做到的 不好意思 是这位小哥先看中的石头 虽然老头也开口要原石了 但他终究还是比严手一晚了一步 那摊主刚才从严手一这里捡了便宜 所以也向着严手一一点 小老头还没说话 他身后忽然钻出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直接塞给摊主五千块钱 他撅着嘴说道 看中有什么用 没付钱就不算 这块石头我们要了 谁抢我跟谁结 小姑娘操着一口老烟金枪 穿得很是时髦 看她的模样似乎也是游客 老金可最不惯着小姑娘了 当即把摊主手里的五千块钱抢回来 塞回小姑娘手上 现在的小屁孩都这么没规矩吗 先来厚道知不知道 你家里长辈怎么教你的 小姑娘愣了愣 随后怒道 我家里长辈怎么教的 还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 眼看双方就要吵起来的 摊主直接装聋作哑 他的摊子 每天都会有人争得脸红脖子粗 但对他而言 只要赚钱就好了 谁买到石头和他无关 好了 换丝 出门在外 不便有人多做争吵 既然这位小哥喜欢 我们就把原石让给他吧 这时 小老头开口讲和 语气和善 但老金却听得不舒服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这原石本来就是 我们先看中的 什么叫让 行了行了 各退一步 严守一安慰几句 让老金掏钱买原石 既然那个小换丝的小姑娘 拿了五千 老金便也拿了五千 气势上不能输 五千块钱到手 摊主立刻露出产妹的笑容 二位要先再开吗 开窗 还是横切 横切 严守一毫不犹豫地说道 但要按照我说的来切 当然当然 严守一从摊主那儿 拿了一支笔 开始在原石上划线 并且叮嘱摊主 就按照这个线切 不要切多 也不要切少 有这种要求的客人 不在少数 所以摊主也没多嘴 往原石上浇水 准备开始切割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小姑娘幻思和小老头 一直在旁边窃窃私语 临要开原石之时 幻思走过来说道 我爷爷说了 这块原石里是帝王绿 不过水头不足 老金一愣 这原石又不是你们买的 现在多嘴有什么用 严守一却笑了笑 他看穿了幻思的小心思 之前他们没能买到原石 现在来说几句风凉话 压压他严守一的风头呢 这小老头儿 的确有点本事 竟然能看出 原石里是帝王绿 至于什么水头不足 料不够好之类的评价 严守一则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直接让摊主开始切石头 幻思剑严守一满不在乎 顿时感觉再次受挫 气得不行 终于要开石头了 林子铜龙飞成 他们也靠近观看 一刀下去 原石被开了一个大窗 摊主拿不一抹 顿时愣住了 这原石里竟然真的是帝王绿 帝王绿可是翡翠当中最值钱的 只是眼下的橙色差了点 如果个头大的话 卖个三百万不成问题 摊主笑道 小哥 你赚大了 老金虽然不懂行 但看到这翡翠绿的没那么纯粹 里头还有些杂质 心里也有些失望 不会真像那小姑娘说的一样吧 唉 说对了又如何 这么大一块帝王绿翡翠 价格肯定不跌 老金心想到 这时 摊主开始切第二刀 第二刀切下 裸露的部分画风突变 在那水流的冲击之下 纯粹的帝王绿缓缓显现 帝王绿又称祖母绿 绿中泛出蓝色调 却不偏色 给人的高贵感受是 其他翡翠遥不可及的 而这一面的翡翠毛料 色泽无比纯正 里头不含一点杂质 简直如同完美无缺的镜子 可以直接映出摊主震惊的表情 这 这一面堪称完美 摊主震惊地说道 第二刀切下 这块毛料的价值至少翻三倍 如果个头再大点 翻五倍不成问题 他紧接着又按照严手一所画的线 将整个翡翠毛料切了出来 完整的毛料 体积约是原石的四分之三大小 因为严手一画线的缘故 毛料几乎是被完整取出 没有半点浪费 这么大的一块帝王绿 而且品质如此之高 顿时引来了无数围观者 甚至连隔壁摊的摊主 不争相过来观看 我的天 这块毛料至少价值一千五百万吧 是谁中了大奖 好多年没见过水头这么足的翡翠了 我觉得卖个两千万不成问题 这块原石我天天看着 怎么就没想过要出手买呢 哎 幻思傻眼了 小老头的脸色也有几分尴尬 他们之前还说 这块原石不值钱呢 没想到反转和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那摊主也不废话 直接对严手一说道 兄弟 你知道我做生意时程 这块毛料我一千六百万收 如何 严手一直接把问题甩给老金 老金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 这一千六百万 对他而言如同白俭一般 多一点少一点 他完全不在意 生意谈成了 摊主嘴都笑歪了 不过他眼下并不能一口气 拿出这么多钱 于是让严手一他们 在摊子前坐下喝喝茶 让他去周转周转 众人坐下以后 魏长青满意地点点头 看来师父的本事 你确实学到家了 方才严手一对原始观察入微 甚至连里头翡翠的形状 都完全看出来了 这一点 让魏长青都忍不住佩服 到底是严家的后代啊 严手一他们这边欢天喜地 幻思却气得牙痒痒 小人得志 幻思小声骂道 小老头把脸一拉 严肃地教育道 幻思 你这般言论 才更像是小人所为 是他们抢了我们的原始 幻思嘴硬道 小老头忍不住摇摇头 你真是被你父母给关坏了 这次出来 正好搓搓你的锐气 走 跟我来 小老头说着 便走向严手一他们 幻思在后头瞬间着急了 爷爷 我没那脸皮 再去和他们说话了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多与比你优秀的人做朋友 你才能有长进 小老头不由分说地 拉着幻思 走向严手一等人 严哥 你简直神了 那么大一块原始 你看得分毫不差 难不成你有透视眼吗 我别的不学 就学这透视眼了 话说这透视眼能透多少 能看透那边那个妹子的裙子不 摊子里 摊主的手下端上最好的茶水 龙飞成为这严手一 不停地询问技巧 此时严手一却有点后悔 他已经发现 有人群里有不少目光 一直盯着自己 甚至有人在悄悄打电话 自己刚才对毛料的画线太过精准 虽然说切出了一块完美的翡翠 但却因为太过精势害俗 而被人给盯上了 出门在外 被地头蛇给盯上 就算严手一他们不是普通人 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啊 严手一没喝茶 而是对翁千象说道 老翁 要是你给我们一容 会不会很麻烦 翁千象似乎也察觉到 有人在打量他们 他笑了笑道 一个人只需要几分钟 要是早有准备的话 几秒钟足矣 别看翁千象没什么战斗力 但他身为画皮师 伪装能力是十分强大的 只要是他看中的脸 只需要一眼就能记在心里 轻松还原到自己脸上 严手一此时已经做好决定 等到那摊主回来结了钱 他就找个没人的地方 让翁千象给大家画脸 先甩掉那些眼线再说 他们还没等到摊主回来 反而等到了小老头 带着幻思过来了 只见幻思满脸不情愿 被小老头声托硬拽 拉到了严手一的面前 小老头客气地拱了拱手 道 刚才是老夫眼镯 不识这帝王绿好货 更没看出来 这位小哥身怀绝技 眼力非凡 失敬失敬 老金赚了大钱 已经懒得和幻思 这个小姑娘计较了 嘴碎的龙飞城答话道 听你们的口音 是燕京人吧 我听说燕京的玩主多 而且一个个傲得很 今天算是长坚实咯 燕京毕竟是一国之都 骄傲也是在所难免 不过龙飞城可不惯着 小老头知道 严手一他们还没消气 于是主动报上名号示号 老夫名为朱领 这丫头是老夫的孙女 朱焕丝 焕丝 向朋友们问好 焕丝扭扭捏捏 心不甘情不愿地 打了声招呼 大家看他年纪不大 也懒得和他计较 只是本来对他们 没食妖兴趣的严手一 听到小老头的姓氏 忽然眼皮子一抬 他问道 可是燕京凤一轩的朱家 此言一出 朱领和朱焕丝都愣住了 此人竟然知道凤一轩 朱领口气立刻一变 变得更加尊敬 敢问小哥是什么人士 竟然知道我们凤一轩 我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人 只是穿过几件凤一轩的衣服而已 严手一笑道 只是穿了太多年了 前不久才扔了 听闻严手一穿过凤一轩的衣服 朱领更是惊讶了 其他人听得云里雾里 一旁的龙飞城 挠了挠后脑勺 说道 严哥 我怎么听凤一轩这个名字好耳熟 你是不是什么时候提起过 严手一随口答道 去年咱们去飞凤山抢亲的时候 有个给我定制西装的采访 他就认出我身上穿的衣服了 当时你就已经问过 什么是凤一轩 我还说 以后有机会给你也整几件凤一轩的衣服 这么一说 龙飞城想起来了 这凤一轩 据说是专门给皇帝做衣服的地方 后来没皇帝了 才开始对一些地位非凡的人开放 且不说这凤一轩做的衣服 多么合身多么好 光是凤一轩的名头 便如同通往顶流社会的通行证 只要穿着凤一轩的衣服 就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认可 朱领说道 我们凤一轩由明朝开朝皇帝亲舍 得明太祖赐姓 同皇共姓 近百年来只做过不到两百件衣裳 能够穿上我们凤一轩衣裳的人 必定来历不凡 严守一点点头 他这也是才知道 原来凤一轩诸家的诸姓 是当年诸元张赐的 如今虽然没有皇帝了 但当年侍奉皇帝左右的那些人 依旧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和人脉 明朝距今已经五六百年 可凤一轩还能一家独大 便是这个道理 只是普通人根本不知道罢了 朱焕丝打量着眼手衣 皱着眉头说道 爷爷 他该不会是吹牛的吧 我看他怎么也不像是 穿得上我们凤一轩衣服的人 此言一出 朱领直接沉下脸来 眼神严厉地瞪了朱焕丝一眼 爷爷平日里怎么教你的 你都忘了吗 朱焕丝被爷爷的反应吓到了 但青春年纪的他 最不知道的就是如何低头 还嘴硬道 咱们家招待的客人 我也见过不少 他们有些和我还是朋友呢 但他们哪个不是肺腹即贵的 我还没见过像他这样 普普通通 说话是警的 闭嘴 朱焕忍不住了 当场给了朱焕丝一个耳光 朱焕丝被扇了巴掌 捂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朱焕 朱焕怒道 六百多年来 皇帝位置换了一个又一个 朝代更是更迭了不知多少代 为什么我们凤一轩还能屹立至今 我说过多少遍了 凤一轩就是一个裁缝铺子 一个给人做衣裳的 别以为自己认识几个达官显贵 自己就和他们是一个层次的人了 你的谦卑之心到哪去了 爷爷平日里交的 你全都忘吗 说这话的时候 朱焕前所未有的认真 朱焕丝也是头一回 看到这样的爷爷 平日里 爷爷虽然也说教 但对自己 一向是疼爱万分 何时有骂过自己 更何况动手呢 朱焕丝也看得出来 爷爷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可爷爷再生气 也不至于动手啊 委屈的朱焕丝 也是倔脾气 竟然撒手转身哭着跑了 见着爷孙俩闹成这样 之前生气的龙飞城和老金 反而有点不知所措 两人一起上去劝说 让朱焕消消气 朱焕叹气道 事关我们凤一轩根本 不言利点教育不行 让几位见笑了 他自己一个人 不会迷路吧 林子彤问 朱焕摇摇头 放心 有人会跟着他的 眼手一微微汗手 虽然朱焕自己 将自己的位置 摆得很谦卑 但他们依旧是普通人眼中的 庞然大物 刚才朱焕丝跑走的时候 眼手一明显感觉 有人跟了过去 想必是朱家的高手吧 时代更迭 云起云落 想要在这滚滚历史浪潮之中 存活下来 很是不易 眼手一非常能理解 朱焕为何如此生气 正所谓 木秀于林峰必摧之 凤一轩如果不以裁风自居 而是把自己定位在顶流社会 恐怕早就被人给踢下神坛了 正是因为 他们一直保持谦卑 甚至以奴才的姿态对待每一名客人 才能屹立六百多年而不倒 成为一个古老的家族 许多民间教派 就是因为放不下身段 才无人传承 甚至绝迹于世 古一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古一一脉不愿意公开药方 让西医有机可乘 如今百姓 只信西方那一套 却对自己老祖宗千年流传下来的传承 嗤之以鼻 再举个浅显易懂的例子 许多奢侈品专柜的柜员 明明只是一个卖货的 却因为卖的货价格昂贵 便自以为自己的身价 也跟着贵了起来 从而看不起来购物的顾客 殊不知 脱离了那些奢侈商品 贵员只是一个普通的贵员 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 朱领如此生气地教育朱焕斯 也是希望朱焕斯摆正自己的位置 不要让凤一轩数百年传承毁于他手 龙飞城拍着朱领的后背说道 朱老 你也别生气了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朱领一愣 你这不打不相识 和老夫理解的好像不太一样 不过朱焕斯这一走 朱领与颜首一沟通 就变得轻松一些了 朱领问道 敢问小哥的身份是 颜首一抱拳道 鲁班传人 颜首一 朱领大吃一惊 竟然是鲁班传人 这么多年了 鲁班传人一点风声都没有 老夫还以为 哎 不提这个 你的几位朋友 这位是我二叔魏长青 也是鲁班传人 这位是 我的妻子林子彤 她是驴山派下任掌门 还有 颜首一一一介绍 只是介绍到龙飞城的时候 不知该如何介绍了 这家伙除了个龙城浪里小白龙 似乎也没什么名头了 却见龙飞城清了清嗓子 自我介绍道 朱老您好 我是2006年 米国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2008年 感动华夏组委会特别大奖获得者 2009年年度地球卫视奖获得者 2012年世界末日生存者 2022年奥林匹克杯获得者 不过以上那些都不重要 您只要记住 我叫龙飞城就好 朱领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总觉得龙飞城好像在吹牛 但这些名头 好像又不是随便能获得的样子 于是他干咳两声 友好的说道 真是人不可貌相 王吉王把龙飞城拉到一旁 小声问道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名头了 吹牛不怕遭雷劈吗 我没吹牛啊 龙飞城黑黑一笑 不信你自己上网查一查 这些荣誉是不是颁给我的 王吉王不信邪 拿出手机查了一下 顿时目瞪口呆 他对龙飞城竖起大拇指 你牛 我服了 承让 经过这一番介绍 朱领才知道 严首一一行人 可谓是藏龙卧虎 个个来历不凡 同时他也后悔 自己的孙女 刚才冒犯到了严首一他们 不禁又为此而道歉 严首一 当然是不放在心上 朱领说道 我们凤一轩做的衣服 每一件都登记在侧 我也记得滚瓜烂熟 严小友 你的爷爷 应该是叫严百祥吧 他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我们在燕京的凤一轩总铺 就是他老人家设计的 原来如此 提到了自己的爷爷 严首一忍不住有些动容 魏长青的表情 也有了些许的变化 朱领目光下移 果然看到严首一的跨包 他笑道 你身上这个跨包 就是出自我们凤一轩 哦 严首一心里一惊 上次在前堂的时候 他就想问 打更人徐志平这跨包的来历 但一直没机会问 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 倒是在长安 遇到了凤一轩的人 朱领道 你看看 你跨包的背带那面 是不是绣着一只小凤凰 还真是 严首一根本不需要看 这跨包陪着他好多年了 上面的每一个细节 他都清清楚楚 这跨包是我爷爷给我的 我并不知他的来历 还请朱老戏说 严首一请求道 朱领当然是乐于解答 这跨包的材质十分特殊 内藏乾坤 别看它 只有这么点大 里头却能塞下一辆轿车的空间 至于其工艺 也是我们凤一轩立足之根本 是非本家人不传之密 我记得你身上这个跨包 是出自我大伯之手 这应该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只可惜 他老人家前些年 就已经嫁和西去了 直到如今 严首一才搞明白 跨包的来历 同时 他心里还有一些小失望 他隐约间 总觉得这跨包 和自己的母亲有些关系 而如今看来 却不是那样的 咦 严小友 你方才说 这跨包 是你爷爷传给你的 朱领忽然问道 严首一疑惑道 有什么问题吗 朱领皱起了眉头 因为凤一轩的每一件作品 都登记在册 我也熟烂于心 所以我记得 这跨包似乎不是 做给你爷爷严百祥的 而是一位女子 严首一似乎想到了什么 眼睛亮了起来 她叫什么名字 这个 朱领尴尬地笑了笑 似乎是不方便透露了 虽然现在跨包在 严首一的身上 但朱领并不能随意 透露自家顾客的信息 见朱领神色为难 严首一直接说道 她是不是叫 就在严首一即将说出 自己母亲名字之时 魏长青忽然打断道 首一 别问了 为什么 严首一不解地 看向魏长青 你的胯包 确实是你母亲留下的 至于更多的 你也别再细问了 魏长青一反常态 竟然一口气 主动说了这么多话 严首一望着魏长青 眼里有着深深的不解 林子彤轻轻地 抓着她的手说道 不要咱们就别问了 魏长青阻拦 自然有她的道理 而关于母亲的事 似乎父亲和奶奶 也在有意地瞒着自己 严首一犹豫了一下 决定不再多问 但 不问不代表 就真的不去调查了 这次魏长青出口阻拦 反而让严首一确定 自己的母亲 绝对不是普通人 毕竟 什么样的普通人 能得到凤一轩做的包 而且还是 朱领的大伯最满意的作品 父亲他们瞒着自己的原因 也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严首一决定 要自己偷偷查出母亲的身份 查出他们为何要瞒着自己 对于自己的母亲 严首一没有半点印象 小时候 她在陈家村之时 经常和同村的小伙伴一起玩耍 等到天黑以后 小伙伴的母亲们 总会在村子里 吆喝着小伙伴们的小名 叫骂着 让他们早点回家 而严首一 总是最后一个回家的 因为严首一没有母亲 严百祥和严丑 两个大男人的教育方式 就是 只要不死就好 哪有女人那般细腻周全 这让严首一 有了一个无拘无束的童年 却也让她心里有所缺失 如今总算得到了一些母亲的消息 严首一多年来 藏在心里的种子 才悄悄发芽 她的手指 轻轻划过跨包老旧的布面 就如同跨越了数十年的时光 摸到了母亲的手似的 曾经妈妈 也背着这个背包 跟着老爸走天下 严首一脑子里 浮现出了一张模糊的脸 她找了个借口 把朱领单独叫到一旁 朱领疑惑道 严小友 有什么事吗 朱老 有机会 我想去凤一轩拜访拜访 严首一说道 朱领笑道 自然欢迎 我大伯还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了 凤一轩还欠严家三个人情 只要你愿意 随时可以去凤一轩做客 谢谢朱老 严首一感激一笑 其实他是想去凤一轩 调查自己母亲的身份 二人只是说了几句话 又回到了摊子 正巧那摊主也回来了 摊主带回来的是三份合同 还有一个POSG 因为这次交易数额巨大 哪怕摊主账户里有那么多现金 一时半会儿也转不出来 所以他立了合同 先给老金转五百万 剩下的前一周内也会到账 老金当然没意见 这1600万对他而言 和白减的没什么区别 合同签好 一事三份 老金和摊主各吃一份 剩下的一份要送到银行去保留 丁的一声 老金的账户里就多了五百万 龙飞成羡慕不已 问老金道 说吧老金 今晚你要打几个 你们要是聊这个 那我可就有兴趣了 翁谦向神色凝重 老金你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我愿意为你分担 几人当中 也就王吉王比较正经 只是明眼人一眼 就看出他是假正经 他现在不说话装高冷 一会儿可能就悄悄抱大腿 求老金带他上车了 听到严首一 这几个狐朋狗友的发言 林子彤冷冷地提醒道 听说长安最近管得很严 我们的行程又紧 可没时间等你们15天 龙飞成回过神来 立刻大喊道 嫂子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们都是好同志 与赌独不共戴天 你是只字不提黄啊 严首一无语道 玩归玩 闹归闹 最后还是老金发话道 其实以我的本事 赚钱再容易不过了 只是这钱拿得烫手 我也只是过把瘾而已 回头就要全捐给山区留守儿童 500万 全捐了呀 龙飞成不敢相信道 我最多留5000 留多了会有麻烦的 老金答道 民间教派传人基本都与财无缘 以老金的能力 想要腰长万贯简直是轻而易举 但相应的 他必须放弃一些什么 总有一些是比荣华富贵更重要的 所以老金宁愿选择清贫一些 看着老金残忍地将刚到手的钱全捐出去 龙飞成心都在滴血 不过他也知道留着这钱会有什么后果 只能含泪说道 我多多少少也算个留守儿童 要不你给我也捐点吧 严首一拍了拍龙飞成的肩膀 说道 差不多了 咱们该换地方了 那些盯着他们的人蠢蠢欲动 这里不宜久留 正当严首一他们要起身离开之时 朱领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随后连就沉了下来 严首一见状 便问 朱老 怎么了 朱领摇了摇头 不是什么大事 换似在临街 被几个骗子小混混给缠上了 每一个市场都会有地头蛇 有地头蛇就一定有小混混 尤其是小东门这种 有金钱往来的地方 之前严首一遇到的骗子 已经算是守规矩的了 估摸着朱焕丝那未经事事的小姑娘 不知变通 才招惹上了那帮人 朱领带着歉意说道 这点小事就不烦言小友了 老夫过去一趟 其实 朱领安排在朱焕丝身边的那几个人 都是高手 解决几个小混混 只是小菜一碟 想必也是朱领特意想要让朱焕丝吃亏 那几个高手才没有出手 严首一想了想 反正现在要等马景轩 他们几个闲着无事 不如跟着去看看热闹 于是 大家一起陪着朱领 穿过几条小巷 便看到街边有不少吃瓜群众 拨开人群挤到里头 只见朱焕丝被几个男人给拦着去路 地上还有一个丑不拉几的古董百剑 旁人叽叽喳喳地讨论 严首一也很快就听清楚 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是朱焕丝路过眼前这个小摊 看中了一对古董百剑 便问摊主要来看一看 结果在经手之时 也不知道是谁的过错 百剑摔坏了一个 摊主当场就拦着朱焕丝 不让他走了 非说这摆剑原来是一对 摔了一个另一个就不值钱了 朱焕丝必须全都买下来才行 而那巴掌大的小摆剑 足足要三万块钱 朱焕丝也不是掏不起这个钱 他只是觉得委屈 自己压根就没拿到摆剑 摊主就突然撒手了 要论责任 也是双方个单一罢 摊主此时抓着朱焕丝的细胳膊 凶神恶煞地说道 老子告诉你 像你这种笨手笨脚的客人 老子见多脸砸了东西就想跑 门都没有 娇生惯养的朱焕丝 哪见过这个场面 此时他才后悔 刚才耍脾气 离开爷爷的身边 现在遇到麻烦 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 一时间 他的小脸紧张到战红 眼里已经有泪珠要续不住了 眼手一看了一会儿 无奈地摇摇头 还是出手救下这个朱焕丝 拉近一点和朱老的关系 日后去凤一轩串门 好歹人家能热情点 于是他走出人群 上前一把抓住摊主的手 冷声说道 撒手 我不想说第二次 摊主本来占据上风 哪知突然杀出眼手一 这个程咬金 不由得一愣 随后他怒道 哪里冒出来的瓜皮 闪边去 朱焕丝也愣了愣 他发现 帮自己出头的人 竟然是自己之前 瞧不起的眼手一 虽然心里尴尬 却似乎又找到了依靠 好歹是个有交集的人 不像是眼前这个摊主那样 凶巴巴的 撒手 你一把年纪了 抓着一个小女孩不放 就不怕你老婆 晚上不让你钻被窝 眼手一冷声道 旁边的吃瓜群众 一听就乐了 纷纷在笑话摊主 摊主也是要脸皮的人 赶紧就撒开手 却不忘狠狠地 瞪了眼手一眼 我告诉你 这里都是我的人 你们弄坏了东西就得赔 跑不掉的 朱焕丝赶紧躲到眼手一身后 怯生生地对眼手一解释道 他们诬陷我 根本不是我 摔碎他们的古董的 眼手一无奈地摇摇头 到底还是社会阅历浅啊 在古玩鉴赏这一行 有一句老话 叫看保不过手 意思是在鉴赏古玩的时候 从一方交到另一方手上之时 必须由前者先放在桌子上 后者再从桌上拿起 这样要是古董一不小心摔坏了 责任就清楚明了 而眼前这个摊主 就是看准了朱焕丝年轻不懂事 故意设了个圈套 让朱焕丝不小心摔了这古董百件 然后再强埋 强埋坑他一笔 这样的事情 在古玩街每天都在上演 区别只是上当受骗的人 换了一批又一批而已 眼手一拿过老板手里的古董百件 随意看了几眼 便说道 假货给你三十滚蛋吧 摊主一听就来气了 你懂个屁 这两件宝贝都是送贷的 独一无二 我这里有证书或真价实 是吗 眼手一冷哼一声 直接走到摊子里头 随手拉开一个抽屉 抽屉里满满当当的 全都摆着一模一样的古董百件 你刚才不是说独一无二 或真价实吗 眼手一冷笑道 感情老板 你祖上是在送贷开场子的事吧 摊主面色一变 手忙脚乱地把抽屉推回去 按道 今天碰到硬茬了 吃瓜群众发出惊呼声 尤其是那些外地游客 亲眼看到了一场骗局的他们 愤愤不平 因为今天如果不是眼手一 下一个上当受骗的 可能就会是他们自己 朱焕丝也是愣住了 直到刚才 他心里还有几分愧疚 但发现自己受骗之后 他可是气不打一出来 眼手一特意留意了一下 朱灵的反应 发现这小老头 正笑嘻嘻地看着自己 好吗 我有一脉人请给凤一轩 你们凤一轩 也想着和我套近乎 早知这样 眼手一刚才甚至不需要 自己出来帮朱焕丝解围了 随便派出王几网 或者龙飞城都行 朱焕丝还不知道 自己的爷爷 就在人群里偷偷观察他 此时 他上前对眼手一说道 谢谢你帮我解围 刚才我还那样对你说话 道歉倒是很诚恳 看来这朱焕丝 也不是完全不讲理 他之前赌气 多半还是因为朱灵的态度 眼手一摆了摆手 朱焕丝直接说道 我们赶紧回去吧 这里到底还是别人的地盘 而且眼手一当众戳穿了 摊主骗人的把戏 搞不好 摊主会恼羞成怒报复他们 事实证明 朱焕丝的猜想是正确的 那摊主回过神后 气得吐血三声 直接大喝一声 人群里很快就冒出了几个 看着凶悍的大手 其中几个甚至早就盯上了眼手一他们 眼手一叹了口气 越是这种传统的地方 就越是少不了旧时代的糟粕 都什么时候了 还搞地痞流氓打架斗殴这一套 朱焕丝害怕道 他们人多 我 我们还是跑吧 跑 整个小东门都是我的人 你们跑得了吗 摊主冷笑道 坏了他的好事 让他在同行面前丢脸 这个摊主 怎么可能轻易放走眼手一和朱焕丝 在他的眼里 这不过是两个可以随意欺负的外地人罢了 眼手一揉了揉手腕 以他的能力 出手打这几个普通人 实在是有些降维打击了 稍微有点收不住力 都有可能闹出人命 但眼下似乎不得不出手 于是眼手一二话不说 转身就冲着摊主的门面 给了一拳 那摊主在小东门横行霸道多年 坑害外地人之时 对方人生地不熟 多半会认怂 他哪想得到今天会遇到眼手一这个硬茬子 说动手就动手 一拳之下 摊主直接懵了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他倒在自家的摊子前 伸手一摸 鼻子歪了 脸上全都是血 啊 啊 摊主无意识地惨叫起来 鼻子上的神经多 平常扣个痘痘 都能把人疼得半死 更何况眼手一这一拳 直接干碎了摊主的鼻梁骨 那些打手见状也是有点意外 但这也成功激怒了他们 几个打手瞬间包了上来 此时龙飞城他们也没有闲着 全都站出来拦着打手 人多欺负人少是吧 地头蛇欺负外地人是吧 不爽 咱们过两招 龙飞城好歹也是 见过大风大浪了 他的庄稼把势打不过鬼王 但收拾几个普通人 还是绰绰有余的 就在双方即将动手之时 一道声音忽然喝住了所有人 都住手 眼手一龙飞城 他们没什么反应 那群打手却全都一击灵 然后老老实实地站直了身子 似乎不打算动手了 人群里走出了一伙人 为首之人是个长胡子老头 老头的胡子 甚至编了个小辫子 便实度很高 但让眼手一他们在意的 不是这个老头 而是老头身边的马景轩 景轩 林子彤疑惑道 你这是 马景轩神色为难 你们没事吧 怎么闹成这样了 骗子摊主和那群打手 见到长胡子老头 顿时都放低身段 一个个低着头 不敢吭声 长胡子老头只是看了一眼 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听他淡淡地说道 看来这行生意 你是不想再做了 收拾东西 滚出小东门吧 摊主闻言 顿时绷不住了 直接跪在长胡子老头面前 痛哭流涕 祈求长胡子老头 网开一面 但长胡子老头 只是冷哼一声 他带来的手下 便直接把摊主架走 并且收拾摊子上的东西 严守一扎舌 心中想到 这老头身份也不简单啊 本来一触即发的矛盾 就这么因为 长胡子老头的出现 瞬间被化解了 和严守一的反应一样 朱灵也在打量着 长胡子老头 原来是他 朱灵低声自言自语 严守一忙问 朱老知道那位老爷子的身份 秦天行 人称秦六爷 他祖上身份不简单 手握巨大的财富 这整个小东门 你目之所及 全都是他的铺子 朱灵说道 严守一心里一惊 这位秦六爷 才是真正的地头蛇呀 朱灵又道 像秦六爷这样身份的人 长安还有几个 各自掌握着一个古玩市场 小东门治安相对已经不错了 正是因为有秦六爷存在 据说秦六爷眼里 容不得沙子 谁要是敢在他的地盘行片闹市 他会毫不犹豫地 把人驱逐出去 并且永远不让对方 踏入小东门半步 严守一叹了口气 这手里 有房 就是硬气啊 普通人能有一套房 都骄傲不已 这个秦天行秦六爷 手里直接握着一条街 看谁不爽 就把谁赶出去 钱不钱的 根本不在乎 主要是房多 商铺多 根本不差这点钱 看秦天行的面向 的确是个正直之人 只是他毕竟孤身一人 这偌大的小东门 他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 才给了刚才那摊主 钻空子的机会 没想到马景轩 这次到小东门来 找的竟然是秦六爷 秦六爷现身 赶跑了骗子和打手 其他的摊主 纷纷上前打招呼嗜好 秦六爷也是 稍微应酬了一阵 等到打完招呼 秦六爷才来到 严守一他们的面前 自降身份先是抱拳 带着歉意说道 这小东门 是我管教无方 给几位带来麻烦了 严守一和朱领 连忙摇头 直说秦六爷客气了 秦六爷又道 我本喜欢清静 家里也很少招待陌生人 所以景轩 才单独来找我 不过得知有民间教派 传人在此 我便赶紧过来了 不能让客人们 在外头干等着 还请赏脸去寒舍做作 这秦六爷说话客气 做人也地道 完全没有因为年长 而摆什么臭架子 大家对他的好感 也增加不少 于是 严守一也就欣然接受 并且将朱领和朱焕思 介绍给秦六爷 秦六爷毕竟也是 传统行当的 他知道民间教派 自然也听过 凤一轩的名头 所以当得知 凤一轩的朱领 在这之时 秦六爷也是大吃一惊 连忙邀请他们一同前去 跟在秦六爷身后 那朱焕思低着头 来到严守一的身边 唯唯诺诺地 想要与严守一说话 又不好意思开口 严守一的注意力 都在秦六爷那边 完全没注意到 跟在身后的朱焕思 还是细心的林子彤发现了 故意拽了拽严守一的衣服 道 焕思有话要对你说 哦 严守一回头一看 只见朱焕思满脸通红 欲言又止 严守一摆了摆手 是你爷爷让你来 对我们道歉的 朱焕思摇摇头 爷爷没说 是我自己想道歉 还要对你说声谢谢 哦 不用客气 严守一压根 没把朱焕思的事情 放在心上 在他眼里 这朱焕思 就与之前前堂火葬场的 崔宇一样 都是傻不拉几的 中二青少年 别看他们15喝6 好像很厉害 迟早会有人教育他们 崔宇被教育后就成长了 朱焕思还差点意思 今天被骗只是个开始而已 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而该着急该在意的人 是朱灵 不是严守一 所以他的态度很是淡定 看到严守一 一副完全没有放在心上的模样 朱焕思有点郁闷 走到队伍最后 摆着张苦脸对朱灵说道 爷爷 我是不是很讨人厌啊 有吗 朱灵似笑非笑地 看着朱焕思 朱焕思也不是傻子 看朱灵这幸灾乐祸的表情 就知道他的意思了 于是 他原本张扬的性格 慢慢开始有些收敛 此时冷静下来 再看严守一他们一伙人 朱焕思发现他们虽然 看着吊锅 吵吵闹闹 但其实非常有规矩 除了那偶尔会对着路边 小姐姐吹口哨的龙飞城 还有那时不时会露出 猥琐表情的老金和翁牵象 不过严守一是 最让朱焕思感到惊讶的 他明明比自己大不了几岁 却能和自己的爷爷 秦六爷他们相谈甚欢 这是朱焕思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一时间 朱焕思竟然有些仰慕严守一了 秦六爷的房子 就在小东门的高处 可以俯瞰整个小东门 这位置与张山通在 三方七巷的鬼宅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闹钟取静的绝佳之所 不同的是 秦六爷的房子到处都摆着古董 入眼之处 都有着一股历史的沧桑厚重感 家里的一草一木 似乎都有着故事 马景轩介绍道 六爷年轻的时候 和我师父一起闯荡 虽然不是真正的摸镜校尉 但也算半个入行人了 后来六爷金盆洗手 回到长安接管了家族的小东门 龙飞城羡慕极度恨 富二代创业失败 回家继承家产 多么励志的故事啊 翁千相也流露出向往的神色 小时候我总觉得 自己是某个亿万富翁的私生子 结果都这个年纪了 我那亿万富翁的老爸还没出现 秦六爷也被这两个家伙的话给逗乐了 众人才走到院子 还没坐下 眼手依就忍不住问马景轩 你不是来问马兴平的下落的吗 情况如何 提起自己的哥哥 马景轩的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 秦六爷叹了口气 替马景轩说道 兴平几天前就到我这儿了 啊 严守一等人惊讶 这么说来 马兴平已经从秦始皇陵中逃出来了 虽然很好奇 马兴平都经历了什么 但得知他平安出来 严守一他们还是松了口气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龙飞成问 秦六爷看了一眼马景轩 马景轩便去到里屋 没一会儿便推着一辆轮椅出来 而轮椅上 坐着一个瘦的皮包骨 一动不动 掩掩一息的男人 从他的面部轮廓 勉强可以认得出 是许久未见的马兴平 马兴平 严守一不敢相信地走上前 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没怎么见过这种场面的朱焕丝 吓得直接躲到朱领的身后 而朱领也露出凝重的神色 马景轩眼圈泛红 哽咽地说道 我哥从秦始皇陵墓中逃出来以后 就变成这样了 还是让我来说吧 秦六爷长叹一声 不自觉地搓着大拇指上 戴着的玉斑纸 三天前 欣平忽然闯到我的院子 那时他就已经浑身是伤 状态很差 我赶紧安排医生 为他调理身体 结果不仅没能让欣平的伤势转好 反而出现了更奇怪的病症 一开始 欣平就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 嘴里总是嘟闹着什么 四肢还时不时地会抽搐 后来他的身体逐渐没了知觉 开始一动不动 再之后就日渐消瘦 短短三天 就从一个精壮小伙 变成了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模样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尤其是严守医和林子彤 心中的惊讶无以复加 他们还记得 在陈家村之时 马欣平灵活得像一只猴似的模样 结果只是短短三天 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是不知情的外人来看 恐怕会认为 马欣平是个十几年 没下过床的植物人 此时马欣平坐在那 如同一副骷髅架子 如果不是 他时不时转动的眼珠子 和偶尔轻微起伏的胸口 就真的与一具尸体没区别了 秦六爷道 全长安最好的医生 都请来看了个遍 但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 这是什么病 老金神色凝重地说道 秦六爷打量着老金 道 方才景轩也提到了 你们当中有齐皇派的古一传人 或许能看出 欣平得的是什么病 想必那名古一传人 就是你吧 严守医开口道 老金 你有头绪吗 老金不答话 上前给马欣平把脉 又检查了一下瞳孔 最后摇头道 马欣平没有生病 林子彤疑惑道 没生病 那他是怎么 他不是生病 也不是中毒 而是被诅咒了 老金沉声道 诅咒 众人惊讶无比 对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词 天然就存在着一定的恐惧 如果是病 这就好了 如果是毒 解就好了 但这诅咒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该怎么去除 老金摇头道 这是诅咒 马欣平肯定在秦始皇陵墓中 招惹到什么东西了 以我目前的见识 怕是无能为力 不过 老金再次对马欣平检查一番 最后下了定论 根据马欣平的身体状况 如果一周之内 我们无法解开诅咒 他恐怕就无力回天了 在场的人 没有谁有资格怀疑老金的话 马景轩听到这个噩耗 当场就忍不住流眼泪了 坚强如他 也绝对无法承受 失去亲哥哥的痛苦 林子彤连忙上前安慰 还有一周的时间 我们一定能够解开诅咒的 景轩 你不要放弃 安慰的事 就留给林子彤来吧 严守一身为男人 自然要沉着冷静一些 他问秦六爷 六爷 欣平回来的时候 还带回来什么东西 又或者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做了什么奇怪的事吗 请您仔细想一想 说不定就有解开诅咒的线索 我也正要说此事 秦六爷严肃道 欣平刚刚回来之时 还能说一些简单的话 我听他在昏迷的时候 都不停地重复着一个词 他说了什么 秦六爷一字一字 重重地吐出了四个字 杨陵虎符 我读书少 谁能解释一下 那是什么东西 龙飞城挠了挠头 问道 其实老金 翁千象 朱焕丝 他们也有相同的疑惑 只是恰好龙飞城愿意开口问 他们便都竖起耳朵认真听了 严守一解释道 杨陵虎符 是秦始皇用来调动兵马的信物 这杨陵虎符是用青铜铸成卧虎状 可中分为二 虎的左 右颈备 各有相同的错经传书名文十二字 假兵之符 又在皇帝 左在杨陵 这十二字的意思是 兵符的右半块存在皇帝处 左半块存在驻扎杨陵的统兵将领处 一旦需要调动军队 由始成池又半符宴河 确认无误以后 便可以直接发兵 古时候信息传递方式简陋 兵符就是唯一凭证 谁拿着兵符过来 谁就可以统领军队 哪怕是下令 让军队去都城杀死皇帝 将士士兵们都会照办不误 可见这兵符有多么重要 马兴平从秦始皇陵墓中归来 就不停地念叨着 当年秦始皇调兵遣将的兵符 这其中必然有联系 严守一决的这便是线索所在 朱灵此时说道 杨陵虎符我也知道 好像就存在国家博物馆 难不成你们要去把杨陵虎符偷回来吗 国家博物馆 可不是随意能进出的地方 更别提从中带东西出来了 哪怕是严守一 都没有绝对的自信 而且强行去偷抢东西 也不是他的风格 这时 秦六爷沉声说道 其实 杨陵虎符早就失窃了 你们所看到的是个赝品 什么 朱灵惊讶地张大了嘴 这可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啊 秦六爷接着说道 真正的杨陵虎符 明晚会出现在我们长安鬼市当中 众人都懵了 秦六爷是怎么知道杨陵虎符的下落的 还有那长安鬼市又是什么东西 严守一虚心地说道 还请六爷解释解释 秦六爷也知道 严守一他们是外地人 不懂长安的内情 他耐心地解释道 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 说是人节地灵不过分 也正因为这块土地上 出现过太多王侯将相 所以长安的鬼 也比其他的城市要多 要强 长安鬼市 就是由长安鬼王世家站台 定期举办的活动 届时 各地的鬼王世家成员 都会来参加 还有一些战商为王的鬼王 也有兴趣 甚至不乏阴阳先生 大派弟子 名叫传人的出现 而在这鬼市当中 自然卖的都不是活人用的东西 鬼市这两个字 本身就带有浓浓的悬疑意味 让人既害怕 又忍不住好奇 活人的世界买不到的东西 兴许在鬼市就能买到 朱焕丝已经脑补了画面 那是一条黑漆漆的街道 路边挂着惨红的灯笼 整个街道上都是低着头 缓慢移动的鬼魂 明明熙熙攘攘 却安静地出奇 摊子上卖的不是古董 而是人的脑袋和胳膊 光是想想 朱焕丝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赶紧整理自己的领口 想要让身子暖和一点 秦六爷介绍了长安鬼市 紧接着又说道 我作为小东门的土皇帝 手里也有不少宝贝 鬼市这次召开 给我送来了邀请函 里面便提到了 这次有杨陵虎符出现 也就是说 想要破解马新平身上的诅咒 唯一的线索 就是得到杨陵虎符 而杨陵虎符 只会在鬼市中出现 严守依他们 就必须去鬼市上逛一逛 林子彤皱着眉头问 杨陵虎符 竟然是秦始皇的东西 难道不应该被封存在 秦始皇陵墓当中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鬼市 难不成 已经有其他人进入过陵墓了 秦六爷摇了摇头 杨陵虎符出土于杨陵 所以并不能证明 有其他人进入过秦始皇陵墓 其实关于此事 老夫也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 这时 朱领忽然开口 让大家都记起 身边还有这么一个 凤一轩的小老头 说起来 朱领和朱焕丝 会出现在小东门 也着实是赶巧了 严守依之前并没有思考 他们为何不在燕京 而大老远跑来长安 只听朱领说道 老夫这次到长安来 正是想参加一次长安鬼市 寻得一些稀有的布料 回去做几件不一样的衣裳 我凤一轩得到的消息是 杨陵虎符不仅会出现在鬼市 而且还会出现三对 这话把大家都说猛了 杨陵虎符这种宝贝 竟然还有三对 王吉王笑道 如果有三对的话 事情就好办多了 咱们只需要买下一对 朱领却摇摇头 没那么简单 这三对当中 只有一对是真的 纳尼 龙飞城诧异道 鬼市怎么还带卖假货的 事情说来复杂 偷走杨陵虎符的 那个小偷团伙 制作了好几对 以假乱真的假虎符 结果在他们得手之后 据说是一不小心 把真假虎符全混在一起 导致最后 他们自己也分不清真假了 还有这种事 严首一 他们都无语了 只能说 现实往往比小说 要精彩得多 朱领道 也因为分不清真假 所以到时候 三对虎符会同时出现 能不能买到真的 就看个人本事了 从朱领这儿 获得了重要消息 却反而增添了大家的烦恼 老金道 手一的眼力那么好 想要分辨出真虎符 应该不是问题吧 如果三对虎符都在我手里 分辨出真虎符 倒不是什么难事 问题是 到时候有机会 让我拿到三对虎符 从中挑选吗 严首一为难道 有眼力的人可 不只是严首一一个 而且朱领收到了消息 定然也有其他人知道 杨陵虎符的内情 到时候绝对少不了竞争对手 严首一对鬼师的规矩 也不太了解 不知杨陵虎符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所以也不敢对此事打包票 不管了 传到桥头自然直 严首一说道 六爷 我们能去参加鬼市吗 当然可以 秦六爷说道 这件事情由我来安排便是 你们只管做准备 多亏有秦六爷这个地头蛇 如何混入鬼市这个问题 就不用严首一来考虑了 但鬼市要明天夜里才开启 所以严首一他们只能等待 严首一留下老金和马景轩 在秦六爷的住处照看马欣平 又暂时告别了朱领和朱焕丝 其余人全去酒店养精蓄锐 朱领和朱焕丝 现在好歹算是故人 到时候一起去参加鬼市 也算相互有个照应 我们住的是什么酒店 林子彤问 严首一一愣 酒店之事不是你安排的吗 林子彤摇摇头 我本要自己安排 但叶爷爷说交给他来处理 小龙又争着说让他来 所以最后订酒店的活 就交给小龙了 众人齐刷刷地看向龙飞城 看到龙飞城脸上 那迷之自信的笑容 忽然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龙飞城神秘地说道 到了长安这种历史名城 自然要注意点 和历史沾边的主题酒店 亲身体验这座城市的主体文化了 所以 我给大家定的是 兵马俑主题酒店 半个小时后 严首一推开酒店客房的房门 看了一眼客房里的布置 便默默地关上了门 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再来一次 严首一深吸一口气 重新开门 可里头的场景 没有任何变化 只见客房里有一面墙是岩壁 上面还生长着奇怪的藤腕 岩壁注重细节 断胳膊断脑袋的 床的造型被设计成了马车 但在严首一看来这玩意儿 更像个装了轮子的棺材 更令他无法接受的 是床底下居然还塞了两个 躺着的兵马俑 这踏马是要吓死谁 林子彤站在严首一身后 点起脚尖看了一眼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平安大厦和剑王墓里头 都没有这间客房 诡异恐怖 住在隔壁间的王纪网低声说道 罗宁应该会挺喜欢这家酒店的 因为这客房的布置 很适合养师 严首一捂着额头 心想着 好歹这房间还有窗帘 拉开以后能透点人气进来 可是当他拉开窗帘以后 看到的是另一排兵马俑 我能说脏话吗 严首一握紧拳头问道 还是别了吧 林子彤摸了摸自己的小妇 虽然胎儿还没有成型 但是他还是不希望孩子 听到自己父亲抱粗口 但他转念一想 这么诡异的房间他都看了 对胎儿产生的影响 肯定比几句脏话要大得多 于是他沉声说道 要不你还是说几句吧 在新的一家酒店里 林子彤的助理林宇 和林英两个小姐妹 心有余悸地 给林子彤整理行李 下午我们把行李 送到酒店的时候 真是吓死我了 是啊 还好最后没有在那家酒店过夜 否则今晚我都要做噩梦了 听说订酒店的是孤夜的朋友 后来他被大家批斗得可惨了 孤夜的朋友玩得真变态 作为闯过鬼窝 下过古墓的严首一他们 都对之前的那家酒店心有余悸 更别提这两名小助理了 严首一他们教育了龙飞城以后 大家连夜换酒店 总算是歇下来了 严首一和林子彤的套房内 林子彤正在用手机处理事情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林子彤在为明晚去逛鬼市做准备 鬼市里鱼龙混杂 水深得狠 但有一样东西是最具有话语权的 那就是钱 恰恰林子彤最不缺的就是钱 所以他安排夜城服 去准备一大笔现金 希望明晚能拍的上用场 如果问题能用钱解决 那就都不叫问题 这就是超能力啊 有这么一个大款老婆 严首一倒是省了不少事 他躺在沙发上 随手掏出了一张信件 犹犹豫豫豫地不知该不该打开 这是什么 林子彤放下手机 好奇地问 前堂的说书人前辈给的推荐信 他把我的行踪透露给了鬼王于金红 作为补偿 这封推荐信能让咱们在长安 获得不少盟友 严首一解释道 那你怎么不用呢 林子彤疑惑道 明天去长安鬼市 估摸着会遇到不少麻烦 如果有本地的朋友帮忙 会安全许多 严首一摇了摇头 我到了前堂以后 虽然灭了三个鬼王世家 但也让火葬场 损失了不少人手 尤其是那个赶世人中严 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他已经死了 林子彤正正地看着严首一 他还是头一回见到严首一 表现出这副迷茫的神色 因为前堂死了太多人 所以严首一也在思考 自己是否要继续当这个英雄 长安目前来看 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或许长安根本就不需要严首一 大傻子 林子彤直接坐到严首一身边 靠在他的怀里 轻声说道 如果是于露明 长山 赵承向他们在这儿 恐怕会劝你坚持 但我不太一样 我是你的妻子 我有些自私 如果你不想做这件事 就不要去做了 林子彤很聪明 但对严首一 他的心思又很单纯 他只希望严首一能好好的 严首一叹了口气 将推荐信塞回胯包当中 从背后搂着林子彤 在他的小脑袋上亲了一口 他忽然间发现 当初在上行一笑之时 他和林子彤还总是半嘴 有时候 甚至气得林子彤 好几天不搭理他 可自打两人结婚以后 似乎就没再吵过架了 双方都不由自主地为对方考虑 一言一行 都更加体贴了 这就是婚前和婚后的区别吗 正当两人打算甜蜜一会儿的时候 林子彤忽然皱了皱眉头 怎么了 严首一疑惑道 你身体不舒服吗 林子彤叹了口气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兵马俑 第二天傍晚 严首一他们轻装上阵 前往小东门与其他人会合 只是出门时 大家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 所有人都靠着翁千象的画皮术 改变了容貌 这是严首一昨晚就安排好了的 为了防止被余金红认出来 从而被长安的鬼王给盯上 今晚前去长安鬼市 所有人都必须换一张脸 要说翁千象的画皮术 真可谓是出神入化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大家的容貌 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算是最亲密的严首一和林子彤 都互相有点认不出对方了 此时是严首一 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寸头男 而林子彤的容貌也大打折扣 魏长青和王吉王 两人经过画皮之后 直接就成父与子了 翁千象自己画成一个美男子 也就罢了 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龙飞成居然 也变成了一个大帅哥 大家有理由怀疑 昨晚和翁千象住一间房的龙飞成 与翁千象 进行了肮脏的交易 如果我能一直拥有这张脸就好了 龙飞成看着车子后视镜中 自己的脸 美滋滋地说道 严首一悠悠地说道 画皮术是有弊端的 我劝你 不要太沉浸在你这张面孔里 为啥 龙飞成不简 老翁化的脸 都是现实中存在过的人 甚至有可能是死人的 你戴着死人的脸皮 又想要变成那个死人 最后就有可能被迷失心智 出现双重人格 甚至被原本死去的脸给控制 到那时候 你想变回来就难了 龙飞成倒吸一口冷气 有那么诡异吗 翁千象故意露出诡异的笑容 小龙 你怎么知道 我这张脸真的就属于我 又或者说 现在坐在你身边的翁千象 就是原本的翁千象 龙飞成望着翁千象 脸上没有半点恐惧 翁千象一愣 照理说自己这番表演 应该能把龙飞成吓得不轻才对啊 只见龙飞成挠了挠后脑勺 说道 老翁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有点屡不清楚 翁千象 是自己高估龙飞成的胆量和智商了 他不是不怕 只是不理解吧 太阳落山之后 长安的夜生活开始 游客们都往大唐不夜城 那种夜生活丰富的地方去了 反倒是小东门周边的市井街道 变得异常安静 除了偶尔驶过的公交车以外 路上只剩下行单影制的野狗了 严守一他们与秦六爷 朱领和朱焕丝会合 他们看到严守一等人模样大变 也有些惊讶 秦六爷早知民间教派传人的厉害 所以不说什么 那见识太少的朱焕丝 已经很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 只见朱领和朱焕丝的手上 各自提着一盏小灯笼 秦六爷也吩咐手下 给严守一他们每人发一盏 拿到小灯笼的严守一 很快就感应到了这玩意儿的不同 这玩意儿 多半就是进入鬼市的通行证了 鬼市的存在很特殊 如果你们没有特殊的本事的话 千万不要弄丢手里的灯笼 否则可能会迷失在鬼市里头 找不到回来的路 秦六爷认真地向大家介绍 长安鬼市的规矩 到了鬼市里 尽量不要做无意义的事情 更不要问乱七八糟的问题 如果遇到活人也就算了 如果招惹到一些脾气不太好的鬼 那可就麻烦了 说到这儿 秦六爷顿了顿 他发现除了朱焕丝 翁千相比较紧张 朱领稍微有些严肃以外 其他人的表情都很淡定 这他就有点不明白了 鬼市里全都是鬼 难道严守医他们就不怕吗 为了强调此事的严重性 秦六爷咳嗽几声 又重复道 千万不要去招惹鬼市里的鬼 严守医点点头 知道了 六爷您继续说 秦六爷有点尴尬 自己都已经说得如此严肃认真了 怎么他们还是不害怕呢 他虽然知道 严守医他们是民间教派传人 但身为普通人的秦六爷 对严守医等人的实力和能力 还是没有清晰的认知 如果他知道 死在严守医手里的鬼王 都快能凑一巴掌了 恐怕就不会有 如今这般多心担忧了 不过秦六爷已经说了两遍 他自己也觉得 没有再强调的必要了 于是接着往下说 鬼市里没有统一的流通货币 大部分是以物换物 话才说完 龙飞城就默默地 把口袋里成捆的 天地银行民币掏了出来 这随便一张 面额最少都是一万亿 他还嘀咕道 我还以为可以降为消费一把呢 可惜可惜 翁千相疑惑道 龙兄 你什么时候去买的这么多民币 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龙飞城答道 就昨天那兵马俑主题酒店啊 老板说 为了增加代入感 每间房床头的抽屉里 都放了民币 晚上客人要是睡不着 可以烧民币玩 操 众人口吐芬芳 心想这踏马 是什么老板脑洞能这么大 王吉网评价道 酒店可以接地气 但不能接地府啊 严守医摇了摇头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大鸢种 会去住那种酒店 哦不对 那个大鸢种 就是我们自己 秦六爷咳嗽了几声 提醒大家安静下来 接着听他说 天亮以后 鬼市关闭 所以你们 一定要在天亮之前离开鬼市 明白 严守一点点头 六爷还有什么指点吗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目前鬼市的幕后主人 是一只十分厉害的鬼王 他叫石金 千万 千万不要招惹他 哪怕是秦六爷这样的地头蛇 提起石金 也是满脸的恐惧 这下 严守医他们 终于稍微露出点严肃的神色了 让秦六爷多少感到了一些安慰 朱灵也说道 上次长安鬼市召开 我便去过一次了 也算是有经验 今晚有我领路 你们不必担心 那就有劳诸佬了 严守医笑道 秦六爷也勉强放下心来 老金和马景轩要照看马欣平 所以今晚去长安鬼市的 依旧是严守医他们一行人 马景轩虽然担心 但他不擅长对付鬼物 所以只能将希望全都寄托在 严守医一行人的身上 好在严守医办事向来稳妥靠谱 马景轩认为 如果严守医都办不成今晚的事 即便他去了 也不会影响结果 到了子时 严守医他们提着小灯笼 上了秦六爷安排的车 车子行驶在空荡荡的街道上 灯笼里散发着微弱的烛光 龙飞城好奇地打亮着手里的灯笼 问道 这灯笼里的火苗好稳哪 好像吹都吹不灭似的 林子彤解释道 灯笼里的是湿油 烧的是鬼火 当然吹不灭了 我靠 龙飞城顿时一击灵 差点嫌弃地把灯笼扔出去 朱焕丝心里也是一阵别扭 今晚的所见所闻 是他过去从没有接触过的 朱领安慰道 其实鬼和人没什么区别 以后我们死了也会变成鬼 这样想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见朱焕丝还是没放松下来 严守医提一道 臭丫头 要不我把眼鬼放出来 你把黑川路放出来 提前让焕丝适应适应 朱焕丝一听 顿时把脑袋摇得像波浪鼓似的 没一会儿 车子抵达目的地 严守医他们下车一看 发现面前是一条十分萧色的老街 街道破败不堪 看着就知道许久没人打理了 但奇怪的是 没人的打理的街道 居然没长出一根杂草 不仅没让老街显得干净整洁 反而是给这条老街增添了诡异感 整条老街唯一有点生气的 就是街口的一棵老槐树 遗憾的是老槐树被大火烧过 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 没有半点嫩压 秦六爷下车后说道 这条老街名为四方街 在长安算是风水大凶之地 平日里生意惨淡也就算了 几乎没几年就会发生一场大火 渐渐地这边就荒废了下来 坊间还传说这里经常闹鬼 所以就算是大白天都看不到什么活人 晚上的路人更是宁愿绕路 也不从里头走 严守一刚下车就感受到了 这四方街的风水奇差无比 什么八煞黄泉 什么火行煞 什么哭口招桑 这条街真是要啥有啥 这是哪个奇葩规划了这么一条街 就连沉默寡言的魏长青 都被这大凶的风水格局给惊到了 如果说对方是懂风水的 刻意弄出这么一条街都实属不易 要是机缘巧合之下 还摆出了这样的风水 只能说这家伙 这辈子怕是欠了不少孽债了 四方街有四个入口 四个入口分别种了槐树 柳树 桃树 桑树 最中心种了一棵大榕树 等你们进了鬼市就能看到了 秦六爷说道 眼前的槐树就是入口 你们提着灯笼 绕着槐树正走三圈 倒走三圈就可以进入鬼市了 出来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说完这些 秦六爷便后退两步 他能做的一切已经结束了 剩下的就看眼手依他们的本事了 眼手依抖了斗手里的小灯笼 淡淡地说道 那我们就去这鬼市里走一走吧 在一个没有乌云 月亮悬空 但却十分阴暗的夜 一群人排着队 提着红灯笼 在长安著名的四方街外 绕着一棵半死不活的老槐树转圈 更加诡异的是 他们竟然还倒着走 当正三圈反三圈走完的时候 四方街里忽然涌出一团迷雾 眼手依等个人吞噬 等到迷雾散去 一行八人就不见了踪影 秦六爷见状便回到了车上 抽了一会儿烟后 盖上一层薄薄的毯子 便睡下了 因为不确定 眼手依他们能不能带回 真正的阳陵虎笼 所以他决定在四方街外 手上一整夜 冷冰冰的迷雾散去 眼手依他们 依旧站在四方街的街口 老槐树之下 不同的是 四方街不再是冷冷清清 与朱焕丝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 真正的鬼市 居然热闹非凡 街道两边 挂着和眼手依 他们手上一样的红灯笼 里面烧着不会灭的鬼火 所有的店铺全都开门营业 店外还有不少小摊小贩 在吆喝叫卖 街上的客人熙熙攘攘 只是都比较沉默 除此之外 这里和白天的小东门 几乎没什么区别 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朱焕丝疑惑道 可当他看到几个重叠 站在一起的鬼影以后 他就彻底认清了事实 自己的的确确走进鬼市了 眼手依牵起林子彤的手 大家一起走进鬼市 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咋一看这里 和杨坚的市场 没什么区别啊 龙飞城说道 也都是小摊小贩 在叫卖 还有讨价还价的 靠 该不会还有骗子吧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王吉网说道 他们摊子里很多东西 是活人世界里没有的 摆摊的摊主 有活人 也有鬼 在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 更是神秘 有些人就连眼手衣 都看不出他们的来历 甚至和眼手衣擦肩而过的 还有一群穿着道袍的道士 那群道士 似乎在收购一些 特殊的黑狗血 这种黑狗血 在活人世界是极其稀少的 但在鬼市里 就不难找到了 大家逛了几步 停在了一个 白满瓦罐的摊子前 所有瓦罐的大小和形状 都是相同的 风口处 都是道夫和朱砂泥 一问之下 众人才得知 瓦罐里全都是摊主抓来的鬼 封印在其中 谁都不知道 瓦罐里封印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鬼 按照摊主所说 瓦罐里什么样的鬼 都有 一旦买回去 就认你做主 听你拆遣 绝不会有二心 瓦罐里如果是童子的话 可以当下人使唤 如果是恶鬼的话 可以当打手拆遣 万一开出的是一只 美艳无双的女鬼的话 说到这里 那神秘的摊主 露出猥琐淌当的笑容 在场的男人 便全都心领神会了 严守一等人眼角抽搐 这特么不就是盲盒吗 杨坚的招数 已经玩到鬼市来了 龙飞城当即说道 给我来十个 王吉网连忙拦住他 十个也太夸张了吧 女鬼什么的不重要 我主要是想开几个恶鬼 来帮我打下手 龙飞城解释道 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 翁谦相持怀疑态度 摊主一边盘着手里的核桃 一边说道 我的瓦罐可不便宜 什么价 你尽管说 龙飞城摸了摸 口袋里的冥币 只见摊主伸出一根手指 道 两个魂魄换一个瓦罐 魂魄没有要求 不管是男女老少 哪怕是你献杀的 我都要 龙飞城顿时愣住了 两个魂魄 换一个魂魄盲盒 原来这摊主 做的是这种生意 严守一等人也明白了 说不定眼前瓦罐里的魂魄 也是其他人和摊主交换的 而摊主正是赚着其中的差价 一个魂魄塞进瓦罐里 等待下一个冤大头出现 而另一个魂魄如何处置 想必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龙飞城也怂了 他感受到 摊主有怂恿他杀人的意思 便扭头就走 落荒而逃 摊主见状 还站起来对龙飞城摆手 生意永远都在 我就在这里等你 龙飞城捂着耳朵 加快了脚步 朱焕丝见状 不由地嘀咕道 龙大哥看着吊锅当的 没想到还挺心善的 一旁的翁谦象深有同感 龙兄经常去拯救 失足妇女 像他这样的好人不多了呀 什么意思 朱焕丝不理解 反正就是做好事 翁谦象猥琐地笑了笑 别了那瓦罐摊子 严手意他们 又有了新发现 这长安鬼市里 竟然还开了一家按摩店 按摩店这玩意儿 开在鬼市里 总给人一种违和感 从外头看去 店里的按摩床上 已经躺了好几人 穿着白色衣服的漂亮小姐姐 正在给客人们按摩放松 翁谦象扭了扭脖子 说道 最近颈椎不太舒服 正好放松放松 严手一一把 拦住了翁谦象 提醒他说道 你认真看看 这店是你能去的吗 啥 翁谦象文言 又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忽然有了发现 躺在按摩床上的几个客人 他们的小脚 都以一种诡异的姿势平放着 活人的脚后跟上有根筋 拽着脚掌 让人能够站立和行走 一旦人死了 这根筋就松了 不仅走不了路 连鞋子都穿不上 在一些车祸事故现场 如果看到伤者的鞋子掉了 那这个人多半是无力回天了 此时按摩床上的客人 便有如此诡异的情况 这说明 这些客人压根就不是活人 严手一解释道 这按摩店 应该是专门给僵尸开的 你看他坐在门口抽烟的家伙 多半就是赶尸人 僵尸也要按摩 林子彤不解道 罗宁与我说过 赶尸人赶尸的途中 偶尔会给僵尸按摩 让他们的身体变得柔软一些 他们的按摩技法 要是用在活人身上 只会把活人原本柔软的身体 越按越硬 最后干脆半身不随了 翁千象瞬间打消了去按摩的念头 只是心里 还有些眼馋按摩店里的漂亮小姐姐 不过就在翁千象遗憾之时 龙飞城忽然小声地提醒他 老翁 我看到前头有一家鬼妓院 鬼是不仅热闹 还有许多大家从未见过的东西 例如 开在街镜头的这家凤来楼 凤来楼是一座三层木制小楼 外观看起来 和电视剧里的风月场所差不多 一楼最前端是个大院子 入门之时 还要过一个小石桥 进去后的院子里 摆着不少桌子 最普通的客人 便在这儿喝花酒 欣赏台上的表演 二楼有站道和走廊 面向外接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鬼 捏着手绢轻轻挥动 用右肩 又细的声音 喊着客观来玩呀 三楼应该全都是包厢 窗户有开有闭 偶尔从中传出几阵 令人脸红心跳的动静 龙飞城远远地发现了 这家凤来楼 便有点移不开眼睛 走不动盗了 现代的会所 他去过不少 还和不少小姐姐打牌 但是这种古香古色 明目张胆的青楼 他可没见过 过去在电视里见过 如今亲眼所见 实在让他有点心痒痒 所以他小心翼翼地 跑到队伍后头 找到了自己的好战友翁千像 队伍里头 严首一和魏长青 是不可能去这种地方的 王几网又太老实 如果老金在这儿 龙飞城的战友 又要多一人 翁千像因为没能按摩成 还有点遗憾 但听说前头 居然有个凤来楼 顿时就惊神了 踏马的 谁按摩不是按摩啊 那个敢试人 开的按摩店去不成 这凤来楼还去不成吗 再者说了 凤来楼的小姐姐 不仅能按摩 还有附加服务 细算下来 比去按摩店划算多了 不过去青楼 和去按摩店的性质 可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身边 还有朱焕丝 这种未经世事的 小姑娘在 所以两位战友 只能私下交谈 翁千像心虚道 大凤来楼 不会也有什么猫腻吧 老翁 你变了 龙飞城痛心疾首地说道 我以为你 和我是一路人 现在看来 你顶多比寒狗王强一点 翁千像立马变脸 说话归说话 别侮辱人行吗 韩三哪知道 自打他离开队伍以后 他的名字 已经变成一个 极具侮辱性的形容词了 你这么做点韩三了 你他妈才韩三 你全家都韩三 这就是龙飞城 和翁千像的日常对话 龙飞城黑黑笑道 我看那院子里头 有活人有死人的 应该没那家按摩店 那么邪门 翁千像一想也对 这店正不正规 从外头看一眼便知道了 凤来楼的一楼大院子里 有不少来寻欢作乐的客人 其中甚至有身穿道袍的道士 手持佛珠的僧人 他们一看就是活人 不仅是活人 玩得还贼花 翁千像看着就来气 他们玩得我玩不得 冲他妈的 冲 龙飞城哈哈大笑 二人走了几步 翁千像又忍不住停下脚步 低声说道 可是我没有当您采成的经验啊 我靠 这有什么 龙飞城骄傲地说道 实不相瞒 当初在荣城的平安大厦 别人曾经被一个鬼姐姐绑架 一开始我还以为我死定了 没想到鬼姐姐只是想要西天取经 于是我诺与他大战三百回合 最后全身而退 从此我的称号又多了一个 鬼剑仇 好一个鬼剑仇 翁千像以前都没发现 龙飞城原来这妖牛逼 他当下抱拳 表示自己对龙飞城的敬佩之意 龙飞城勾着翁千像的肩膀 拍着他的胸脯说道 放心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只要胆子大 真子放产架 只要你够骚 将尸断腰 只要你够皮 笔先任你齐 只要你够浪 一行任你上 被龙飞城这般说教 翁千像总算是壮了胆子 跟他一起脱离队伍 走向凤莱楼 严守一没察觉到二人的离开 还在与其他人科普 这家按摩店的赶尸人 多半是学艺不精 自己养不了厉害的僵尸 才沦落到开店 给僵尸按摩 这说明了什么 民间教派也不是铁饭碗 少壮不努力 老大 咦 话说到一半 严守一忽然发现 龙飞城和翁千像不见了 他们两人可是除了 朱领爷孙俩以外 队伍里最没有战斗力的 所以严守一对他们也格外关照 发现两人不见了 严守一第一时间询问众人 魏长青指了指凤莱楼的方向 说道 五分钟前 我看到他们进去了 什么 严守一心里一惊 这鬼阶就算是他进来 都要规规矩矩 小心翼翼的 龙飞城和翁千像 可真是色胆包天 竟然直接去凤莱楼嗨皮了 更可恶的是 竟然不带上我 林子彤美好气地说道 色胆包天 我去把他们找回来吧 王吉王主动请应 不用 咱们一起行动 严守一意正言辞地说 我倒要看看这凤莱楼的女鬼们 有几分姿色 林子彤白了严守一一眼 责怪他也跟着不正经 不过有林子彤在身边 严守一当然是不敢乱来的 之所以他也要去凤莱楼看看 其实是想寻找一下 杨林虎符的线索 之前小偷放出消息 说会带着杨林虎符到鬼市售卖 但究竟在鬼市的什么地方出现 这就不一定了 对严守一他们而言 杨林虎符是重中之重 但对其他人而言 未必是如此 类似朱领这样的人 也在寻找着别的宝贝 对杨林虎符并不是那般重视 所以 严守一必须自己去寻找杨林虎符 那偷走杨林虎符的小偷 多半是刀尖上讨生活的人 这种人最容易出现在凤莱楼这种地方 因为他们的生活越是凶险 便越是得到机会就会尽情放纵 凤莱楼就是一个放纵的好地方 朱领当然是不好带着孙女去这种地方 于是便提出先离开队伍 去处理自己的事情 对此 严守一自然是答应 队伍太过臃肿 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 朱领和朱焕丝没什么能力 万一遇到麻烦事 自己还得分心保护他们 于是 与朱领爷孙二人分开以后 严守一一行人走进了凤莱楼 与此同时 在凤莱楼的三楼包厢里 于金红正坐在里头 只是他早就没了过去的辉煌 身形矮小不说 表情如同丧家之犬 甚至亲自起身 为面前的几人倒茶 满脸陪笑 如果严守一看到这一幕 他一定会万分惊讶 曾经的前堂鬼王 已经沦落到来鬼师凤莱楼当少爷了 曾经在前堂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于金红 再也没有往日的辉煌 更没有什么嚣张气焰 他老实巴交 满脸陪笑 手里端着个茶壶 正在给客人们倒茶 坐在他面前的 是足足五位鬼王 这些鬼王体型巨大 每一个都不弱于于金红的 大哥于金波 穿着也是绫罗绸缎 看着便像是古代的 某位达官贵人 可想而知 这五名鬼王的身份和实力 都不是于金波能够比拟的 于金红因为被严守 一伤了魂魄 如今只剩下一道残魂 早就没有了鬼王的实力 体型也相应变小 和正常的鬼魂差不多 他笑嘻嘻地 给五位鬼王倒茶 还亲自端到他们的面前 毕恭毕敬地说道 几位请用茶 五名鬼王却没直接领情 只是看了一眼面前的茶水 淡淡地说道 没想到你前堂瑜伽 也会有如此下场 当年你大哥的威名 就算是我们 也有所耳闻 提起自己的大哥 于金红满脸悲愤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都怪那鲁班传人严守一 前堂的民间教派 本是一盘散沙 那小子来了以后 不仅把他们都团结到了一起 还各种对我们鬼王 世家使绊子 让我们自相残杀 其实面前的五个鬼王 对于金波 是如何魂飞魄散的 并不感兴趣 对那所谓的严守一 更是不在乎 他们之所以会开口询问情况 不过是因为 于金红到的这杯茶 鬼王的世界 实力等级更是分明 过去于金波还活着 于家家大业大 几名鬼王还给点面子 但如今数到狐孙散 于家不复当年 五个鬼王 甚至都有些不想搭理于金红 于金红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 但他身上背着血海深仇 此仇不得不报 他知道严守一等人要来长安 所以只能求助眼前的五名鬼王 争取在长安将严守一就地正法 报纳血海深仇 于金红出门喊人 不一会儿 便来了十几名风姿卓越的女鬼 他们身上穿的衣服 那叫一个节俭 该露的地方一点不落 只是重要部位稍微遮挡 露出有些苍白 但却还算细腻的肌肤 饶食几个鬼王看了 也忍不住心动 到底是几年一次的鬼市 凤莱楼的女鬼们 可是准备了好久 也饥渴了好久 于金红吩咐道 是 官人 女鬼们纷纷答应 然后便扭着妖娆的水蛇腰贴了上去 五位鬼王左拥右抱 喝了几口小酒以后 也有些满意 于金红拉拢了一下关系 这才开始说正事 五位大人 我那仇人严守一 马上就要来长安了 说不定他现在就在鬼市当中 倘若我发现了他的行踪 可否请五位大人出手 替我报仇 五位鬼王也不是傻子 没有被欲望冲昏头脑 他们收敛住那放肆的笑容 说道 那小子能灭了你们于家 说明不是什么小角色 我们贸然出手 怕是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说着 五位鬼王又故意不继续这个话题 美滋滋地和女鬼喝起小酒了 五个老不死的东西 于金红心里咒骂 嘴上却还是说道 大人的意思我明白 如今于家虽然已经负面 但于家的财富依旧存在 我除了报仇 也无欲无求了 如果五位大人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于家多年的财富 便由五位大人瓜分 这回于金红可是下血本了 堂堂鬼王世家 累积的财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就连这五位鬼王 也放下了酒杯 露出思索的神色 他们在衡量这场交易的利弊 但很快 他们就有了结果 鬼王世家家大业大 财富更是无法想象 这五个鬼王 哪怕是平分了于家的家产 都能让他们的家族 更上一层楼 至于杀岩手艺 五个鬼王同时出手 还怕杀不死一个 区区鲁班传人吗 于是鬼王们点点头 同意了这场交易 于金红欣喜若狂 一想到能将严守 医治于死地 他心里就万分解气 大哥 你等着 我很快就会替你报仇了 其中一名鬼王问道 我们答应出手 只是这严守 一如惊人在何处 于金红立刻答道 我猜测他 已经到了长安 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在 今晚的鬼市当中 只要他出现在我的面前 哪怕是化成骨灰 我也能把他认出来 如此就好 鬼王说道 一旦你发现此人 只需知会一声 我们便会直接出手 替你报仇 好 于金红话音才落 凤莱罗的楼下 忽然传来了一阵吵杂声 在这个关键时刻 于金红可不能让人 扰了五名鬼王的雅兴 于是他主动起身 要去关窗户 关窗的时候 他本能地向下看了一眼 只见两个男子 正被凤莱罗的老宝追打 后面还跟着一帮打手 另一伙人迎了上去 保护着那两个男子后退 似乎尝试着与老宝讲道理 于金红看了一阵子 诧异地摇了摇头 我还以为看到了 严守医他们呢 妈的 说着 他就关上了窗户 这就是于金红所谓的化成灰 我都认识 凤莱楼楼下 凤莱楼的老宝 追着龙飞城和翁谦相打 嘴里还骂道 没钱还来喝花酒 进来的时候 说要打十个 后来就说什么 玩完了不给钱就不算嫖 老娘在青楼干了几百年了 就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 龙飞城嘴硬道 你你你你小心着点啊 我可是人送外号鬼见仇的 鬼你老母啊 我大哥很勇的 他是鲁班传人 有你老母啊 你别一口一个你老母 这样不闻名 你大爷的 老宝踹了龙飞城屁股一脚 吩咐身后的打兽 给我打 往死里打 打手问道 打死了怎么办 打死了 就把他们的魂魄勾出来 再打一遍 打到魂飞魄散为止 眼看打手们手持棍棒 将龙飞城和翁谦相包围 眼手衣他们终于是赶到了 拦着说道 有事好商量 别动手 别动手 这里是鬼市 是没有法度的地方 谁的拳头硬 谁的拳头大 谁就是法 当然 如果你的又大又硬 基本就可以横着走了 龙飞城以为自己可以横着走 没想到初诗位截身先死 小妹妹的腿都没摸到呢 就被人给赶出来了 凤来楼的打手 有的拿着皮鞭 远远地抽了龙飞城以下 疼得龙飞城嗷嗷直叫 差点就要拔出彩威剑 和对方决一死战了 好在眼手衣他们及时赶到 压住了龙飞城要拔剑的手 忙说道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 老保见龙飞城他们 竟然还有同伙 而且看着不太好惹的样子 便抬手示意 打手们先停下动作 不过打手们也是老江湖了 心里知道 此时停下 说不定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待会儿没弹拢 怕是要打得更狠 于是 那个拿着鞭子的打手 将鞭子盘了起来 随时准备抽出去 龙飞城他们看到眼手衣 就如同看到救星似的 那叫一个一把鼻涕一把泪啊 林子彤轻哼一声 责怪道 你们平常吃喝嫖毒也就算了 没带坏大傻子 我都不管你们 可这里是鬼市 我们又有正事要办 你们真是鬼迷心窍 竟然还想着 到这儿来喝花酒 在队伍当中 林子彤是当之无愧的大姐头 龙飞城自然也怕他 只见龙飞城缩了缩脖子 又咬了咬牙 脸上露出绝绝之色 翁千象见状 心里暗生愧疚 龙兄这是要把所有的过错 往自己的身上引啊 啥也不说了 兄弟 下次我买单 可就在翁千象感激龙飞城之时 龙飞城却突然反水 指着翁千象说道 都是老翁忍不住的 我靠 翁千象直接抱粗口 老翁说 他还没当过宁采臣 今天想过来展现一下鬼剑仇的风采 我左劝右劝都劝不住 只能跟着他盯着他 在他犯错误的时候提醒他 翁千象指着龙飞城说不出话来 他又想起龙飞城的经典名句 够怂 不讲义浅 出卖兄弟 虽然龙飞城说了一堆鬼话 但林子彤显然是不会全相信的 他白了龙飞城一眼 这事情就算暂时过去了 毕竟眼下还有凤来楼的人要应付 严守一询问道 你们都干了什么 龙飞城小声答道 就是点了几个小姐姐 没想到他们这儿是先付款后玩的 我拿出名币 他们不认 还说要取我三升鞋 之前六爷不是说了吗 鬼是是不认名币的 严守一无奈地叹气 鬼是个取所需 名币是最没用的玩意儿 之前那个卖瓦罐的要魂魄 眼前的凤来楼要活人的鲜血 看来都是有所用途 那老宝此时提醒道 一个女人三升鞋 他们俩各叫了十个 那就是六十升 我不管这鞋是你们的 还是阿猫阿狗的 总之我们要见到鞋 翁千相喊道 那你还是杀了我们吧 你以为我们不敢 老宝笑道 我们凤来楼最出名的菜 就是人肉叉烧包 你们要是愿意以肉换血 我们也不介意 二人咽了口唾沫 都有些心有余悸 还好刚才点菜的时候 龙飞城咸气包子太时没点 否则可就要尝尝人肉的滋味了 他们又一次体会到 鬼市的可怕 这地方完全不能用 阳间的路数来对付 事已至此 严守一作为理亏一方 只能想办法交涉一番 六十升鞋是不可能 拿出来的 这要么杀了龙飞城和翁千相 要么就在路边 杀两个无辜的人 那啥 妈咪啊 严守一尴尬地喊道 老宝也愣了愣 他没听过这样的称呼 林子彤咳嗽了一声 提醒严守一这个称呼 放在凤癌楼不太合适 严守一有点不好意思 直接跳过了称呼 除了要写 你们还要点什么 老宝皱起眉头 脸上的粉都挤到一块去了 他冷冷地说道 除了写 我们什么也不要 生意不能这么做的 总有变通的时候吧 你们不如还是想想 让谁成为我们今晚的包子馅吧 见老宝的态度如此强硬 严守一觉得 也没有沟通下去的必要了 他对龙飞城他们 使了个眼色 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大家都有了默契 龙飞城侧过身 气沉丹田 只等严守一一声令下 就立刻跑路 然而 老宝已经看穿了他们的打算 立刻对打手喝道 把他们给我拿下 送到后厨 剁碎了做包子 几个打手立即动手 速度快的 已经拦住了出口 凤莱楼的客人 似乎早就习惯这样的事了 全都坐在椅子上 不躲不闪地看戏 有的甚至已经舔了舔嘴唇 思考着待会儿 该点哪个人的包子了 动手 严守一剑躲不过了 只能来硬的 本来看着和气的他 一把抓住了眼前打手的脖子 朝着打手的脸上 连揍两拳 打手本就是鬼魂 根本扛不住严守一拳头 两拳之下 脑袋都碎了半个 但是严守一刻意避开了眉心处 才不至于让这只鬼 当场魂飞魄散 老宝没想到 严守一如此生猛 吓得连连后退 躲到了一根梁柱后头 有打手以为林子彤是女子 比较好欺负 便扬着鞭子朝他抽去 谁知道林子彤 只是晃了晃手里的招魂灵 那打手的身体 就不受控制 用鞭子缠住了自己的脖子 往死里勒 本来就苍白的脸变得更加苍白了 一个照面之间 凤来楼的人没有讨到半点好处 老宝心里开始慌了 他急忙喊道 快去喊楼主来 快去啊 就在此时 天空中静散下了许多桃花瓣 桃花瓣小小的 粉粉的 如同绵绵的细雨 落在人的身上痒痒的 惹人心扉 就在这一片桃花雨中 一道粉色的鬼影从天而降 龙飞城抬头看去 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他看到了粉色的长裙迎风展开 一双修长的眉腿 如同花心般探出 这腿够我玩三年 龙飞城嘀咕道 一旁的王吉网拍了一下 龙飞城的脑袋 骂道 贼心不死 这女人一看就不简单 你别再招惹了 穿着粉色长裙的女鬼 降落在地 直接坐在了 严首一面前的桌子上 两腿叠起了小叠步 顺手拿起了客人的一壶美酒 对着胡嘴 便喝了一小口 但他的樱桃小嘴 似乎喝不下这么多酒 一出的红色美酒 顺着他白皙的下巴 流过他的娇嫩的脖梗 最后没入在深深的沟壑 咕嘟 周围的男人 不约而同地咽下口水 此时此刻 看着这突然降临的妖媚女鬼 严首一脑海里 只有一个电视剧画面 你怎么穿着品如的衣服 你好骚啊 虽然说骚这个字 有点不文雅 但是严首一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其他的词 可以形容眼前的女鬼了 骚并不是简单的 长得漂亮 穿得露骨 那只是低级的摆弄而已 真正的骚 是哪怕穿着三层加厚的羽绒服 把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的 可不经意间 从眼神中流露出那么一点风情 也足够射人心魄 让男人辗转反侧 眼前这个女鬼便是这样 她的每一个动作 都在勾人心魂 大沙子 严首一忽然感觉后脑勺 被人拍了一下 回过神来之后 便看到林子彤撅着的小嘴 和责怪的眼神 她赶紧收回目光 尴尬得咳嗽几声 林子彤对自己有信心 也相信严首一 但女生天生就喜欢攀比 林子彤又是女强人 方方面面都不甘屈于人后 只是卖骚这种事情 她实在做不出来 只能无能狂怒 管好自己的男人 其实眼前的女鬼论 姿色的话 还差林子彤许多 但嫁不住这女人会聊啊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可爱在性感面前 一文不值 好在严首一 也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男人 回过神后 眼神就清澈了许多 根本不留恋眼前的美好 王吉王已经算是 很自律的男人了 但单身的他 此时也发挥出了 单身的优势 能多看几眼 就多看几眼 魏长青倒是反应淡然 想必他见过的风骚美女 比严首一他们几个小男生 要多得多 早已经不受这样的诱惑了 龙飞城和翁千象就不行了 只听龙飞城喃喃道 长这么好看 还干这一行 太可惜了 翁千象紧紧地抓住 龙飞城的肩膀 扇了他一个耳光 怒道 你想什么呢 长这么好看 还不干这一行 那才叫可惜啊 龙飞城瞬间醒悟 激动地握住翁千象的手 老翁 你到底还是老司机啊 这番理解太透彻了 长这么漂亮 还不干这一行 普通男人哪有机会啊 这凤莱楼的楼主才亮相 周围的阴阴艳艳 瞬间就失去了颜色 那些喝醉了的客人 红着脸打亮着楼主 感觉自己身边的女人 已经索然无味 其中一桌的小女鬼 夹着菜 腰位给客人 嘴里还吃醋到 客官 您刚才还喊人家小甜甜呢 来 人家为你吃一口 滚开 丑八怪 客人一把推开身边的女鬼 全然忘了 刚才还喊人家小甜甜 他色迷心窍 静止走向楼主 靠近后露出丑陋的笑容 然后伸手 就往楼主的腿上摸 这一幕 让在场的男人 全都屏住了呼吸 似乎那只手 就是自己的手 然而下一秒 一道寒光闪过 男子的手 停在了半空中 凤来楼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就连情色声都消失了 紧接着 男子的手旗杆断 鲜血喷溅在楼主的身上 男子愣了足足有三秒 才想起来发出尖叫 啊 可他的尖叫 又戛然而止 因为第二道寒芒 直接划过了他的脖子 人头落地 鲜血飞溅 数米之高 喷溅在楼主身上 把他那冷白的肌肤 衬托得无比妖艳 更要命的是 这女人竟用葱纸 沾了脸上的鲜血 放进嘴里慢慢地品尝 男人们又忘记了 刚才的血腥画面 眼里只有女人的嘴唇 凤来楼可不是你们 随便撒野的地方 空灵的声音响起 女子做起了自我介绍 小女名叫桃花莹 是凤来楼的楼主 严首一微微汗手 尽管这女人风骚无限 但她还是 透过她妩媚的外表 看到了她蛇蟹的内心 此女可是一名 不弱于鱼金波的鬼王 这鬼是藏龙卧虎 可严首一也没料到 区区一家青楼的楼主 都是鬼王身份 这下可麻烦了 严首一抱全说道 我这两位兄弟不懂规矩 之前也是无心之过 我愿意补偿凤来楼的损失 哦 如何补偿 桃花莹化作一缕阴风 眨眼便来到 严首一的面前 与她不过咫尺之遥 她嗅了嗅严首一身上的味道 忽然露出笑容 小帅哥 龙非诚和翁千相纳闷了 此时的严首一分明 被易容得普普通通 要说帅的话 那必须是此时的 龙非诚和翁千相才对 难道这个女鬼王的 神没有问题 林子彤感觉到威胁 直接拦在了二人之间 眼神不善地盯着桃花莹 她虽然什么都没说 却好像什么都说了 桃花莹也打量了林子彤一眼 眼中闪过一道不寻常的光 随后笑出声 想要我不再追究 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只要你们二人 一人给我一滴血 一滴 林子彤问 之前那个老宝 要的可是六十声血 到了严首一和林子彤这边 只需要一滴就够了 这之间的差距 可不是一点半点 桃花莹点点头 眼嘴轻笑 歪瓜裂藻六十声血 也比不上俊男美女的一滴 更何况 你们俩还都不是普通人 这话顿时让龙飞城 和翁千象无比受挫 难道长得漂亮 长得帅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可恶啊 只是严首一和林子彤的脸色 却不太好看 因为桃花莹 已经看穿了他们的身份 不仅易容被识破了 搞不好严首一是 天煞失魁的事情 也被桃花莹知道了 桃花莹也不着急 轻声说道 六十声血 或者你们二人 各自一滴 你们自己商榷 只是我提醒你们一句 这鬼市可不止我一个鬼王 他们也都是凤莱楼的常客 这是在明着威胁了 严首一无可奈何 只能点头答应 好 不就是两滴血吗 我们可以给你 但给了你之后 之前的恩怨 可就一笔勾销了 不仅一笔勾销 小女还可以给你们 开间雅房 好好招待招待你们 桃花莹笑道 这感情好黑 龙飞城笑嘻嘻地搓着小手 闪一边去 严首一瞪了龙飞城一眼 要不是他俩鬼迷心窍 哪至于有这么一出啊 这桃花莹不是什么善茬 严首一可不想和他扯上关系 桃花莹不要六十生人血 而只要严首一和林子彤 个人一滴血 这笔看似划算的买卖 却让严首一心里无比防备 这桃花莹不仅是鬼王 还是一个风情万种 骚气冲天的鬼王 呸 说错了重来 这桃花莹不仅是鬼王 更是经营着凤莱楼的鬼王 他一眼就看穿了严首一 和林子彤的伪装 必然居心叵测 见严首一答应桃花莹 林子彤不由地 将严首一拉到一旁 小声说道 你该不会是被这女人迷住了吧 我们的血能随便给吗 一滴鲜血 在普通人手里 根本做不了什么 但在鬼王的手里 那文章可就大了 羊骨 下咒 羊鬼 练尸 天知道这桃花莹 要他们的血干什么 严首一反手抓住 林子彤的小手 拍了拍她的手背 安慰道 放心 我心里有数 严首一都这么说了 林子彤也没再反对 只是又瞪了一眼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龙飞成和翁谦相 考虑好了 桃花莹慵懒地问道 严首一点了点头 桃花莹直接拿起桌上的酒杯 扔给严首一 我先来 严首一搓了搓自己的手指 似乎这样能减轻疼痛 紧接着 他借了王极网的菜刀 在指尖割了一道小口 鲜血便顺着手指流淌下来 滴落在酒杯当中 如今他是天煞师傀 普通的刀枪棍棒 都拿他没办法 只能用王极网的菜刀 他又拿来另一个杯子 主动抓着林子彤的手搓了搓 然后狠心划破他的手指 逼出一滴血后 林子彤皱着眉头 想要把手指头放在嘴里止血 但他却发现 严首一紧抓着他的手不放 似乎在阻止他的动作 大傻子 原来有别的想法 林子彤眼睛一亮 估计严首一 已经在这两滴血上动了手脚 疼吗 一会儿我给你包扎 严首一小声安慰道 今天在你身上开的伤 回头我要拿桃花莹 十倍奉还 这话落在林子彤的耳朵里 只觉得心里甜甜的 手上也不疼了 严首一不是那种粗鲁的男人 相反他十分在意朋友的感受 除了发牢骚以外 他几乎不会说脏话 更是很少威胁别人 但是这回不一样 因为桃花莹的威胁 严首一不得不让林子彤流血 但这也触碰到了严首一的逆铃 所以严首一破天荒地放出狠话 严首一端着两个酒杯 摇摇地对桃花莹说道 写在这里 够了吗 一旁的龙飞城伸出手说道 不够 我可以添点 你滚一边去 严首一回头鹤道 队伍里稍微正经一点的王姬王 直接勒住了龙飞城的脖子 在他耳边骂道 我看你的魂 已经被那桃花莹给勾走了 我这不是出于愧疚心理吗 龙飞城解释道 万一桃花莹得寸进尺呢 你可闭嘴吧 桃花莹使了个眼色 老宝便上前接过酒杯 酒杯到了桃花莹的手里 他如痴如醉地放在鼻子前 狠狠地闻了一口 这娘们儿玩得真变态啊 严首一心想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桃花莹似乎是得到宝贝似的 将两个酒杯护在怀里 甚至不想废话半句 直接腾空而起 飞进了凤来楼 底下的客人们厚知厚觉 赶紧抬头看 可惜桃花莹已经不见了踪影 只有翁千象默默地说道 粉色的 老宝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便下了逐客令 你们赶紧滚吧 严首一也不搭理老宝 转身把龙飞城他们 推出凤来楼 翁千象不像龙飞城那样 融入队伍那么长的时间 而且和严首一是过命的交情 所以此时他有些心虚 出了凤来楼后 便赶紧道歉 王吉网黑着脸说道 这里是鬼事 我们还有正事要办 要是刚才桃花莹不肯放过我们 那马兴平怎么办 二人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林子同见 他们认错态度诚恳 便暂时原谅了他们 不过严首一 才是队伍里的主心骨 他不开口 二人心里还是不踏实 只见严首一微微一笑 其实说不定也是因祸得福了 啊 龙飞城一愣 这话怎么说 我大概知道 桃花莹拿我们的血 想要做什么 所以在血里做了点手脚 到时候 这个桃花莹 恐怕要吃点苦头 可桃花莹吃苦头 到时候一样 还是要找咱们的麻烦 林子同不解 不会的 严首一笑道 到时候 你们就明白了 与此同时 桃花莹在拿到严首一 和林子同的鲜血以后 马不停蹄去到了 自己在凤莱楼的密室 随着他那曼妙妖娆的身影 走进密室 原本黑漆漆的密室四周 燃起了诡异的鬼火 密室随即被照亮 却见密室里全都是瓶瓶罐罐 里面不言而喻 自然是鲜血 他小心翼翼地放下酒杯 看着酒杯里娇艳欲滴的鲜血 不由地兴奋地舔了舔嘴唇 一个是天煞诗魁 一个是紫微地心 它们身上的味道也十分般配 应该是原定三生的两个痴情种 用它们的鲜血 定能让我炼成一对鸳鸯煞 桃花莹不仅是鬼王 还擅长炼煞之术 凤莱楼的那些打手 姑娘 丫鬟 全都是他一手炼出来的 更可怕的是 那些人全都受桃花莹所控制 也就是说 偌大的凤莱楼 实际上只有桃花莹一人 而如今 桃花莹得到了严首一 和林子同的鲜血 只要稍加炼制 就可以通过这两滴鲜血 直接控制严首义和林子同 一想到自己 即将拥有一对强大的鸳鸯煞 桃花莹那滑嫩的肩膀 都忍不住颤抖 她已经一刻都等不了了 桃花莹手指一挑 两滴鲜血便凌空漂浮 而后桃花莹伸手捏住 竟从血滴中牵出了两条丝线 开始缠绕在自己的手腕上 邪恶的仪式已经开始 然而 就在关键时刻 桃花莹忽然浑身一颤 她的身体剧烈颤抖 原本柔顺的头发 很快就变得杂乱不堪 等她在抬起头来之时 已经没有之前的风骚妩媚 有的只是狼狈和憎恨 这血 有问题 啊 混账 竟然骗我 密室当中 桃花莹发出愤怒的叫声 如今她想要阻止仪式 却已经来不及了 离开凤莱楼 还没走多远的严首一和林子同 突然同时停下脚步 二人捂着心脏 都有种心悸感 林子同皱着眉头说 桃花莹一定在拿我们的鲜血搞鬼 和我猜想的差不多 严首一牵着林子同的手说道 你不是需要人照顾吗 回头不如让桃花莹 当你的贴身丫鬟好了 林子同一愣 以为严首一才开玩笑呢 倒是龙非诚异常兴奋 嫂子 你要是不想要丫鬟也没事 我正好缺个媳妇 你还真想当你踩尘啊 严首一踢了龙非诚一脚 桃花莹那娘妈 你驾驭得了吗 翁千象拍了拍龙非诚的肩膀 我可以帮忙 滚 龙非诚其实也就是开开玩笑 毕竟桃花莹的风资 真是太吸引人了 桃花莹的事情 可以暂时先不管 我们还是 先去找杨林虎服 严首一说道 杨林虎服 不是鬼市当中最重要的物件 而且来历不干净 小偷应该不会 大张旗鼓地摆出来售卖 他们多半会悄悄观察 找到合适的买家 主动上前搭话 所以 严首一便带着大家 在鬼市里东瞧瞧膝膝看看 一副在小东门时逃货的模样 果不其然 很快就有一些人 悄悄来找严首一 只可惜 他们带来的都不是严首一想要的 一连两个小时 大家走得腿都酸了 也还是没有找到杨林虎服 而且 这鬼市还越发热闹了 林子彤提议 让大家去路边的茶馆 稍微休息一下 严首一也就答应了 可他们才刚坐下 魏长青突然拍了拍严首一的肩膀 严首一看向魏长青 只见魏长青指了指不远处的小巷口 小巷口有一个穿着连帽卫衣的小个子 那人戴着帽子和口罩 似乎在有意地隐藏自己的容貌 而他的摊子前 卖的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大部分严首一看都懒得看一眼 唯有摆在小个子面前的一个金色的雕塑 只是看了这一眼 严首一的眼睛就移不开了 还是二叔眼光好 我想我们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严首一让大家在茶馆里坐着等 自己走向小个子 不过他却在距离小个子几个摊位前停住了 故意先是看了其他摊位的东西 还煞有其事地询问价格 不过都没有买 魏长青见严首一这副模样 内心不由地笑了 即便是发现了目标 目的性也不能太强 否则对方要么会警惕地溜走 要么会趁机狮子大开口 制造这种巧合的感觉 最能摸清楚对方的底细 严首一花了五六分钟 终于是逛到了小个子的摊位 他先是拿起一串佛珠 盘了一下 随后笑着摇摇头放了回去 小个子眼皮子一抬 那是唐朝某个高僧的佛珠 某个 哪个 严首一笑着问 小个子不作答了 这是嫌弃严首一不识货呢 严首一又看了几样东西 最后目光落在了小个子面前的金色雕塑上 雕塑的外形是一只鸟 普通人恐怕看不出这是什么 但严首一却能认出 这雕刻的是一只福燕 它也不是一件普通的艺术品 这玩意儿的全名是黄金福燕 是传说中秦始皇的陪葬品 汉书《楚源王传》中对秦始皇陵墓 有这样的描写 水银为江海 黄金为福燕 这说的就是黄金福燕 据说秦始皇陵墓中注入了大量的水银 秦始皇的铜棺就飘在水银之上 如同一座大船 随着水银的波动在陵墓中来回飘荡 秦始皇便在这片大海中日夜巡视九州 但空有大海却没了生气 所以秦始皇下令制造了黄金福燕 盘旋在水银大海之上 模拟着阳间的模样 黄金福燕由黄金打造 内部是机械结构 可以不眠不休地飞行 十一纪中也有对黄金福燕的描述 张善为日南太守 俊明有德金福以限 张善广博多通 考清年月 及秦始皇墓之金福也 在这篇的记录中 说的是三国时期在日南做太守的张善 得到了一只黄金福燕 按照他的推断 这黄金福燕正是秦始皇的陪葬品 而当时距离秦朝 已经过去三百多年 也就是说 这黄金福燕足足飞了三百多年 而不停泄 之后 这件文物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 也送到了国家博物馆 因为与秦始皇相关 所以和阳陵虎符放在一块 但此时黄金福燕却出现在鬼市 严守亦有理由相信 眼前的小个子 就是偷走阳陵虎符的人 压抑住心中的激动 严守一指着黄金福燕问道 这是什么朝代的宝贝 小个子答道 秦朝 放屁 秦朝有这种工艺 严守一表现得十分不幸 这只福燕栩栩栩如生 细节拉满 甚至羽毛都雕刻出来了 在秦朝那个时代的工艺水平 能做到抽象已经很不错了 做得如此逼真是不太可能 严守一虽然心知肚明 这是真货 却还是故意撩搏小个子 小个子怒道 不幸就滚 老子还不稀罕卖呢 怎么还急眼了呢 严守一笑道 佛珠加上这只鸟 你出个价吧 你不是怀疑我手上的是假货吗 小个子问道 能进鬼市的都不是普通人 我量你也不敢卖假货 但更重要的是我看着佛珠顺眼 这只鸟就带回去当个摆设 严守一的真正目标是黄金福燕 但却故意给佛珠加戏 分散小个子的注意力 小个子见严守一 似乎是真想买 眼中也露出斟酌之意 忽然小个子站了起来 对着某个方向喊了几声 似乎喊的是某个人的名字 不一会儿 另一个蒙着脸的小个子跑了过来 他俩走得稍微远一点 似乎在商量着什么 严守一笑了 原来这俩是团伙作案 他其实也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人 能偷到这样的宝贝 不一会儿 两人商量出了结果 戴着帽子的小个子 对严守一说道 三千万 一次性父亲 先转账后交货 严守一眯着眼睛说道 你们胃口挺大嘛 我以为你们会有别的要求呢 在这鬼市里要活人的钱实属少数 对于一个秦朝的宝贝债 加上一个唐朝的佛珠而言 三千万的价格依旧偏高了 但这只是在普通人的眼里 唐朝时期的佛珠尚不考虑 那黄金福宴在严守一的眼中 就不止这个价钱了 普通人拿到黄金福宴 顶多当个百件 但严守一却可以研究黄金福宴的结构 利用鲁班的本领进行复制 说不定还可以以此提升三元的能力 象征性的讨价还价后 双方敲定的价格在两千八百万 两个小个子心里还有些悬 他们也不确定自己的价格是否合适 更不确定严守一 是否真的能拿出这笔钱 不过 看严守一的模样和气度 多半不是普通人 只见严守一直接对着茶馆里的林子彤 招了招手 林子彤走近后 严守一笑道 老婆 这两样东西 两千八百万 两个小个子傻眼了 刚才他们心里对严守一的评价还很高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林子彤哼了一声 就这两样破铜烂铁要两千八百万 行不行吗 严守一故意要求 看到严守一这副模样 林子彤是又好气又好笑 他拿出手机给叶成福打电话 随便说了几句 林子彤向小个子 他们索要银行账号 两个小个子急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纸条 将上面的数字念给林子彤 林子彤挂断电话后 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两千八百万的巨款已经到账 这钱是他早就准备好了的 所以到账时间才会这么快 两个小个子收到提示之后 即便蒙着脸都能看出他们脸上的笑意 严守一也决定 将吃软饭这件事进行到底 故意在林子彤脸上亲了一口 还喊了几声好老婆 逗得林子彤面红耳赤的 小个子投来羡慕的眼神 虽然此时的林子彤长得也一般般 但严守一更丑 但重要的是 人家有钱啊 戴着帽子的小个子说道 钱到账了 这两件宝贝归你们了 严守一收了佛珠和黄金福宴 随手将它们塞进胯包当中 却并没有离开 而是说道 交易达成了 咱们也算是朋友了 我想看看 你们手里头 还没有其他的宝贝 两个小个子一愣 原本放松下来的眼神里 瞬间又充满了警惕 你们别紧张 我要是想对你们做什么 早就出手了 严守一摊开双手 示意自己并没有恶意 他说道 迷人不说暗话 我想买杨陵虎服 两个小个子的眼神更加警惕了 这也说明 严守一的猜测没错 杨陵虎服 还真就在他们手里 二人后退几步 小声商量 严守一也不着急 趁这个机会 多摸了几下林子彤的手 换来林子彤的娇称 都什么时候了 还没个正经 我突然发现 被人认为吃软饭 是件特别装逼的事情 严守一嬉皮笑脸地说道 你们男生不都喜欢大男子主义吗 林子彤不解 吃软饭怎么就装逼了 重点不在于吃软饭 而在于装逼 严守一解释道 因为在吃软饭的时候 总有男人用困惑 和嫉妒的眼神看着我 不明白 为什么我这种男人 都能吃上软饭 而他们不行 换句话来说 我就是喜欢看到 他们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林子彤白了严守一眼 这么说你 打算吃一辈子软饭了 不行吗 当然可以 林子彤反而还更加享受 这种包养小白脸的感觉 谁让她是女强人呢 两个小个子商量了一会儿 便走回来说道 想买杨领虎服 你们得跟我走一趟 行 我喊几个朋友一起 严守一正要回头 喊上其他人 却被告知不行 最多只能让她带着林子彤 好像是因为 林子彤是个女人 而且是 真正掏钱 有话语权的金主 如果不是因为 事先说话的是严守一 恐怕两个小个子 只允许林子彤 一个人去了 不过带不带人无所谓 队伍里除了魏长青以外 严守一和林子彤 就是最强战力 只要不遇到超过三个鬼王 二人都有自保之力 于是 一高人胆大的两人 便答应了要求 和魏长青他们 打了个招呼后 便跟着两个小个子 钻进了小巷子中 二人似乎对鬼市的结构 十分熟悉 在那小巷子当中 穿来穿去 轻车熟路 严守一趁机与他们搭上话 也算是初步搞清楚 他们的身份来历了 这两个小个子 是一对兄弟 蒙着脸的叫鸡斩 小弟鸡熊 是最先坐在摊子前的那个 他们二人 是道职 职 传人 道职是春秋末鲁国人 和鲁班算是老乡了 据说 他还是当时鲁国贤臣柳夏慧的弟弟 巅峰时期手下的大道人数 有数千人 堪比军队 光说道职二字 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这家伙又具名言 叫做道义有道 庄子 屈切 道职之徒 问于直曰 道义有道户 直曰 何事而无有道也 浮往一世中之藏 圣也 入仙 永也 出后 义也 知可否 知也 分君 人也 春秋时期的道职是什么情况 暂且不论 如今严守一了解到的道职传人 都是一群劫富济贫的好汉 他们精通溜门窍锁 翻墙入院 不仅轻功好 能够轻易飞檐走壁 还练就一身缩骨弓 号称 只要脑袋能过去的地方 他们都能过去 民间教派虽然花样百出 各不相同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扎根民间 为国为民 而且都有一种狭义精神 道职传人 虽然不会降妖除魔 但他们所做的事情 本质上与其他民间教派 没什么区别 都是在匡扶正义 严守一还了解到 鸡掌和鸡熊两兄弟 其实还有同伙 他们此行一共12人 全都是由他们的师父 鸡富随带领的 而杨领虎服这种宝贝 他们是没资格出手的 所以这会儿 便是要带严守一去见鸡富随 由鸡富随亲自和严守一谈交易 林子彤问起 方才2800万的去向 鸡掌和鸡熊十分自豪地说 他们的师父在贫困山区 捐助了几十所希望小学和福利院 这些钱到时候 他们都会交给师父 由师父统一 帮他们行善事 对此 林子彤和严守一 只是笑了笑 没说什么 道职这一门的大道 细分下来 倒是能分出很多卖 掀开屋顶的砖瓦 弄个窟窿 顺着绳索下去的 这叫开天窗 把墙钻的窟窿 进入墙学偷取财物 这种绝壁穿学的小偷 叫开窑口 也称开桃源 窍门行窃的小偷 叫排塞赃 其中 天未亮时活动的 叫踏早清 大白天动手的 叫白日闯 或者白日鬼 黄昏时 出人不义行窃的 叫跑灯花 专门趁着主人锁门外出 窍锁入户偷盗的小偷 名叫吃恰子 类似的江湖黑话 有很多 严守一分析身边 鸡斩和鸡熊 这两个小个子 多半是开天窗 或者开窑口的 因为他们的身材占优势 跟着二人 在小巷子里七拐八拐 拐得林子彤 都有些找不着北的时候 他们总算是停下了脚步 严守一笑了 沿途所有的路线 早就被他在脑海中摸清楚了 别看他们走了十分钟 其实一直都在原地兜圈子 甚至此时 只要严守一大吼一声 为长青龙飞成 他们都能闻声赶过来 鸡斩和鸡熊这么做 可能是担心严守一黑赤黑 不过看破不说破 严守一主动说道 我们就站在这里等 你们进去通报一声吧 好 鸡斩见严守一如此懂规矩 也认定严守一是个业内人士了 他对着严守一抱拳 然后按照三长两短的顺序敲门 这是暗号 如果暗号的节奏不对 里面的人恐怕会马上跑路 很快 一个同样蒙着面的 短发小姑娘来开门了 见到是鸡斩回来 便说道 师傅正在接待客人 有事吗 鸡斩指了指身后的严守一 说道 他们要买杨龄虎服 你们稍等 小姑娘认真地打量 严守一一番 然后关上门去通报了 既然鸡斩随在招待客人 严守一也只能乖乖在外等着 宅院内 身穿黑衣的鸡斩随 盘腿坐在蒲团上 她的面前是一只恶鬼 恶鬼淡淡地说道 既然你有生意上门 我也就不多久留了 只是方才叮嘱你的事情 你要多加留意 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鸡斩随笑着点点头 起身说道 我送你出去 不必 恶鬼摇身化作一团鬼气 乘着风就飞走了 等到恶鬼走了 鸡斩随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她冷声骂道 鱼金波已经死了 你区区一个鱼金红 也敢派人对我指手画脚 冷静下来后 鸡斩随又想到 虽然鱼家已经不如从前 但鱼金红这次散尽家财 还拉拢了长安五个鬼王撑腰 要是能给我遇见那严守一 应该也能捞上不少 鸡斩随名里 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大侠 实际上却是一个偷鸡摸狗 唯利是图的小人 她利用培养出来的道直传人 四处劫掠 抢来的宝贝换成钱以后 又哄骗他们是捐给了贫困的人 但实际上都落入了鸡斩随自己的钱包里 如今她坐拥金山银山 每天却还是让手下的弟子们 吃馒头咸菜 甚至为了不露馅 自己也跟着吃 放在过去 鸡斩随妥妥的 就是一个周八匹铁公鸡 送走了鱼金红派来的恶鬼 鸡斩随喊来那名女弟子 招严守一 他们进来 没一会儿 严守一和林子彤走了进来 鸡斩随见到金主上门 立刻换了一副嘴脸 乐呵呵地请他们坐下 严守一打量着鸡斩随 发现此人一副奸人之相 与之前鸡斩他们描述的 大善人截然不同 而且真正的善人 脸上都是红光满面 这点在鸡斩随身上 是完全看不到的 严守一心里冷笑 他猜得果然不错 鸡斩随骗了鸡斩他们 真正的侠盗 又怎么可能去偷到国家文物 心里给鸡斩随定性以后 严守一已经知道 该如何应对此人了 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们为杨林虎福而来 你开个价吧 鸡斩随打量着严守一和林子彤 发现此二人相貌平平 但是气质却不凡 他玩弄着手里的茶壶盖 道 我鸡斩随向来不与无名之辈做生意 两位要是对杨林虎福感兴趣 还请自爆家门 这是鸡斩随的规矩 因为他手里的东西也不干净 万一碰到硬茬 生意不仅做不成 搞不好还会丢掉小命 但是一旦得知对方的来历 制约就很多了 对方也会考虑 如果对鸡斩随出手 会不会对自己的师门和家人有影响 严守一想都不想 直接说道 在下昆仑山艳家 艳守一 扑刺 一旁的林子彤差点没憋住 什么时候自己的男人说瞎话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严守一心里想到 特殊时期对不住了艳凶 他又指着林子彤说道 这是我的妻子 他无门无派 出生在一个小家族 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林子彤白了严守一一眼 肌肤随小心谨慎得很 淡淡地问 何以见得 严守一直接拿出了艳家的艳心罗盘 这可是艳家的名满天下的宝贝 姬肤随看了一眼 心中吃惊 看来眼前这个艳守一 不仅是艳家人 而且地位还不低 居然拿到了艳心罗盘 事实上 艳家因为爱面子 所以艳心罗盘 被严仇忽悠走的事情 根本没有对外说 所以 姬肤随也不知道 艳心罗盘 其实早就不在艳家了 验证了严守一的身份 姬肤随笑着点点头 又对那女弟子招了招手 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女弟子快步走进屋内 没一会儿就 爆出一个锦盒 姬肤随打开锦盒 往严守一面前推了推 看货吧 严守一低头一看 锦盒当中 放着三对一模一样的杨领虎符 三者不论是做工材质 还是细节 看着都完全一样 林子彤皱起眉头 这果然与秦六爷所说的一样 姬肤随叹气道 我那愚蠢的弟子 偷到杨领虎符以后 一不小心把真正的杨领虎符 与我们制作的艳品混在了一块 现在连我都分不出真假 严守一摸了摸下巴 问道 不论真假 我只挑一对 你开个价吧 价钱好商量 姬肤随眯着眼睛 摆出一副和气的模样 只是他本人并不知道 因为他的长相和气质 眯着眼睛 只会显得猥琐和奸诈 与和气沾不上半点关系 林子彤甚至因此 都有些嫌弃姬肤随了 只见姬肤随把玩住手里的茶杯 说道 不如就用你的燕心罗盘来换 如何 在姬肤随的眼里 杨领虎符顶多算个古董 但燕心罗盘 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宝贝 这笔交易 他是占尽了便宜 严守一自然不会把燕心罗盘拱手让人 他沉下脸来说道 姬先生不厚道 且不说二者谁的价值更高一些 但是你这杨领虎符不保真 我凭什么拿燕心罗盘来换 可姬肤随却厚着脸皮道 古董这种东西 本就没有固定的价格 谁更喜欢一点 谁出价就高一些 燕先生要是不乐意 还请出门诱拐 我就不送了 这姬肤随不愧是老江湖 严守一猜测 这家伙恐怕已经不会偷东西了 而是将功夫都花在钻研人心上 看来姬先生对交易没有诚意 那我们也树不奉陪 严守一也不惯着 冷哼一声 牵起林子彤的手便往外走 姬斩和姬熊见了 有点着急 毕竟严守一可是他们好不容易才等到的买主 他们俩希望能把杨林虎福卖个好价钱 去救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呢 跟着严守一往外走的林子彤 心里偷笑 故意装作要走 这是最粗烈的砍价手段了 没想到菜市场里买菜的招数 竟然也适用于鬼市当中 不过最粗烈的手段 往往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慢着 姬肤随果然喊住了严守一 严守一停下脚步 嘴角微微上扬 心想这兴机的老家伙 总算是松口了 谁曾想 正当严守一想要转过身去聊价钱的时候 姬肤随却说道 走的时候记得关上门 鬼市的风凉 我这老骨头经不起风吹 严守一 这老家伙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现实和严守一想的完全不一样 奈何情绪已经烘托到这儿了 严守一步走也不行 于是他只能在心里叹气 脸上装作无所谓的模样 关上了门走出去 鸡掌和鸡雄见了 连忙进到屋内 似乎想要劝说姬肤随让步 而走出院子的严守一 也忍不住叹气 姬还是老的辣 我这祖传的砍价绝活 居然不管用了 林子彤扑呲一笑 说道 想要除魔你在行 但这做生意你可不如我 你早料到会这样 严守一疑惑道 我们是专程找上姬肤随 指名道姓要买杨陵虎服 目的性太强 姬肤随要是不做地起价 才奇怪呢 林子彤说道 虽然他这次把我们赶走了 但他吃准了 我们还会回头 这就是心理博弈了 严守一咬咬牙 老子就偏不回头了 那马兴平怎么办 林子彤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严守一瞬间粘了 他无奈地发现 自己竟然拿姬肤随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倒不是舍不得 用燕心罗盘换杨陵虎服 毕竟那换来的 不只是杨陵虎服 更是马兴平的命 只是他觉得 就这么白白让姬肤随 这个小人占了便宜 心里非常不爽 林子彤给出了他的建议 让二叔他们分批过来试试看 这次我们有了经验 说不定能让姬肤随让步 可这会不会让姬肤随 觉得有人在竞争杨陵虎服 反而继续抬价 实在不行 我们还有B计划 林子彤狡狭狭一笑 严守一愣了愣 什么时候还制定了B计划了 我怎么不知道 林子彤小声说道 姬肤随虽然是道直传人 但他应该打不过咱们 严守一瞬间 领会了林子彤的意思 哭笑不得地说道 你是说直接动手抢啊 我可没这么说啊 林子彤笑道 不过做生意 先里后兵很正常 你以为做生意的 都是规规矩矩的吗 其实有时候做生意 就和明抢差不多 这触及到严守一的知识盲区了 不过他觉得 林子彤说的也有道理 想要不违心 大不了抢了以后 再给姬肤随几千万 或者救了马欣平 以后再把杨陵虎服还给他 对了 林子彤问道 你刚才看出 那三对杨陵虎服 哪对是真的了吗 严守一摸了摸额头 道 三对都是假的 啊 所以我才觉得 姬肤随没有诚意 这老东西 多半是把真正的杨陵虎服 藏起来了 靠着赝品和假消息 想再捞一笔呢 林子彤记道 真是无耻 正像你说的嘛 做生意有时候 就和明抢差不多 二人正准备往外走 忽然听见院子里 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 紧接着 便是姬肤随在大喊 来人啊 来人啊 严守一和林子彤对视一眼 立刻转身回到院子 却见姬斩 姬熊 还有那个开门的小姑娘 全都昏倒在地 姬肤随倒在地上 满脸是血 胳膊还被凝断了一根 严守一傻眼了 他和林子彤才走出去不到五分钟 这里头就发生了这么惨烈的打斗 对于姬肤随 二人都没有好感 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查看姬肤随的情况 林子彤扯了扯严守一的衣服 说道 杨林虎符不见了 姬肤随大喊道 刚才突然闯进来一个家伙 二话不说 就动手抢东西 我的杨林虎符 被他给抢走了 还有这事 严守一笑了 这叫恶人自有天收啊 他倒是一点都不着急 因为那人抢走的 不过是三个宴品而已 姬肤随见严守一幸灾乐祸 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不由得怒喝道 是你小子 买卖不成仁义在 你小子竟然指使人抢走我的宝贝 姬先生 你这可是狗咬吕洞兵 不识好人心了 严守一说道 我们是在外头听到动静 过来查看情况的 你分明是想要杨林虎符 又不愿意用燕心罗盘交换 所以才喊人明强 看来这姬肤随是铁了心 要让严守一杯锅了 严守一见道理讲不通 忽然想起了 爷爷曾经说的一句话 当他们说 你是小偷的时候 你最好真的是小偷 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听你的解释 只会相信自己的判断 然后想尽办法污蔑你 而想要让自己不吃亏 那不如就把黑锅背好 顺带拿走你该拿的东西 这套理论虽然很流氓 但却非常适用眼下的情况 更何况抢肌肤随的东西 那顶多属于黑吃黑 于是严守一也不讲道理了 直接蹲在姬肤随的面前 冷声说道 没错 刚才那人是我指使的 而且我的人发现 那三队阳陵虎服都是赝品 所以我现在回来 你最好把真货拿出来 否则 姬肤随怒道 你小子知道我是谁吗 姬肤随啊 严守一笑道 难不成你是我未曾蒙面的私生子吗 姬肤随听了 差点气得吐血 平白被人打了一顿 还被这般侮辱 换个年纪带点的 怕是会一口气没提上来 当场给气死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姬肤随 我看出你不是好人了 你所谓的杰肤济平 其实是挤自己的口袋了吧 可怜你那些弟子还不知情 依旧在替你卖面 你闭嘴 被拿掉了遮羞布 姬肤随语气中 尽是恼羞成目 既然你不肯拿出真正的杨陵虎服 那我就只能自己找了 严守一站起身来 环顾四周 很快就发现了端倪 位于院子后方的书房 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有明显的差距 书架后方必然有一个密室 普通人可能看不出来 但作为鲁班传人的 严守一一眼就察觉到了 他一言不发地走向书房 姬肤随的表情瞬间紧张起来 这一幕落在林子童眼中 他也知道 严守一条对了地方 走进书房 严守一在书架上检查了一番 并没有找到任何机关 姬肤随心里松了口气 密室的机关 其实在书桌底下 藏得十分隐秘 短时间内严守一肯定找不到 然而令姬肤随没有想到的是 严守一也不按套路出牌 再简单地搜索了书架 却没有发现机关以后 他直接一拳轰在书架上 书架上的赝品古董 全都震落在地 摔得稀巴烂 而书架后的墙 也被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里面露出的 竟然是金灿灿的金条 这些金条堆叠在一起 已经形成了一堵墙 在那窟窿里十分醒目 严守一冷笑一声 这多半就是 姬肤随这些粘脸的猜吧 他把金条都放在这间密室里 想必真正的杨陵虎符 也会藏在这儿 这时 晕倒在外的姬斩醒了过来 慌慌张张地喊了一声师父 姬肤随连忙喊道 快去书房拦着那小子 姬斩回过神来 心里有些愧疚 毕竟是自己引严守一来的 没想到严守一居然是个 狼子野心的家伙 他急忙跑向书房 可在他走进书房的一刹那 却是彻底愣住了 严守一已经将密室的大门全部拆开 展现在姬斩面前的 是一整面由金条堆叠而成的墙 这一根金条 可就价值十几万 一整面墙的金条 可想而知 是多么恐怖的财富 一时间 姬斩的心里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不是说 我们偷来的宝贝换的钱 全都捐给贫困山区了吗 大家为了这个理念 偷了多少宝贝 甚至有师兄弟 因此被抓进监狱 有的更是丢掉了性命 明明藏着这么多金条 师父却只给我们吃馒头和咸菜 姬斩愣在原地 严守一发现了他的存在 头也不回地说道 你们师父不是个好人 但你们是无辜的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等我走了 你也带着你的兄弟 姐妹们离开姬富随身边吧 姬斩闻言 苦涩一笑 我们还能去哪 他们从小被姬富随培养成小偷 干的都是偷金摸狗的事情 但姬富随灌输得 道义有道劫富济贫的理念 让他们能够为自己的能力 而感到骄傲 可如今他发现 在做坏事 姬斩的内心 已经开始痛恨自己的双手 认为自己是个恶人了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姬富随骗了你们 但你们的能力 依旧有用武之地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以后去荣城找我 我可以帮助你们 完成你们的事业 姬斩他们的能力 还是很有作用的 严守一也不想 打破他们的幻想之后 就丢下他们不管 所以才提出 让他们去荣城 说完这话 严守一也没功夫搭理姬斩了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 真正的杨陵虎符 真正的杨陵虎符 就藏在密室当中 他们的质感和色泽 完全不是那三对赝品 可以比拟的 严守一拿到以后 直接塞进胯包当中 他立刻转身 拉着姬斩往外走 姬富随见状 忍不住怒道 小偷 你这个小偷 杨陵虎符是属于我的 快把他放下 你也配说 别人是小偷 严守一冷哼一声 那整面墙的金条 他还来不及处理呢 姬富随又喊道 姬斩 快拦住他 然而幡然醒悟的鸡斩 此时对姬富随 哪有什么师徒之情 只有被欺骗后的愤怒 他扛起昏迷的鸡熊 又求严守一戴上 给他们开门的小姑娘 想要跟着严守一离开这里 拿到了杨陵虎符 严守一可就没有 继续留在鬼市的理由了 所以他也迫切地 想要带着大家一起出去 可他才扛起小姑娘 才与林子同会合 姬富随那原本紧闭的院门 忽然间被一股狂风粗鲁地撞开了 严守一面色骤变 他感应到了一股十分霸道的气势 这个气势来自于鬼王 周围的温度似乎瞬间降低了几十度 地上甚至都结出了冰霜 鸡斩被冻得瑟瑟发抖 无形的压迫感让鸡斩抬不起头来 但他还是硬撑着 看了门外的身影一眼 鸡斩被吓得面无血色 是他 鸡斩战战兢兢地说道 这人是谁 林子同皱着眉头问 姬富随见到来人 兴奋地哈哈大笑起来 仿佛此人出现 严守一他们就绝对不可能逃走 他给出了答案 石经大人 这家伙是石经 严守一和林子同的脸色 也瞬间阴沉下来 他们在进入鬼市之前 秦六爷曾特意叮嘱他们 鬼市的主人 是一个叫做石经的鬼王 秦六爷三身无领 让他们绝对不能招惹到石经 可谁也没有想到 石经竟然会出现在姬富随的院子里 而且二者的关系 似乎并不简单 石经大人 这对狗男女不仅把我打伤 还抢了您的宝贝 您可千万要让他们长点教训 紧接着姬富随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逃不掉了 姬展也吓得瑟瑟发抖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我们死定了 我们死定了 他可是石经十大人啊 石经 长安鬼市的幕后主人 不仅实力比喻金波要强 人脉关系更是广 否则 鬼市这么大的蛋糕 其他鬼王怎么可能不眼红 怎么可能不出手争夺呢 秦六爷千叮咛万嘱咐 严守义也无意去招惹 没想到此时此刻 竟然还是惹到了这个石经 只是严守义不明白 堂堂鬼市的主人 怎么会如此凑巧出现在这呢 眼前 石经虽然还站在门外 但是他带来的可怕气势 已经将整个院子笼罩 不提击斩这种小角色 就连严守义和林子彤 也感到压力倍增 严守义扛着昏迷的小姑娘 紧紧地抓着林子彤的手 她已经做好准备了 要是石经真的出手 她只能请出沁江将军来帮忙了 因为此时就是关乎她生死存亡之时 石经站在门外 冷声说道 他们是谁 她不着急出手 似乎是对自己的实力 有绝对的信心 认为严守义他们插翅难逃 姬富随指着严守义喊道 那小子是昆仑山燕家的人 刚才他想要出钱买杨陵虎服 我们价格没弹拢 他就派人硬抢 发现抢走的是燕品后 又杀了个回马枪 石经文言 眼神不善 上下打量着严守义 算是体验到什么叫做 如果眼神能杀人了 这个石经的眼神灵力 光是被他打量着 身上就好像被刀割一样疼 为了不让林子彤受到这种痛苦 他将林子彤藏在身后 他不是昆仑山燕家的人 石经冷声说道 他是乳般传人 眼手一面色一变 没想到石经竟然也一眼 就看穿了自己的身份 操 老翁的画皮术 不管用啊 容貌可以改变 但气息不行 外表可以骗过普通人 却骗不过老谋深算的鬼王石经 哪怕是桃花营 也只是识破了眼手一有伪装 却不知道他是鲁班传人 这个石经如同一口古井 眼手一站在上头 根本看不穿他到底有多深 肌腹随也是愣了愣 随后他大喊 前堂的鬼王于金红 方才就派人来提醒过了 说是遇见鲁班传人眼手一 第一时间与他打招呼 看来这小子就是眼手一 这下眼手一的身份彻底暴露 同时二人还面临着更大的麻烦 于金红 眼手一猜测 于金红也会在鬼市 却不料 这家伙居然已经开始通缉自己了 就连基腹随这种没实力的家伙 也收到了通知 如今身份暴露 就算逃过了石经的手掌心 于金红恐怕也很快会闻声赶来 这哪是鬼市啊 这分明就是天罗地网 石经和基腹随 明显有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眼手一如今心里也想明白了 基腹随只是普通人 再强也不过是会一些偷鸡摸狗的本事 还培养了一群弟子而已 他能在这长安鬼市有一席之地 多半是因为石经 石经也靠着基腹随送的钱财 稳坐鬼市主人的位置 这两人可能算不上什么从属关系 但石经是绝对不会不管基腹随的 眼手一的星辰到谷底 他甚至已经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了 只见石经抬轿 迈过门槛 走进院子 在他走进院子的那一刻 所有的气势威压瞬间消失 就连周围的温度也开始回声 你是眼手一 眼百祥的孙子 石经问道 眼手一愣了愣 林子同面露喜色 拉着眼手一道 会不会这个石经和你爷爷是旧友 这 有那么一瞬间 眼手一还真觉得有可能 毕竟爷爷走遍了天涯海角 朋友多如牛毛 而且个个都身份不凡 说不定 当年爷爷就来过长安鬼市 和这石经拜了把子 但是下一秒 眼手一就将自己这个天真的想法 扼杀在摇篮里 爷爷交朋友是有原则的 必须是忠肝义胆 光明磊落之人 在这一点上 父亲眼仇可能不太一样 他就喜欢结交一些吊锒铛的沙雕 但眼前的石经和姬腹随 狼狈为奸 大肆敛财 这绝对不是爷爷会结交的朋友 所以 眼手一直接把侥幸的希望掐灭 认真审视石经的眼神 在石经那看似淡然的眼神中 果然藏着一抹杀意 眼手一瞬间明白了 石经不是爷爷的旧友 恰恰相反 他是爷爷的死敌 我和你爷爷 石经刚刚抬起手 眼手一就直接拿出三元 使用木魁法天 一阵烟雾蒙蔽了石经和姬腹随的视线 那石经眼神一冷 只是一招手便召来一阵狂风 将烟雾吹散 而在这一刻 眼手一已经带着林子彤 昏迷的小姑娘 击斩鸡熊两兄弟 挤在三元的背上 振翅飞了出去 姬腹随大喊 石大人 别让他们跑了 杨林虎佛 还在他们身上呢 石经根本懒得回答坏事的姬腹随 摇身化作一团鬼气 追了上去 天空中阴云密布 三元也不敢飞太高 否则有可能会离开鬼市的范围 迷失在混沌当中 林子彤紧紧地抓着眼手一 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石经和我爷爷不是旧友 他看我们的眼神里有杀意 之前故意与我们说话 只是为了让我们掉以轻信 眼手一说完 又对三元说道 三元往下飞 我们要去通知小龙他们 三元毫不犹豫地往下俯冲 眼手一远远地 已经看到小龙等人 还坐在茶馆里 魏长青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抬头看向天空 正好看到俯冲而下的眼手一他们 眼手一抬起手 手里正是那对杨林虎佛 魏长青眼神一灵 也抬起手来 眼手一直接将杨林虎佛 扔到他的手中 同时他吼道 杨林虎佛已经到手 我们招惹上了鬼市的鬼王石经 现在快点离开这里 咻 三元的速度太快 以至于其他人 还没有回过神来之时 他已经带着眼手一等人 又飞到高空了 龙飞城捅了通耳朵 问道 我是不是幻听了 刚才好像听到严格的声音了 下一秒 鬼市的天空忽然雷声震震 龙飞城面色一变 鬼市还下雨吗 我们没有带伞怎么办 王吉网终于回过神来 拽着龙飞城说道 麻烦来了 我们快走 龙飞城后知后觉 才注意到天空中的三元 因为鬼市上空的雷声 那些原本在鬼市里摆摊的商贩 与闲逛的客人 似乎都开始慌张起来 纷纷带着东西 往四个出口跑 仿佛有什么危险的事情 要发生似的 龙飞城跑了几步 突然停了下来 颜哥他们怎么办 魏长青冷声说道 我先送你们离开鬼市 再回来帮他们 魏长青的实力 一直是一个谜 但绝对要比龙飞城 王吉网他们强得多 如今严守一不在 二叔魏长青 就是主心骨 所以大家只能 遵从他的命令和安排 众人趁乱 往老槐树的出口跑去 沿途有些倒霉的家伙跌倒了 瞬间就被接踵而至的人群 给踩边踩烂 混乱之中 龙飞城注意到了 躲在小巷子里 还不知所措的 朱领和朱焕丝 老王 老王 朱老和朱家的小丫头在那 龙飞城跳着喊道 王吉网听了 顶着人流跑向朱领二人 沿途那些拦住他去路的 都被王吉网给推到一旁 朱领看到王吉网出现 大喜过望 王先生 这 先别问那么多了 快跟我走 王吉网抓着朱领和朱焕丝就跑 很快与众人会合 老槐树下 滑稽的一幕出现了 一大帮人提着灯笼 有的在挣着绕圈 有的在倒退着绕圈 结果大家你撞我我撞你 谁都没能离开鬼市 魏长青健壮 手里结印 一脚踏下 脚下瞬间出现 奇门遁甲之术的 太极八卦罗盘 一阵狂风吹过 原本混乱的人群 竟然被硬生生地 扯出了一个通道 魏长青直接将朱领 和朱焕丝推了出去 你们几个 没有自保能力地先出去 别看魏长青之前 加入了李根苗的组织 但他心中依旧存在善念 更是在关键时刻保护弱者 在这一刻 就连龙飞城 都忘了魏长青之前的黑历史 朱领和朱焕丝 跌跌撞撞地离开了鬼市 魏长青又把翁千象 和龙飞城推了出去 翁千象倒是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留在这里 只会添乱 但龙飞城却不肯走 说是要跟严守一共存亡 人群越来越乱 魏长青维持着通道 也需要花费精力 他懒得与龙飞城废话 直接让王吉网先走 王吉网咬咬牙 踢着灯笼 带着翁千象离开 还不忘回头喊道 小龙 别给老颜添乱 赶紧跟上来 我们在外头会合 王吉网和翁千象前脚刚走 魏长青就拎起了龙飞城 似乎打算强行把他送出去 可就在此时 鬼市里忽然涌出了 大批的恶鬼 直接用武力手段 镇压了混乱的人群 与此同时 原本的老槐树 忽然一阵震战 随后竟然降到了地底 离开的鬼市的通道 竟然被关闭了 魏长青脸色阴沉 放下了龙飞城 示意他跟着自己 混入人群当中 不要做出头鸟 有人着急地喊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要限制 我们离开鬼市 对啊 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已经来过 十几次鬼市了 和你们的鬼王 时经也有交情 请你们 让我先离开这里吧 如此混乱的场面里 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愤怒的 有害怕的 有不知所措的 只见恶鬼的队伍中 一匹披着战甲的亡灵马 缓缓走出 他的背上 坐着一个身高五米的巨人恶鬼 恶鬼体态臃肿 手上扛着一个巨大的狼牙棒 巨人恶鬼冷声说道 今日的鬼市里 有强盗窃贼 十大人正在抓捕他们 等到抓到这帮人 自然会让你们出去 龙飞城小声说道 他们说的人 该不会是阎哥吧 除了他 还能有谁 魏长青抬起头 看着天空中的三元 身在天空中的阎首衣 把四方街的情况 尽收眼底 鬼市的四个出入口 被关闭了 也不知道小龙他们安全离开了没有 眼首衣心里担心 却也自顾不暇 林子彤喊道 小心 石金来了 下方 一团黑漆漆的鬼气飘了过来 石金的鬼脸 如同一张面具似的 挂在鬼气的最前方 眼神阴冷地盯着眼首衣 眼首衣咬了咬牙 鬼市太小了 就算三元速度再快 也甩不掉石金 鬼市的出入口 也已经关闭 林子彤已经伸手 抓住背在背上的红神伞 唯有一战了 二人联手 实力虽强 收视于金波 都是有可能的 但面对石金 他们心里依旧没底 石金带着恐怖的气势 终于追到眼首衣的面前 他看了一眼眼首衣 坐下的木鸟三元 冷声说道 眼家的人 还真是聪明 你是怎么看出 我想杀你的 我爷爷只教正义之事 很明显 你不是 事到如今 眼首衣只能面对 石金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但表情也依旧冷漠 你说得对 我和你爷爷不是一路人 而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石金道 今日你到鬼市来 也算是自投罗网 我实在找不到不杀你的理由 眼首衣拔出了斩破刀 林子彤也拎起了红神伞 二人已经做好准备 随时拿出最强的招数 迎战石金 唯有击斩下的瑟瑟发抖 他宁愿从三元的背上跳下去 直接当场摔死 也不敢面对强大的石金鬼王 石金冷笑一声 就凭你们两个小家伙 想与我石金作对 这里是鬼市 是我石金的地盘 我想杀你们 只要 石金的话才说到一半 鬼市里竟然瞬间 飘起了浓浓的雾气 这雾气铺天盖地 能见度甚至不到两米 石金勃然大怒 再次召唤阴风 片刻就吹散了浓雾 然而浓雾虽然散去了 但眼首衣和林子彤 也不见了踪影 石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这里是鬼市 是他石金的地盘 可居然有人 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打断他说话 强行带走 岩首衣和林子彤 这何止是奇耻大乳 这简直是在石金的脑袋上 拉屎了 石金怒吼道 全员出洞 给我挨家挨户的茶 一定要将纳鲁班传人 给我找出来 原本应该面对 鬼王石金的岩首衣 在关键时刻 忽然被迷雾所困 他也不知道 这迷雾的来历 还以为是石金的手段 大傻子 这屋太浓了 林子彤着急的声音 在岩首衣耳边响起 可岩首衣侧过头去 却压根 看不到林子彤的脸 雾浓的就如同一双手 再捂着眼睛 就在这时 岩首衣忽然闻到了一股香味 桃花香 这股香味很特殊 岩首衣也记得 他曾经在哪出现过 他手里微微用力 提醒林子彤 小声地说道 咱们的救兵来了 一会儿不要反抗 跟着他走就好 林子彤不明白 岩首衣这是什么意思 是岩路书院那边的人吗 银汤给过岩首衣一封推荐信 便是要岩首衣去长安的岩路书院 找当地的民间教派出手帮忙 但之前岩首衣已经明确告诉林子彤 他不会轻易按照岩汤的剧本走 如今又身在这鬼市当中 不是岩路书院的人 还能是谁 可是林子彤一直和岩首衣待在一块 也没见他去岩路书院啊 所有的疑惑和念头 只在一瞬间 下一秒便有阴风吹来 似一双无形的大手 推着三元往下落 三元一开始还不爽地反抗了 但在岩首衣的安抚之下 他乘风而行 速度快了不少 眨眼的功夫 众人就已经落地 而天上传来了石巾愤怒的吼叫声 浓雾这才慢慢消散 浓雾要散 林子彤也想赶紧看看 眼前到底是谁出手帮忙 只听一道妖娃妩媚的声音 在前头说道 你们过来吧 在外头会被石巾看到的 我这里有静止 哪怕是石巾 都寻不到你们的气息 浓雾散去一些 岩首衣一息看到 前方有一扇门 他便收了三元 让大家一起往那扇门走去 然而刚刚走进门 身后的门便立即关上 哪怕雾已经散了 屋里也是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鸡斩有点害怕 躲在岩首衣和林子彤的身后 黑暗中 林子彤直接问岩首衣 你是怎么知道 桃花营会救我们的 聪明的林子彤 此时已经猜到出手的人 是鬼市凤莱楼的楼主 那个妖娃的鬼王桃花营 岩首衣黑黑地笑了笑 没答话 忽然间 周围燃烧起了鬼火 将四周照亮 这原来就是凤莱楼的一间包厢 布置得很是精致 正中间还摆着一张大床 桃花营就躺在床上 丝毫不避讳裙下的春光 才十五六岁的小男生鸡斩 哪见过这样的场面 当 桃花营就喜欢斗鸡斩 这种纯情小楚男 甚至故意弹了弹自己的大腿 嗨嗨 岩首衣干咳两声 拍了拍鸡斩的肩膀 提醒道 他的年纪可以当你奶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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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了 鸡斩幡然醒悟 眼里的害羞顿时变成了恐惧和羞愧 被岩首衣这样戳穿年龄 桃花营也有点生气了 看来年龄是女性永远都不能提的逆龄 哪怕是活了几百年的老女鬼也一样 岩首衣发现 这包厢侧面还有一间小屋 便让鸡斩带着他的兄弟和师妹一起进去等着 接下来他们有话要谈 而且桃花营实在是太骚了 看多了不利于鸡斩的身心健康 林子彤要是知道岩首衣的想法 估计会冷笑一声 他们看不得 你就能看了 不过岩首衣是画室人 他要是也走了 就没人和桃花营坎了 鸡斩带着鸡熊和自己的师妹去了小房间 心里还在惊讶 同样都是民间教派传人 岩首衣的本事可比他们要厉害多了 刚才他可是一拳打碎墙壁 又骑着木鸟和鬼王在天上对峙 现在又是一名鬼王出手相助 鸡斩目前也只知道岩首衣是鲁班传人而已 却已经对他万分崇拜了 支开了鸡斩三人以后 岩首衣扫了一眼屋里的摆设 桃花营奄然一笑 你害怕我这屋子里有问题 放心吧 我若是要对付你们 刚才就不会出手救你们了 为什么救我妈 岩首衣故意装作不明白 桃花营眼中闪过一道怒意 但脸上却还是笑盈盈的 他没有下床 似乎在彰显他奉来楼楼主的主人地位 之前你们给了我两滴血 我很是受用 你们要是死在十斤手里 可就浪费了 所以我打算把你们救回来 让你们多给我几滴血 林子彤一愣 就这样 这可比他想象的要简单多了 就这样 桃花营依旧甩出两个酒杯 示意二人放血 林子彤没想太多 如果几滴血 就能还了这个人情 和桃花营撇清关系的话 他倒是高兴了 不过岩首衣却拦住了他 林子彤皱着眉头问 怎么了 和他再谈谈条件 岩首衣看向桃花营 道 我们再给你一些血 还了你救我们的人情 再加一条 你帮助我们安全离开鬼市 林子彤恍然大悟 原来岩首衣是想借助桃花营 这个地头蛇的力量当保护伞 毕竟时间太强势了 这鬼市又是他的地盘 没有桃花营出手 他们恐怕还真的很难离开 桃花营几乎没有犹豫 直接答应了 岩首衣示意林子彤可以放血了 两人都是不怕疼得主 直接给桃花营放满了两酒杯的血 岩首衣自己的伤口很快就愈合了 但林子彤的伤口却需要时间恢复 岩首衣拿出了老金给的药 替林子彤抹上 不仅有止疼止血的效果 而且保证几天就能痊愈 两杯鲜血散发出了淡淡的血腥味 却是刺激着桃花营 血要新鲜的味道才好 你们在这里等我片刻 说完 桃花营就拿着鲜血下楼去了 只是在走出房门以后 桃花营背对着岩首衣他们二人 桃花营前脚才走 林子彤就忍不住问岩首衣 这个桃花营信得过吗 她总惦记着我们的血 有点奇怪 岩首一笑了笑 桃花营肯定有问题 但不是咱们的问题 而且 她的问题马上就要变成大问题了 我怎么有点听不懂你的话了 林子彤觉得自己依旧被蒙在鼓里 又是那个昏暗的密室 桃花营拿着两杯血 急匆匆地飘了进来 她虽然着急 却也生怕洒了一滴 等到将两杯血都稳稳地放在桌子上以后 才终于松了口气 随后 她的脸上露出了愤痕之色 那小子似乎看出我有问题 所以故意在之前的两滴血里动了手脚 害我不仅没练成鸳鸯煞 还差点受到反噬 差点就倒行尽损 这次多要了这么多血 为了保险起见 我再除掉血中的杂质 定能万无一失 只要练成了鸳鸯煞 我便能控制他们二人 实力大涨 甚至推翻石金 也不在话下 桃花银也有她的计划 为了这一天 她已经不知等多久了 之前正是因为太过于着急 她才没有检查眼手衣和灵子铜的血 导致踩了眼手衣的坑 这一回 她强忍着冲动 耐心地将鲜血提纯 果不其然 鲜血脸还真就有杂质 就是这些东西 差点害了我 桃花银除掉了杂质 心中冷笑 到底还是年轻 与我斗 这次定能够练成鸳鸯煞 让你们吃尽苦头 除掉杂质后 杯子里的血 甚至已经不是红色的了 反而是至清至纯 激进透明 桃花银对此很是满意 信心满满地重新开始仪式 然而 几分钟后 啊 桃花银再次发出了愤怒的尖叫声 如果说上一次 她是差点受到反噬 这一次 她就是完全受到反噬了 严手衣和灵子铜的血 被桃花银吸收进了体内 她本可以像控制 凤莱楼里的其他人一样 直接控制严手衣和灵子铜 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 桃花银当场受到反噬 魂魄都变得唯米不振 而且魂魄里有一种 十分难以言喻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好像 有人在她的心头 悬了一根针似的 而这根针 毫无疑问 就是严手衣和灵子铜的血 可恶 桃花银坐在地上 愤怒地骂了一声 玄机化作一团鬼气 气势汹汹地去找严手衣 他们算账 包厂内 严手衣和灵子铜坐在椅子上干等 突然 屋外狂风大作 门窗都被撞开了 无数鬼气从门窗涌了进来 最后 化身成了面色不善的桃花银 桃花银已然没了 之前的暧昧和妖娆 眼神变得十分冷力 死死地盯着严手衣不说话 灵子铜有点担心 但严手衣却拍了拍她的手背 示意她放心 严手衣站起身来笑道 你这是打算带我们离开鬼市了 闭嘴 桃花银怒道 你给我的血有问题 有吗 严手衣疑惑道 有什么问题 桃花银一时语色 她好像不能直接说 自己是拿着他俩的血 去练鸳鸯煞的 这可是害人的阴谋 说出来不是让严手衣笑话吗 于是 桃花银只能强忍着怒意 问道 你的血里 是不是掺杂了其他的东西 严手一想了想 忽然拍了一下脑门 不好意思 来鬼市之前 我和我老婆吃了点中药 调理身体 你们年纪轻轻的 吃什么破药 桃花银气急败坏地质问 严手一笑道 我们俩年纪也到了 想要的孩子有错吗 桃花银 林子彤无语地 把头偏向一旁 她虽然还不知道 严手衣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但肯定不是好药 看着桃花银的模样就知道了 桃花银握紧拳头 咬牙道 再给我一点血 你当我们是自来水龙头啊 想放就放 严手衣摇头道 何况我还不知道你拿我们的血干什么去呢 那你想怎么样 桃花银怒道 你可别忘了 这里是谁的地盘 我要杀你们 易如反掌 其实桃花银还真的未必会杀严手衣和林子彤 毕竟这鸳鸯煞要他们活着的时候恋才有用 就在严手衣准备提条件的时候 凤来楼里忽然传来一阵响动 外头似乎有人在喊桃花银的名字 桃花银此时心烦意乱 闭着眼睛感受了一下 似乎在与自己手下的那些魂魄沟通 很快 她睁开眼睛 说道 你们招惹的石金就在外头 严手衣却一点都不紧张 反而问道 要不你把我们交出去 桃花银可是等这对鸳鸯煞好多年了 当然不会交给石金 她含声说道 我帮你们支开石金 你们二人再给我一些血 完事之后 还会送你们离开鬼市 如何 听着是笔不错的买卖 严手衣点头答应了 桃花银转过身去 临出门之前又说道 待会儿拿到你们的血 我会好好检查 要是再有问题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头两次出问题 桃花银只能怪自己太心急 要是第三次再出问题 那必定是严手衣在背后搞鬼了 桃花银又离开了 林子彤皱着眉头说道 她到底要我们的血做什么 还有 你在我们的血里 又下了什么 桃花银这娘们 可不是个好银啊 严手衣调侃道 她想用我们的血链煞 成功以后 我们俩就变成她的傀儡了 你这都看出来了 严手衣悠悠地说道 鸳鸯煞可是被记录在 鲁班书中卷里的内容 其实我比桃花银 更懂如何炼制鸳鸯煞 林子彤哑然 这算不算是 现代版的班门弄斧了 严手衣完全知道桃花银的目的 所以每次针对性地 在他们俩的血理下 不同的药 不仅把桃花银折腾得死去 活来火冒三丈 还不留一点痕迹 防不胜防 桃花银要是知道真相 怕是要气得当场大开杀戒吧 不过此时桃花银需要面对的 同样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桃花银走出包厢 将房门紧闭 而后飘到了院子里 院子里 鬼师的主人 鬼王石精 正坐在那喝酒 石大人 桃花银又恢复了 原来千娇百妹的模样 整个人贴到了石精身上 用妩媚的声音说道 什么份儿把您吹来了 今天可是鬼师开张的日子 您不忙吗 石精虽然是鬼师当中 实力最强 年纪最大的鬼王 但他的容貌 却是维持在年轻时的模样 这鬼师 仿佛是多个时空交错 古色古香的木损建筑 和钢筋混水泥的 现代建筑并列 街上的人 也有穿着现代和长袍的 而石精就是穿着长袍 看着倒是风度翩翩 能称得上是美男子 谁能想到 这位美男子 竟然是鬼师的主人 令秦六爷 闻风丧胆的存在 石精坐在凤莱楼的椅子上 喝着小酒 身后跟着一大群恶鬼 全都凶神恶杀 不过桃花银 早就见怪不怪了 若是他想的话 他凤莱楼那些 看着美丽的小娘子 也可以变成标形大汉 毕竟 外表对鬼而言 已经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了 他们更多的是 靠气息辨别身份 石精的气息 气息如同泰山一般沉重 压得普通小鬼喘不过气来 桃花银整个人 都要贴在石精身上了 说话的时候 那娇嫩的嘴唇 也紧靠着石精的耳朵 石精身后的恶鬼们 看着一阵春心荡漾 只希望坐在石精位置上的人 是自己 只不过这种念头 只是一刹那 就被恶鬼们 强行甩出脑后了 因为他们根本不敢 对石精有取代的想法 石精厌恶地推开桃花银 几百岁的人了 还搔手弄姿 恶不恶心 石精对桃花银的厌恶 是不加掩饰的 毕竟双方在鬼市里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过了上百年 一开始 石精对桃花银还蛮有兴趣的 两人该做的事情也做了 后来双方互相 没了感情 就井水不犯河水 完全忘了当年的雨水之欢 好在是桃花银 也不是什么痴情女子 压根不在意 面对石精的嘲讽 桃花银笑着答道 石大人不也是年轻模样吗 石精冷哼一声 不想打自己的脸 他转移话题道 今天鬼市里来人了 毕竟今天是鬼市开张的日子嘛 桃花银故意装傻 有人抢了我的东西 哦 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 石大人没有杀了他 他们被人就走了 石精瞥了桃花银一眼 桃花银故作惊讶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从石大人的手里抢人 石精心里冷笑 鬼市里一共就两个鬼王 一个是他石精 另一个就是桃花银 桃花银当年也动摇过 石精的地位 后来被石精打怕了 这些年安分许多 人活得越通透 其实越就像野兽 地位 地盘 繁衍 都成为了最终的目标 哪怕是活了几百年的老鬼 也沉迷其中 不过桃花银造反的事情 石精可没有望 所以严首一他们消失以后 石精第一个想到的人 就是桃花银 石精扫了一眼桃花银的凤来楼 眼中之意不言而喻 桃花银此时也不能再装傻了 他后退一步 与石精对坐 石大人该不会是怀疑 我抢了你的人吧 你若没抢 就让我的人搜你的凤来楼 没有自然是最好 我倒是问心无愧 只是今天凤来楼的客人可不少 桃花银眨了眨眼睛 据我所知 这会儿有五个半鬼王 在我们凤来楼逍遥快活呢 五个半 这多出来的半个 其实指的是鱼金红 鱼金红魂魄受损 已经不是真正的鬼王了 他来凤来楼时 也想请桃花银出手抓眼手衣 只是桃花银对此并不感兴趣 所以压根没去了解 石精抬头看去 通过气息 可以锁定鱼金红所在的包厢 那里确实有五个半鬼王 抛开鱼金红不谈 其他的五个鬼王 都是长安本地的鬼 势力不比石精弱 要是石精贸然搜索凤来楼 惹恼了那五个鬼王 也是一件麻烦事 毕竟 不管是谁来凤来楼 都是来寻开心的 寻开心的时候 被人强行打断 换谁都会生气 更何况是鬼王呢 之前石精和严守仪 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都不见这凤来楼的 五个鬼王开窗看一眼 显然他们 是不愿意被人打扰的 如今 石精陷入两难的境地 反倒是该紧张的桃花银 宜然自得 完全不怕石精 最终 石精叹了口气 起身离去 不过他 还是留下狠话 鬼是被我封闭了 等五个鬼王离开了 我再过来搜你的凤来楼 桃花银笑盈盈地说道 没问题 石大人 到时候你亲自来 把我身上也搜一遍吧 本来一本正经 放狠话的石精 听了这话 差点没摔一根头 骚娘妈 对桃花银 无比了解的石精 一阵恶心 他现在根本不想 和桃花银 有半点瓜葛了 桃花银 一直在院子里 目送石精离开 等石精离开了 他脸上的笑容 就消失不见了 待我练成这鸳鸯煞 鬼是就属于我了 至于你 石精 练成一个妓女 天天招待最低贱的客人 随后 桃花银又看了一眼 于金红他们的包厢 脑子里又闪过一句话 或者专门招待这些 你曾经认识的鬼王 腹黑的想法 就连桃花银自己 都被逗乐了 他收拾了心情 准备回屋 去看自己的两个小宝贝 吃过两次亏之后 桃花银已经信心满满 他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着急了 哪怕是折腾上几天的时间 都要验证严手一给的血 到底干不干净 碰 桃花银来到屋外 没有任何预告地推开了门 他正好看到 严手一正在给自己放血的画面 你在干什么 桃花银冷声问道 严手一捧起了一整碗血 笑道 我这不是看你忽悠走了十斤 提前给你准备血了吗 好家伙 之前是一跌 后来是一杯 现在这小子 直接整了一整碗 桃花银看了一眼碗里的血 心里冷笑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鞋里坐手脚了 突然 桃花银伸手拍掉了严手一手里的碗 鲜血洒了一地 还没等严手一回过神来 他又掐住了他的脖子 严手一面露紧张之色 你干什么 桃花银冷声说道 之前两次 是我疏忽了 这最后一次 我亲自给你们放血 前两次吃亏 当真是把桃花银给坑怕了 奈何他又不想直接杀了严手一和林子彤 那样鸳鸦煞也就练不成了 所以 他一直憋着一口气 只是一味地向严手一 他们要血 因为严手一之前两次的黑历史 这次桃花银决定自己动手 他掐住严手一的脖子 严手一向征信地挣扎了一下 就躺平了 于是 桃花银用那鲜红的指甲 划开了严手一的手心 足足放了一整碗的血才作罢 紧接着 桃花银又将目光投向林子彤 林子彤眼神防备 看着似乎要反抗 严手一赶紧说道 臭丫头 别做傻事 配合鬼王大人 咱们就能离开鬼市了 桃花银还真以为 严手一在帮自己说话 心里暗道 严手一识相 嘴上说道 听你夫君的话 否则我就把你们送给石京 林子彤果然听劝 乖乖地伸出了手 桃花银才不至于 要像对付严手一一样 掐住他的脖子 桃花银捏着林子彤的手 在他的就伤上 又划了一刀 好在林子彤足够坚强 只是眉头微皱 一声都没坑 同样接了一碗血 桃花银终于放下心来 这次的血 是他亲自放的 完全排除了 严手一下药的可能 回去之后 若是还不放心 那就再提纯一次 鬼王大人 这样总想了吧 严手一苦了巴唧地说道 我倒是没什么 只是我老婆体虚 再这么放血 我怕她受不了 放心吧 这是最后一次了 桃花银满心欢喜 心里补充道 马上你们就要变成鸳鸯煞 受我控制了 什么话都没有说 桃花银又捧着碗到密室去了 等她走后 林子彤紧锁的眉头 瞬间舒展开了 和严手一相视一笑 严手一捧着林子彤的手说道 让你受委屈了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林子彤完全不在意 严手一拿出了两颗小药丸 一颗塞进自己嘴里 另一颗喂给了林子彤 她笑道 我早就料到桃花银这次会亲自动手 她恐怕怎么也猜不到 我会在咱们的血里下毒 严手一非常了解 桃花银所谓的鸳鸯煞 所以她每次在血里下的毒都不一样 前两次只是开胃菜 目的在于骗取桃花银的信任 这第三次才是重头戏 她和林子彤事先吃了毒药 让毒性混入自己的血液当中 等到桃花银亲自动手放血以后 他们再吃下解药 接下来 就是桃花银自食恶果的时候了 严手一替林子彤包扎之后 把还在小房间的鸡斩喊了出来 鸡斩还有些惶恐 她之前一直活在鸡腹髓的谎言与控制之下 从未接触过什么大人物 而今天又是鬼王石精 又是凤莱楼桃花银的 尤其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追杀 导致她现在还没有完全冷静下来 严手一倒是淡定许多 毕竟是对付过好几个鬼王的男人 她问道 之前在鸡腹髓的院子 我们走了之后 发生了什么 暂时避开了石精的追捕后 严手一需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除了她以外 还有什么人盯上了杨林虎符 这个黑锅她可以背 但必须要弄清楚 是帮谁背的 鸡斩惊讶道 那伙人不是您派来的 显然不是 我看着是那种强取豪夺之人吗 严手一一本正经地说道 年轻的鸡斩愣了愣 心想 刚才是谁打了我师父 还徒手砸墙 抢杨林虎符的 不过 鸡斩受到了鸡腹髓的欺骗 理所当然地觉得 鸡腹髓是坏人 那与之对抗的严手一 就是好人 所以 鸡斩没什么隐瞒 说道 你们走后 院子里忽然闯进来一伙人 大概三四人左右 他们的长相 我记不太轻了 但有个家伙 背着一个巨大的乌龟壳 师父藏在袖子里的暗器 都被乌龟壳给挡下了 其他人趁机把我们全部打运 严手一揉了揉鼻梁鼓 鸡斩给出的信息 实在是太少了 那火人唯一的特征 也就是乌龟壳了 虽然乌龟壳是很明显的特征 但他目前不能轻易离开凤莱楼 更别提在鬼市里 寻找这个背着乌龟壳的家伙了 就在严手一以为线索断了的时候 他忽然间想到了 银汤给自己的新玄山派名册 之前他粗略地翻看过 里面似乎就记载了这么一个奇人意识 青龙奇袖 低土核 诊 诊 智道 据说这诊智道是土行孙的后人 修炼的绝技能够遁地 这家伙又不知在哪 寻来了一块尖如磐石的巨大龟壳 成天背在身上 遇到危险就钻地逃跑 被人抓住就举着龟壳抵挡 他伤人的本事没几个 但是防人的本事可以让人抓狂 可谓是猥琐至极 诊智道勉勉强强算是民间教派传人 但因为他的本事外人学不了 很难自成一派 所以没什么明显 若不是严守医手里有28新秀的资料 恐怕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 能把龟壳背在身上 这种特征放眼整个江湖 也找不出几个 所以严守医有理由相信 鸡掌看到的那个人就是诊智道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严守医摸着下巴对林子彤说道 想不到在这鬼市里 竟然还能遇到李登苗的人 林子彤心中一惊 而且他们还盯上了杨林虎符 真是冤家路窄 严守医想了想 决定暂时将李登苗的手下放在一边 目前双方都没有暴露 自己没必要招惹那些麻烦 该着急的人反倒是诊智道 因为他们折腾了半天 抢到的三对杨林虎符 居然都是假的 等他们回过神来 恐怕又要去找可怜的姬腹随了 严守医在心里稍微同情了一下姬腹随 随后就把他抛之脑后了 这家伙作恶多端 自有天收 只是不知道 小龙他们情况如何了 有没有逃出鬼市 严守医叹气道 鬼市现在人心惶惶 大街上到处都是石巾的手下 那些恶鬼 还在盘问每个人的身份 严守医想去找龙飞城 他们都难 却在这时 严守医的手机响起 他愣了愣 掏出手机后 忍不住拍大腿 这鬼市也太与时俱进了 我以为手机在这里头没信号呢 手机的来电显示 正是龙飞城 喂 严哥 你和嫂子那边什么情况啊 手机那头 传来龙飞城猥琐的声音 不过严守医听到龙飞城的声音后 反而很心安 他会心一笑 答道 我们在凤莱楼 龙飞城沉默了一阵 忽然愤怒地说道 严哥 你这就不厚道了 我们在这儿担心你的情况 你居然偷偷地去凤莱楼寻开心 严守医 他正要解释 又听龙飞城小声道 嫂子知道 你去凤莱楼了吗 你可悠着点啊 以嫂子的实力 到时候你俩打架了 我是没本事拦着的 由于严守医开的免提 一旁的临子童也听得一清二楚 他努力憋着笑 又没好气地踢了严守医一脚 这叫什么 这叫狼狈为奸啊 严守医赶紧解释道 我不是来寻开心的 是凤莱楼的桃花营 把我们带到这儿的 哦 还有这种好事 龙飞城顿了顿 严哥你等着 我们这就过来找你 慢着 你们还没有离开鬼市 严守医心里一惊 龙飞城大大咧咧地说道 其他人都走了 只有我和二叔留下来了 毕竟我可是要和严哥 你共存亡的 手机里传来魏长青的冷哼声 显然他并不觉得 龙飞城留下来能帮上什么忙 不过严守医却没嫌弃龙飞城 只是叮嘱他赶紧到凤莱楼 与自己会合 毕竟外头危险得很 挂断电话的龙飞城 勉强地笑了笑 其实他也不想留下来当拖油瓶 如果可以跑路 龙飞城绝对是当人不让的 只是严守医这次面对的敌人有些强大 身在这鬼市当中 又是四面楚歌 龙飞城担心严守医会 因为使用煞气而失控 而自己又不在他的身边 别忘了 文艺师刘直巧刘奶奶 可是在龙飞城的身上 留下了能够镇压煞气的纹身 一旦严守医失控 只有龙飞城能救他 不过对于魏长青的嫌弃 龙飞城并没有放在心上 依旧厚着脸皮说 要去凤莱楼找小姐姐 只是他心里想到 除了师父以外 我就只有严哥这一个亲人了 哪怕是我死了 也绝对不能让严哥死了 桃花莹今晚第三次来到这里 有了前两次的教训 桃花莹痛定思痛 对严守医和林子彤的鲜血 进行反复提纯 折腾了将近半个小时 桃花莹确认 鲜血里没有其他的东西后 终于露出兴奋之色 鸳鸯煞 他即将得到了 到时候 不管是坑了他两回的严守医 还是霸占鬼市多年的时经 桃花莹都要一一报复过去 怀着激动的心情 桃花莹开始吸收鲜血 几分钟后 啊 桃花莹痛苦地跌坐在地上 光洁的额头上 甚至有青筋凸起 他愤怒地把脑袋上的金发簪扯下来 狠狠地砸在地上 也没了之前的华丽 变得劈头散发 狼狈不堪 又失败了 又失败了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桃花莹咬咬牙 直接化作一团鬼气 气势汹汹地撞开了包厢的大门 进门后直接扑倒严守医 露出他轻面獠牙的恐怖原形 质问道 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此时的严守医早已经有恃无恐 他淡淡地说道 桃花莹 你想拿我和我妻子练鸳鸯煞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桃花莹脸色一变 你早看穿了 严守医抓住桃花莹的手 桃花莹立刻松开了严守医 甚至后退了好几步 满脸警惕地盯着他 之前桃花莹自以为是 认为在凤莱楼里严守医他们就是任气玩弄的瓮中之憋 可到头来 原来是严守医一直在戏弄他 前两次你在血液中动了手脚 可最后一次是我亲自放的血 你们 桃花莹说着说着 忽然也想通了严守医是怎么动的手脚了 他狠狠地说道 你们竟然连自己的血都下毒 兵不厌诈 难道只准你坑害我们 不准我们还手吗 严守医笑盈盈地说道 原来自己的那些小心思早就被严守医看穿了 桃花莹忽然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 被眼前这个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忽然 桃花莹注意到了一旁的林子彤 毫无防备的 桃花莹直接扑向林子彤 嘴里喊道 我杀了你的妻子 折腾不过严守医 还不能杀他的妻子 报复泄愤吗 桃花莹自认好歹是个鬼王 不可能连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 然而 就在桃花莹即将扑到林子彤身上的时候 林子彤忽然摇动招魂灵 附着在招魂灵上的鼠灵蛇 顿时有了反应 直接弹射出去 钻进了桃花莹的魂魄当中 桃花莹惊恐地停下了身子 你们做了什么 你想拿我们练鸳鸯煞 就得吸收我们的鲜血 可我在血中动了手脚 害你遭到反噬 而反噬的结果就是 严守医对林子彤使了个眼色 林子彤尝试着摇动招魂灵 那桃花莹忽然从魂魄中感受到一股不可抗力 让他忍不住对林子彤低头 心中竟然生出服从感 这种感觉让桃花莹恐惧 绝望 他本想控制严守医和林子彤 结果如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被控制了 林子彤停止动作 对严守医眨了眨眼睛 成了 有严守医在血中动的手脚 再加上鼠灵蛇和驴山派招魂灵的能力 林子彤不费吹灰之力 直接将鬼王桃花莹给拿下 如今桃花莹和黑川露一样 都是林子彤招魂灵中的一道鬼奴 你们 你们二人 桃花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满肚子脏话 却不敢说出口 因为现在林子彤完全主宰着他的生死 桃花莹 你这是作茧自负 严守医冷冷地说道 桃花莹跪坐在地上 颓飞万分 他堂堂鬼王 在鬼市经营着凤来楼 虽然要受石金的欺负 但好歹也算是有权有势 结果却因为贪心鸳鸯煞 摇身从鬼王变成了鬼奴 这巨大的身份落差 让桃花莹心如死灰 这就是严守医给林子彤的补偿 一个真正的鬼王 严守医连续三次将桃花莹耍得团团转 若不是桃花莹恋煞心切 没有在意过严守医的身份来历 他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而如今 桃花莹的魂魄 早已经被严守医和林子彤连结 尤其是在林子彤手握招魂灵和鼠灵蛇 两个控魂至宝的情况之下 哪怕他是鬼王 也毫无还手之力 他狼狈地跌坐在二人的面前 后悔万分地抬起头 盯着他们问道 你们到底是谁 早问出这个问题 兴许你就不会做之前那些愚蠢的事情了 严守医淡淡地说道 他有招魂灵 应该是驴山派中人 那你呢 桃花莹盯着严守医 你身上没有任何特征 又或者说 各门各派的特征都在你身上 我看不透你 桃花莹只是看透了严守医和林子彤易容 并不知道他们的真正来历 严守医轻笑一声 达到 鲁班传人 严守医 此时哪怕告诉桃花莹自己的真实身份 严守医也不担心会出什么事了 接下来 桃花莹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选择屈服 成为林子彤的鬼奴 要么魂飞魄散 永远消失在这人世界 鲁班传人 桃花莹喃喃自语 似乎勾起了过去的一些回忆 鲁班书籍百家之所长 鸳鸯煞的炼制法门也在其中 难怪你能屡屡躲过我的检查 你血中动手脚 这么多年来 鬼市从未出现过鲁班传人 我以为鲁班传人早就绝技了 哼 难怪时今要大动干戈地抓你 原来是遇到世仇了 玄机桃花莹苦笑起来 也不知是笑自己太傻 还是笑自己的命太苦 他本就冲着打翻身杖 而炼制鸳鸯煞 没想到 不仅没能对付 得了十斤 反而落在了严守医和林子彤的手里 此时他当真有点乱世扶贫的感觉 哪怕他是个真正的鬼王 很快 桃花莹也认了 他低着头说道 你们想要怎么样 两条路 你自己选 严守医伸出两根手指头 其实不用严守医解释 桃花莹也知道这两条路是什么 他摇了摇头说道 对你而言有两条路 可对我而言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魂飞魄散 严守医愣了愣 他还以为桃花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臣服呢 毕竟他看着 就不像是那种能够慷慨赴死的角色 林子彤似乎看出了桃花莹的顾虑 便开口问 你为何要躲在鬼市里 桃花莹叹了口气 若不是身不由己 我也不至于躲在鬼市中度日 毕竟鬼市想要开市 必须要是阴日阴时 平常就算是我想出去 都得争得时经同意 在这鬼市里 与坐牢没什么区别 可奈何 数十年前 我在外招惹了人 他曾经立誓 要追杀我至天涯海角 我实在不是他的对手 只能躲在鬼市里 他应成为你们的鬼奴 等离开了这鬼市 依旧是死路一条 严守依和林子彤对视一眼 他们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内情 桃花莹究竟做了什么 竟被人立誓追杀 还有 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然让鬼王桃花莹吓成这样 几十年来 不敢踏出鬼市半步 一问之下 严守依瞬间傻眼了 桃花莹口中的那个男人 竟然是老天师张艺 哪怕是林子彤的眼睛里 也在这一瞬间 充满了八卦的神色 严守依更是感慨 人不风流往少年啊 没想到老天师年轻的时候 也放纵过 而且还吓得桃花莹 躲在鬼市里几十年 桃花莹见两人的表情 便知道他们想歪了 于是他解释道 当年那个张艺下山荡腰 与我的姐妹偶遇 是我姐妹不听劝 吸干了她弟子的魂魄 与我没有半点关系 可是张艺在斩杀了我姐妹之后 依旧对我恨之入骨 根本不听我解释 还在我的魂魄中留下了印记 不管我逃到天涯海角 她都能找到我 无奈之下 我只能逃到鬼市当中 这里可以屏蔽印记 哪怕是张艺也找不到我 我原以为熬个几十年 等张艺死了 我就可以重获自由 可哪知道这张艺不仅没死 还长命百岁 甚至当上了龙虎山的天师 我真是日了 桃花莹说到激动之时 差点就爆粗口了 不过她及时忍住了 说明这女鬼还挺有教养的 只见桃花莹叹了口气 道 你们鲁班传人再厉害 也不可能拦得住张艺 所以我屈服与否都逃不过魂飞破散的下场 除非你们愿意让我继续留在鬼市 这鬼市信息闭塞 再加上龙虎山不喜欢提伤心事 所以至今桃花莹都不知道 张艺已经死了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你与老天师的仇怨 我自会出面化解 你 就凭你 桃花莹显然不幸 你不过是一个黄毛小子 凭什么说服张艺 她甚至觉得 严守一在故意坑她 如此一来 桃花莹心里更不愿意臣服了 她做好准备 哪怕拼个你死我活 都要留在鬼市 严守一正要解释 忽然门外传来了老宝的声音 楼主 楼主 鬼王于金红找您一叙 于金红 严守一和林子彤心头一惊 他们此时才知道 原来于金红也在奉莱楼 不过二人都默契地没说话 桃花莹偷偷地看向严守一 眼神似乎在询问她 自己是否能够回应 如今小命握在别人的手中 桃花莹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只见严守一点点头 你先去应付一番 也给你时间考虑考虑 我们就在这里等你 短短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严守一已经反客为主 俨然是奉莱楼主人的气势 将桃花莹拿捏得死死的 桃花莹见状 心里很是泄气 却无可奈何 她也正好需要时间来冷静冷静 思考自己的将来 于是 桃花莹收拾了一下自己 调整心情走出包厢 同时 她心里也对这个烦人的于金红 生出一股厌恶感 老娘正在生死存亡之际 说了几次不搭理你了 你还来找老娘 烦不烦啊 于金红哪知道 今晚的凤莱楼 发生了这么多事 她还在想着 怎么讨好五位长安的鬼王 拜托他们 帮忙收拾严守一呢 她更不知道 自己口中那个化成灰 都能认出来的严守一 之前就在凤莱楼 她的眼皮子底下 现在更是就在隔壁的包厢 此时于金红站在包厢外的走廊 看到桃花银走过来了 脸上顿时露出极具侵犯性的笑容 她笑着说道 桃花银 五名大人还是对你念念不忘 不如你给我个面子 进去陪他们喝几杯吧 哪怕是鬼王 也逃不过这种场合 不知道的 还以为于金红是某个现代社会 正在谈生意的老板呢 只是鬼市里的规则显然不一样 而且桃花银更不是普通人 她冷着脸问于金红 你有什么面子 敢叫老娘做配 于金红脸色一僵 她才回过神来 自己的哥哥惨死 自己更是魂魄受损 早就不是鬼王了 她在桃花银的面前 只是一个随时可以 捏死的小鬼而已 于金红的笑容变得很难看 声音更是像是憋出来的 桃花银 过去咱们好歹算有些交情 不至于这般翻脸不认人吧 滚 桃花银还真就是这样的女人 要么说婊子无情 细子无意呢 但是对于金红摆了脸色以后 桃花银还是走进了鬼王的包厢 她这么做不是给于金红面子 而是给那五名鬼王面子 同时 她也想拖延一下时间 思考对策 于金红多年来 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 一时间心里生出了一股怒火 却不敢发作 她只能在后头恶狠狠地盯着桃花银 那妖娆的背影 然后在心里骂了一声屌子 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了进去 包厢里的场面 已经无法形容了 只是桃花银早已经司空见惯 甚至那些女鬼们服侍男人的技术 都是她一手教出来的 不过在桃花银走进包厢后 那些妖娆的女鬼就瞬间黯然失色 五个鬼王的目光 全都落在她的身上了 有鬼王大笑道 今晚桃娘子的架子好大 鬼事都快要关闭了 才能见你一面 来来来 快来与我们把酒烟欢 几年不见 桃楼主还是风姿不减当年啊 五个鬼王说着下流的话 自以为风度翩翩 跟在后头的鱼金红肝瞪眼 以前她也能这么说话 可现在 桃花银兴趣缺缺 随意敬了几杯 就不怎么说话了 鱼金红健壮 赶紧挑起正经的话题 几位大人 这酒也喝了 桃楼主你们也见了 杀那鲁班传人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提一提了 鱼金红料定 严首一也会出现在鬼市 可是今晚五个鬼王表面上答应 实际上一直在寻欢作乐 每次鱼金红问起 他们就找话题岔开 地位低下的鱼金红 又不敢说什么 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 他必须开这个口了 五个鬼王依旧打着哈哈 说什么包在我身上 等你找到严首一 我们就出手之类的话 可愣是连屁股都不肯挪动一下 鱼金红终于想明白了 这五个鬼王是拿他消遣的 正在他心中狂怒之时 桃花银竟然开口问 那个鲁班传人严首一 是什么情况 有鬼王笑道 没想到桃楼主 竟然对这小子感兴趣 桃花银压抑住心中的好奇 表现出一副不在意的模样 只是问问而已 难得将话题引回到严首一身上 鱼金红赶紧解释道 那个鲁班传人严首一 在前堂设计坑害我们鬼王世家 害得我大哥魂飞魄散 两个鬼王家族直接被灭 我与他已经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听说他来到长安 我便追了过来 定要抱着血海深仇 桃花银点了点头 又问 那这严首一到底是什么来历 怎么连你大哥都败在他的手下 桃花银本来对严首一一无所知 这下正好从鱼金红这个受害者口中 了解了解严首一的背景 鱼金红也正好对严首一 做了一番调查 他说道 严首一是鲁班传人严百祥的孙子 严仇的儿子 他前不久在荣城 灭了荣城的白家鬼王 后来又去了龙虎山 据说差点就夺得了天师之位 在之后便来了我们前堂 又连灭两个鬼王世家 把我逼得如此境地 这小子简直 简直就是 简直太厉害了 桃花银难难道 鱼金红一愣 你说什么 桃花银回过神来 赶紧摇头 没什么 但他心里已经掀起惊涛骇浪 之前见严首一和林子彤如此年轻 他以为自己这一世完了 没想到严首一竟然有如此战绩 灭鬼王都是小事 最重要的是 他差点夺得天师之位啊 难怪他刚才说 能解决龙虎山天师追杀的事情 当时桃花银只觉得他在吹牛 现在看来 严首一是真有这本事 得知这信息的桃花银 心中狂喜 原本他还担心 离开鬼市会再次遇到张艺 可现在看来 严首一压根 不是什么可恶的奴隶主 他分明就是自己的救星 拯救自己脱离苦海的活菩萨 桃楼主 有鬼王疑惑道 你的脸色不太好看 是不是不舒服 其他的鬼王开启了昏段子 不如我们替桃楼主 检查检查身体 桃花银赶紧站起来 摇头说道 我忽然有事 诸位继续玩乐 今晚凤莱罗的消费 全部免单 我去去就来 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 回到严首一他们那边 宣布自己 已经做出的决定了 至于这五个鬼王 还有那倒霉催的于金红 都去死吧 老娘可是要离开鬼市 脱离苦海了 一想到这里 之前被坑的苦恨心情 全都一扫而空 桃花银的步子 都变得轻盈许多 和进包厢时的模样 完全不同 看着桃花银飘走的模样 于金红等鬼王 都免不得感到诧异 到底是哪个男人 能让这个几百岁的老女鬼 如此春心荡漾 桃花银火急火燎的往回感 生怕严首一和林子彤 会跑了似的 之前想走 却走不了的人是严首一 如今害怕他们走的人 反而是桃花银 这种身份的互换 连桃花银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沿途那些见到桃花银的小鬼 纷纷下跪让路 他们看到桃花银着急的模样 不由得心生疑惑 从未见过楼主这副模样 难道是遇到了心仪的郎君了 桃花银才懒得解释什么 她遇到的 可是比如意郎君更重要的男人 虽然这个男人已经有妻子了 但她可以带给自己 梦寐以求的自由 和难以想象的快乐 桃花银冲到包厢外 习惯性地要破门而入 但在推门的一瞬间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份 于是克制住了冲动 伸手轻轻敲门 还轻声细语地问 我可以进来吗 坐在包厢里的眼手 一一听桃花银这语气 就知道这老娘们想明白了 要知道 这里可是凤莱楼 是她桃花银的地盘 桃花银又是鬼王 平日里不是想闯哪个门 就闯哪个门 几十年来何时有提前打招呼的 严手一清了清嗓子 进来吧 桃花银走进屋 小心翼翼地关上门 竟然对着严手一和林子彤 乖乖地行李 还喊了一声少爷小姐 这声小姐喊得林子彤 有种穿越回古代 当一个富家千金的感觉 不过仔细一想 她现在也是富家千金 而且凌羽和林英也喊她小姐 区别只是桃花银穿着古装而已 严手一问道 你想通了 桃花银连忙点头 我愿意成为小姐的鬼奴 林子彤看向严手一 这桃花银毕竟是严手一收服的 所以她想先听听 严手一有什么打算 桃花银发现了这个细节 心里想到 这就是所谓的家庭地位吗 虽然林子彤有异容 但桃花银早就看穿了 而且女人更懂女人 桃花银看出 林子彤那藏在伪装之下的脸 绝对是国色天香 就算是身为女人的桃花银 都会心动的那种 而桃花银也看得出 林子彤不是什么 中看不中用的花瓶 这样一个堪称完美的女人 却对严手一如此认真 甚至言听计从 这不是家庭地位 还能是什么 桃花银心里又叹气 正所谓美女配英雄 林子彤是找到了属于她的英雄 可当年自己 若是也能遇到个英雄的德华 恐怕如今的境地会完全不同吧 严手一思考片刻 说道 桃花银 虽然如今你的命脉在我们手中 但我对你置之甚少 难保你没有二心 我也不喜欢把不靠谱的人留在身边 所以 我要你立一个投名状 表达你的忠诚 奴役鬼王这种事情 严手一虽然没做过 但记忆中 他爷爷奴役过好几个鬼王 所以 如今严手一才得心应手 并没有表现出声色模样 只是桃花银听了 觉得心里苦 分明是你害我成为你的鬼奴的 现在还要 我立什么投名状 还有没有天理了 心里如此想 可桃花银嘴上不敢这么说 他低着头说道 少爷请说 你在鬼市多年 想必对鬼市了如指掌 我问你 除了鬼市张开石的四棵灵树以外 鬼市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桃花银松了口气 如果只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对他而言 根本没有什么难度 他连忙解释道 鬼市真正的出口 在鬼市中心的榕树下 只不过 那里同时也是石经的釜底 外人无法轻易入内 严手一点点头 你和石经关系如何 桃花银深吸一口气 曾经亲密如间 后来形同陌路 如今井水不犯河水 三言两语 倒是把他们俩的关系 描述得清清楚楚 如果让你杀了石经 你能下得了手吗 毫不犹豫 桃花银道 只是 我不是他的对手 嗯 我不需要你杀了石经 只要你杀几个石经手下的小鬼 这样如何 严手一问道 这鬼市是桃花银 唯一的藏身之所 严手一让桃花银 杀了石经的手下 便是让他们俩 彻底撕破脸皮 到那个时候 就算严手一放桃花银自由 桃花银 也不敢继续留在鬼市了 桃花银也知道 严手一的目的 他深吸一口气 站起身来说道 杀石经的手下没用 石经的亲儿子 就在楼下包间里 我这就抓他上来 当着你们的面杀了 要么说罪毒妇人心呢 严手一都还没反应过来 桃花银 已经杀气腾腾地下楼去了 没一会儿 桃花银抓回来一个小老头 这小老头衣冠不整 恐怕上一秒 还在床上嗨皮呢 下一秒就被桃花银 给抓了过来 他满脸愤怒 指着桃花银骂道 桃花银 你是不是活腻了 我爹是石经 你敢动我 桃花银笑道 那我还算是你半个后妈呢 老实点 石经也是几百岁的人了 他亲儿子死时 就是这老头模样 死后就被石经带到鬼市 享受天伦之乐 其实桃花银早就 看着桃儿子不爽了 当初他和石经 还处在甜蜜期的时候 就是这个桃儿子 在背后骂他是狐狸精 当时碍于情面没动手 后来担心石经报复 不过现在 桃花银可是一点 顾虑都没有了 他当着眼手一的面 对骂骂咧咧的桃儿子动手 直接拧下了他的脑袋 桃儿子不敢相信 桃花银竟然真的敢动手 脑袋上的眼睛瞪得滚圆 只是他已经没有 在骂人的机会了 因为桃花银已经 抬起他的眉腿 一脚将桃儿子的脑袋 踩爆 痛快 桃花银心情舒畅 解门完的可真变态啊 眼手一眼脚抽了抽 自己好像招惹到了一个 比罗宁还要变态的疯婆子 亲手杀了石经的桃儿子后 桃花银立刻对眼手一 和林子同下跪 少爷小姐 人我杀了 头鸣状也立了 还请少爷小姐 带花银脱离苦海 回到人间 眼手一心里感到奇怪 怎么之前桃花银 还满脸不情愿的模样 出去一趟回来以后 好像哭着求着 要当鬼奴 不过他也不怕 桃花银有坏心思 毕竟只要林子同想 一个念头 就能让桃花银魂飞魄散 于是他点点头说道 从今往后 你就是子童的贴身丫鬟 有问题吗 贴身丫鬟 起初听到这个词 桃花银本能地皱了皱眉头 心里感到不爽 他可是堂堂鬼王 这些年虽然归宿在鬼室里头 但好歹也是凤莱楼的楼主 整个鬼室里 除了石巾以外 没人敢对他不敬 结果如今 居然要当一个小小的丫鬟 林子同看出桃花银心里的不悦 轻声提醒到 丫鬟和鬼奴 有本质上的区别 你细品 桃花银愣了愣 忽然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林子同 他如今才发现 林子同不仅不是花瓶 反而很聪明 甚至连他这个活了几百年的老娘们都比不上 鬼奴是需要战斗的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 为主人挡刀赴死 但丫鬟 只是照顾饮食起居就行 从关系上 鬼奴只是奴隶 但丫鬟好歹有那么一丝人情味 品出这一层意思后 桃花银直接跪在地上 感激地说道 谢谢少爷 花银以后 必将好生照顾小姐 其实桃花银喊严首医叫少爷 就应该喊林子同少奶奶 但聪明的他不想 把严首医和林子同 分什么主次地位 所以才喊林子同叫小姐 嗯 起来吧 林子同看桃花银的眼神和善了许多 只是还有些身份 毕竟二人还没来得及相处 小姐 少爷 有关于石金的更多消息 我随时可以说给你们听 桃花银主动说道 如此明显的刷好感行为 并没有让严首医觉得厌恶 他现在也正需要更多石金的消息 只是严首医先打了声招呼 我还有两个朋友 他们一会儿就会到凤莱楼来 到时候 你想办法把他们弄进来 不要再招惹到石金了 少爷打算对石金动手吗 桃花银问 严首医摇了摇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等我与我的朋友会合之后 就想办法离开鬼市 桃花银心领神会 其实如今他也没有一定要杀石金的理由 以前是因为他只能在鬼市里 又不想被石金压一头 才想练鸳鸯煞来对付石金 现在他跟着严首医和林子同 离开鬼市照样不会死 也就没必要和石金过不去了 收到消息的龙飞城和魏长青 开始往凤莱楼的方向靠近 因为鬼市的出入口临时关闭 人群乱成一团 就算是有石金手下的恶鬼镇压 也四处有冲突爆发 趁着这乱糟糟的场面 二人从小路前往凤莱楼 只是路过一条小巷子之时 魏长青忽然停住了脚步 龙飞城弯着腰跟在后头 他来不及刹车 直接来了一个真正热脸贴冷屁股 哎哟 二说 啥情况啊 龙飞城疑惑道 魏长青盯着前方 两秒钟过后 他摇了摇头 压着龙飞城的脑袋往前走 龙飞城这才注意到 小巷的尽头有另一伙人 这伙人穿着打扮很是奇怪 但看得出并非是石金的手下 不过 鬼市本来就鱼龙混杂 像他们这种打扮的人满大街都是 没什么好稀奇的 要说唯一被龙飞城注意到的 应该就是对方其中一个小个子 背着一个大龟壳 龟壳的尺寸和那小个子的身高差不多了 也不知道这家伙背着龟壳累不累 对方很是沉默 与龙飞城魏长青擦肩而过 双方都没有说话 却在这个时候 龙飞城忽然拦住那个小个子 笑着问道 哥们儿 你这龟壳卖不卖 魏长青浑身一僵 那小个子也愣住了 回过神来的他瞪了龙飞城一眼 滚犊子 不卖 不卖就不卖 怎么还骂人呢 龙飞城嘀咕道 我这不也是 瞧你这龟壳好看吗 魏长青忍无可忍 拽着龙飞城就走了 等他们走后 小个子的脸色逐渐沉了下来 那人是抗金龙魏长青吧 虽然换了面容 但是气息没变 还真是他 听说魏长青在龙虎山的行动失败以后 直接投降了 哼 没用的叛徒 往他那抗金龙的称号了 还不如我这个积水豹 队伍里的人七嘴八舌 俨然瞧不起这个 曾经位于二十八星秀第二名 实力强大 同时深得里根苗 信任的鲁班传人 都闭嘴 小个子整知道抬起手 众人都闭上了嘴巴 只听他缓缓说道 魏长青在这里 那当初破坏了老大计划的那个严守一 岂不是也在 对哦 按辈分来说 严守一应该喊魏长青叫二叔才对 难不成刚才那小子 我刚才隐约听到他喊魏长青二叔了 那小子肯定就是严守一 众人震惊了 同时不约而同地 从眼中迸发出了杀意 整知道又说道 我们没能拿到真正的杨林虎符 难辞其咎 但要是我们顺手解决了严守一 还杀了魏长青这个叛徒 众人的眼睛都亮起来了 杀意更是明显 走 跟上去 找机会把他们做了 整知道毫不犹豫地下令 几人各显神通 开始悄悄跟踪魏长青和龙飞城 只是在他们的后方 还有一人猫着腰 藏匿着气息 此人走路无声 呼吸都微不可闻 他正是道之传人 姬腹随 杨林虎符被抢 姬腹随气急败坏 生怕十斤秋后算账 所以他用自己的办法 终于是找到了 诊治到这帮人 只是姬腹随并不知道 诊治到的敌人 和他的敌人 其实是同一个人 三伙人 前前后后 终于都抵达了凤莱楼 诊治到看着魏长青和龙飞城 进入凤莱楼 躲在暗处冷笑一声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闲心来逛青楼 不过这样也好 待会儿我让你们死在石榴裙下 也算是做个风流鬼了 兄弟们 走 进凤莱楼 几人从后院 潜入了凤莱楼 姬腹随看着 潜入凤莱楼的诊治到一行人 躲在暗处冷笑一声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闲心来逛青楼 不过这样也好 待会儿我让你们死在石榴裙下 也算是做个风流鬼了 我这就回去禀告石金大人 到时候把整个凤莱楼一锅端了 找不到严守一的石金 十分恼怒 他已经封锁了鬼市的所有出口 还派恶鬼挨家挨户地搜 除了凤莱楼以外的地方 他全都搜遍了 愣是没有严守一的影子 如果严守一真的在凤莱楼 石金此时还暂时找不到理由进去 这让石金更为恼火 正在他心里憋着一口气之时 姬腹随赶来了 对于姬腹随 石金很不满 一想到此人石金就心烦意乱 不过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该见还是见一面 等到手下带着姬腹随过来 石金直接大手一挥 冷声说道 有屁快放 姬腹随诚惶诚恐 赶紧跪下 同时说道 石大人 我发现抢走杨领虎符那帮人的踪迹了 什么 石金立刻被吸引了注意力 问人在哪 放来咯 姬腹随心里有几分得意地说道 虽然杨领虎符被抢 他难辞其咎 石金也会因此而怪罪他 不过这次 他发现了抢走杨领虎符的人的踪迹 也算是戴罪立功了 凤来咯 果然是凤来咯 石金喃喃自语 其实他早就怀疑凤来咯了 但碍于五个鬼王的面子 才没有直接进去搜查 不过现在有了认证 他也有了理由 你亲眼所见 千真万确 他们走的是后门 就是生怕别人看见了 姬腹随笃定地说道 只是石金和姬腹随 两人都没有意识到 他们说的 其实并不是同一伙人 石金所说的是 严守医和林子彤 而姬腹随看到的 却是枕智道一行人 他们都抢了杨领虎符 而且严守医还将计就计 告诉姬腹随 自己和枕智道 他们是一伙的 所以姬腹随才上了套 给石金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石金也没想到 这会是个乌龙 他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 道 桃花银这个贱人 我容忍他留在鬼市 已经是最大的恩赐 他竟然还帮着外人 姬腹随为了让杨领虎符被寻回 让自己的错过 可以削弱一些 此时当然添油加醋 桃花银向来不把您放在眼里 这次不如趁此机会 直接把他给 石金冷哼一声 桃花银好歹也是一个鬼王 没那么容易杀 小的也只是 给您一个建议 姬腹随缩了缩脖子 鬼王相争这种事 不是姬腹随能够掺和的 石金心里也领得清楚 想要灭掉桃花银 自己恐怕也会惹一身骚 目前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 但如果有一天 真的要与桃花银撕破脸皮 石金也不会怕他 只是石金想不到 下一秒这一天就到来了 老祖宗 老祖宗 外头忽然有跌跌撞撞地跑进来 在跨过门槛的时候 还被绊了一跤 直接滚到了石金的面前 石金眉头一皱 他的后代都十分有规矩 一般不会如此慌张 如此慌张 必然是出大事了 他心中有不祥的预感 忙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那小辈哆哆嗦嗦地 吓得魂不守舍 不过嘴皮子倒是利索 一口气把事情 全说清楚明白了 石金的亲儿子 在凤莱楼被桃花银给杀了 哄 哪怕是百年老鬼石金 听到这个消息 身体也忍不住晃了晃 一旁的姬腹随 想要去搀扶 但石金直接把姬腹随 一把推开了 石金不是弱者 不需要姬腹随的帮助 你再说一遍 事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小辈也明白 老祖宗并不是真的 想要再听一遍 所以 小辈跪在地上低着头 战战兢兢不敢说话 大厅里很是安静 在场的只有姬腹随是活人 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声 此时多少有些吵杂了 我的儿 石金捂着头 悲伤之色毫不掩饰 他成为鬼王的这条路 也是充满坎坷 好不容易主宰鬼市 石金就把自己的后代都带进来 让他们在这里享受天伦之乐 石金对外如何是一回事 但他确实十分在乎 自己的子孙后代 哪怕是石金和桃花营 闹得最凶的时候 儿子想要去凤莱楼享乐 石金都没有拦着 他万万没想到 桃花营会毫无预兆地 对自己的亲儿子下死手 这分明是宣战 不 这并不是毫无预兆 石金忽然间想到了那五个鬼王 长安的鬼王 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关系好的 也就那么两三个 极少出现五个鬼王 凑在一块的情况 难道是桃花营收买了那些鬼王 准备在今晚大闹鬼市 夺走自己的一切 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石金收拾好心情 来回夺步 同时不停地在心里提醒自己 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冲动 鬼市毕竟是石金的地盘 他在这里家大业大 就算是桃花营和五个鬼王联手 只要他石金想要逃 他们未必拦得住 小贝紧张地问 家主 此仇深似血海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做吗 石金叹了口气 坚守住最后的理智 对这名小贝说道 你带两个人 去凤莱楼找桃花营 问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贸然进攻凤莱楼 换来的可能是更坏的结果 所以石金打算投石问路 再做最后的决定 小贝啊了一声 显然是没想到这么大的事 居然落在了他的肩头上 仔细一想 小贝又吓得瑟瑟发抖 桃花营刚杀了老祖宗的亲儿子 现在我过去 岂不是找死 但留在这里 违抗老祖宗的命令 只会死得更快 所以小贝心如死灰 一边思考着如何交代后事 一边低着头退了出去 风潇潇吸一水寒 壮世一去 息不复还 退出去的时候 小贝留下了悲痛的眼泪 心想 活人死了 还有转世投胎的机会 鬼死了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希望你能够伴一下 我希望你能够伴一下